随便煮一口碳便可以水淹三菌 我随便放了个片就摧毁了一座城池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秘 可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打工人 这一切的起因都是爷爷去试试 给我留下的一个奇怪的箱子 我叫虾皮 爷爷给我留下的箱子 里面竟然装着一个小人果 箱子里的人会吃会喝 还会 打劫 我叫狗蛋 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 连年干旱割粒无收 就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 还到处都是山匪打劫 一群穷鬼 老子才不管你们死活 交不出粮食 我就宰了你们吃肉 娘啊 小子 不用节哀了 我这就送你下去陪你娘 我已经迫不及待 用你这肉烤着吃了 可恶的山贼 你们不配为人 连塑料人都不配做 统统给我去死吧 哎 看来今天我是活不成了 下辈子我再也不做人了 绝望的狗蛋 突然感觉到什么东西遮蔽阳光 就在狗蛋诧异的时候 就让他看到了毕生难忘的 林层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巨手 出现在山贼的头顶 手指啪的一弹 山贼就飞了出去 他飞得很快 也飞得很快 最后摔落在地上 全身骨骼尽碎 死得不能再死了 卧槽 天神 这是天神下凡救了我 卧槽 刚才发生了什么 老大怎么就突然飞出去摔死了 好像是什么东西 把老大撞飞了 肯定是那小子 对老大做了什么 是 是天神下凡 什么天神 装神弄鬼 有本事你让天神也打死我 看见天我不看死你 卧槽 这肯定是天神下犯了 天神饶命啊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下次我不干了 娘啊 老天开眼了 天神大人替您报仇了 谢谢天神大人 谢谢天神大人 狗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有天神 在那里 天神就在那里 村民们抬头看向狗蛋手指方向 却什么也看不见 也许我等福源太浅 没有资格见天神一面吧 谢谢天神大人 谢谢天神大人 他们还在感谢我 难道小人原来是有智慧的 血腥卫 我 我刚才杀人了 虾皮赶紧去卫生间 洗干净手上的鲜血 再回到箱子前 盯着忙碌的小人发呆 只见小人们分完山贼的武器 又挖坑将尸体都埋好 还用木头给死去的村民 立上了木飞 一直等到天飞 所有小人都回屋睡觉 再也没什么东西可看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箱子 里面的世界是真实的 一共有42个小人 他们有生命 有情感 我刚刚杀了12个山贼 那个男孩子好像能看到我 其他人看不见 爷爷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虾皮整理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拿出手机想问问 网友这是什么情况 造景乡里的小人活过来了 该怎么办 建议去看医生 这个症状多久了 可以来我们医院了 有你小人吗 偷看他们换衣服啊 爷爷 您算得给您来电话了 喂 瞎老板 臭小子 一整天不回消息 不接电话 你还没死呢 甲方爸爸 白白等了你一个下午 项目也黄了 你这是要上天了 瞎老板 实在对不住 我这里遇到一个神奇的事情 神奇 我看你才神奇 你关谷神奇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算了 睡觉吧 老子还不伺候呢 第二天一大早 刚失去亲人的狗 但一个人出来寻找草根 他太饿了 这孩子好苦啊 天神大人 求求您大发慈悲 救救狗蛋吧 狗蛋快撑不下去了 我好饿 狗蛋 我给你点吃的 你试试看 虾皮将一个鸡腿 缓缓放在狗蛋面前 狗蛋看着长度 八丈长 三丈高的鸡腿 吓得语无伦次 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鸡腿 天神大人 这是鸡腿吗 是的 这就是鸡腿 我已经煮熟了 你可以直接吃 狗蛋缓缓走到鸡腿面前 猛的一口就咬在鸡腿上 他吃得开心 虾皮也跟着开心 终于帮上了这可怜的狗蛋 卧槽 这也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天神大人 我能叫乡亲们一起来吃吗 乡亲们也都没有吃的 可以的 叫乡亲们都来吃吧 多谢天神大人 初五大哥 你能看到我手上的肉吗 这 这么大一块肉 你从哪里弄来的 这么好的东西 太好了 你们看不到天神大人 我还担心 你们看不到这鸡肉呢 你吃一口看看 这可是县太爷 才能吃上的好东西 真香啊 我好几年没吃过鸡肉了 乡亲们 快给我来 有吃的了 咱们有肉吃了 看 看来天神大人 特别眷顾你啊 他老人家 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别的倒是没有 他就让我一直吃 这玩意太大了 我吃不下 还说叫大家一起来吃 嘿嘿 我已经吃了一口了 真香 既然是天神大人 赐给我们的吃的 那就吃吧 但是大家不许乱抢 人人有分 就这样大家就忙活着分起鸡土 村子一共就42口人 最后每人都分到上百斤的鸡土 吃饱的村民 纷纷跪在地上 对着天空膜拜 感谢天神大人的恩赐 感谢天神大人保佑 旱在早日结束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一个鸡腿拯救不了他们 不如我把他们都养起来吧 按照42个小人的饭量 一个月不得花我好几元的巨款 不过想我一个月1800的工资 根本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啊 虾皮看着小人们心中 突然生起一丝邪恶的念头 抓起一把米 对准狗蛋的窗户 慢慢放了进去 各村拖欠的赋税 还没交上来吗 上面可是催得很急啊 知府大人 陕西大汉 赤地千里 民不聊生 百姓实在是没凉了啊 前年也是汉 去年也是汉 为什么就唯独今年 收不上来赋税 汉灾第一年 大家还有存量 汉灾第二年 砸锅卖铁卖家财 也勉强交得上赋税 到了第三年 还继续闹汉灾 那可就是要出人命了 哪里还有钱粮交得上来 怎么着你还要帮那些贱皮子 说起话来了 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 敢在本国耳边乱吹歪风 启禀大人 他们都活不下去了 哪有钱打点小人 实在是小人 不得不帮忙说一句了 这就是良心发现 啊 高家村 王家村 郑家村这几个村子 今年交的税最少 你们几个去村子里催一催 记住啊 那些贱皮子就喜欢哭穷 明明家里藏着粮食 却不肯交税 这种的就得给我罩死了 大人使不得 使不得啊 老百姓已经很苦了 再这么逼下去 只怕他们会反啊 这就叫官逼民反 说话瞎里瞎气的 给我滚蛋 西洋西下 大地一片蚀黄 狗蛋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高家村 卧槽 大米 好大的大米 村长爷爷 初五大哥 各位乡亲 快来帮帮我啊 杀 好大的米 比我都大 这也是天神大人瘟刺的吧 世间没有这么大的米 这怕是神界的大米 可能天神大人跟我闹着玩呢吧 再不挖我出去 我怕是就压死了 这大米怎么分 我们一家分几颗吗 住手 把它放好 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米 是只赐给狗蛋的 还是赐给我们所有人的 如果胡乱拿 天神大人发怒了 谁能承受得起 高家村的贱民都滚出来 少他娘的在家装死 你再不交税 我砍了你们 42 43 44 45 46 47 不对啊 怎么多了五个小人 你们这群贱民 一直不交付税 是要造反不成 官老爷 不是我们不交税 大汉三年 大家都快饿死了 汉灾不是借口 朝廷的睡饮 不管什么情况 必须得上缴 否则就是造反 可我们实在没钱没粮啊 贱皮子 老子现在就进去找 要是被我找到有粮不交 看我不打死你 滚开 挡着门子 是不是藏狼是了 高家村里 居然藏着这样东西 这 这 大米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如此之大 这是天神大人 赐给我们的神秘 救命用的 你们要是敢动他们 天神大人会要了你们的命 这五个官差小人 从哪来的 这明明就四十二人啊 多出来的小人 到底是哪来的 后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小人 跑出来 算了 这种官差碾死算了 说着 虾皮就伸手 准备碾死这些 鱼肉百姓的官差 不要 天神大人 不要杀他们 求您了 他这一声喊 用尽了一身的力气 在他身边的人 自然也都听到了 啊 什么意思 这村民居然对着天空喊 不要杀掉我们 故弄神秘 炫虚呢 吓唠子一跳 真以为有什么东西 弄来杀唠子 你们这些捡屁子 还敢咽洗 当唠子是瞎大的 我才没有吓你们 我才救你们 快走吧 天神大人已经抬起手了 你们惹怒他了 再这样下去 你们会被碾死的 把那谣言惑重的小子 给我拿下 待会衙门慢慢审问 我看他有谋反的行为 听到狗蛋的呼喊 虾皮原本打算 拍死官差的手收了起来 他只伸出两根手指轻轻的 就像捏马一样 将官差拿了起来 天神大人饶命 小人无意冒犯 小人错了 饶命啊 他们是官差啊 杀了他们 我们全村人都完了 天神大人求您了 天神大人显灵了 叫他们都滚 不准把刚才发生的事 说出去 天神大人叫你们滚 还告诫你们呢 不准把这里发生的事 说出去 小人也想滚 天神大人饶命啊 求您了 让小人也滚 这里的是 我半个字也不会说出去 虾皮手一松 那官差从泥仗处落下去 扑通一声摔了一个结实 但他忍住疼痛 翻身爬起来就跑了 都出去了 消失了 小人怎么就消失了 虾皮亲眼目睹了 外来的小人 进出造景箱的情形 固由地陷入了沉思 这个造景箱 它不仅仅是用来 饲养42个小人的 而是 链接着另一个小人过的事件 天神大人 乡亲们感谢您的帮助 大家还想问问您 这些神秘 我可以分给大家吗 让大家都来吃吧 乡亲们 天神大人说 这些神秘 是赏赐给我们所有人的 大家可以分 多谢天神大人保佑 天神大人万岁 狗蛋啊 你跟天神大人这么熟 天神大人是佛家的 还是道家的神了 我们该说阿弥陀佛 还是该说无量受福 虾皮啼笑 皆非地摇了摇头 看来这个小人国的世界文化 和咱们的文化 是一脉相承的呀 别在意到家 还是佛家 我哪家都不是 我有些问题 想要问你们 大家安静 天神大人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 你们所在的是 哪个星球 或者大陆 或者次元 狗蛋听不明白天神的意思 便把这句话 说给了村民听 但是连他们中 懂得最多的村长 也是一人能力 什么是星球 大陆又是什么 次元是什么鬼 你们所在的是 哪个国家 现在是什么年号 这群小人怕不是文盲吧 怎么一问三不知 天神大人 好像对我们很失望 我们无法回答 他老人家的问题 他当然失望了 你告诉天神大人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想想办法 最有学问的 应该是知县大人了 可知县老爷 我们哪请得动啊 那我们就请知县老爷的师爷 瞎县 初吴 你带上村里年轻的小伙 去县城走一趟 请师爷来高家村 他要是愿意来 就好好请 要是不愿意来 好的好的 我们的命 都是天神大人给的 不能让他老人家 对我们失望 照片里 是一个古代村庄 大家都能看出些什么 这个村叫高家村 这几个棺材的服势 看起来好像明朝的牙医 看着村的建筑风额 应该是明朝时期的 这早竟想哪里卖的 我也想卖一个 这个里面有女小人吗 我想偷看洗澡 狗蛋看着天空发暗 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土豆 从天而降 狗蛋一开始吓了一跳 但马上就稳定了情绪 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天神大人投喂了 大家快来啊 天神大人又赐给我们食物了 大早上就被投食 村民们也不急着去挖野菜了 人再饿的时候 只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吃 但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却会有无数的烦恼 酸娃 你的裤裆开了好几天了 为娘给你缝一缝 喇叭大哥 你上一次不是说 要教我怎么烧枝瓦关吗 我特意挖来了 好大一块黄尼巴 你教教我 怎么把它弄成关子 早已 我家的菜刀捐人了 你帮我大搭呗 等等 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情节 可以看了 虾皮突然发现一个女子 拎着一桶水 回到自己的屋子后 然后关紧了门窗 这不就是广西老表说的 是要发生了吗 有少女要洗澡了 这么好看的女生洗澡 我看一下问题不大吧 我养的小人 应该不算道德败坏吧 黄天在上 我虾皮这辈子 与赌赌不共戴天 我只是关心一下 小人的安全 很合理吧 流氓流氓 有流氓 怎么回事 这个女孩子 怎么也能看到我 这 这 这不有损我天神的威名 狗蛋 我刚才 好像看到天神大人了 我还以为 就我一个人得到了 天神大人的赐福 没想到高夜姐 你也被天神大人青睐啊 这都是咱们的福源 天神眷顾我们 一直在天上照看着我们 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狗蛋 娜娜 那天神大人经常看你洗澡吗 这这这 天神大人可能不爱看我洗澡吧 那怎么办 那这以后怎么洗澡 怎么换衣服啊 高夜姐 这有什么的 没有天神大人 我们早就死了 天神大人喜欢看 就让天神大人看看吧 我倒是想让天神看 天神也不看我啊 就算天神大人想让你侍奉 你也得侍奉 要我我也会的 原来是这样吗 我能看到天神大人 也就是天神大人的青睐 看来天神大人 是需要我的侍奉 没发现了 好尴尬呀 好丢神的脸啊 不过 我刚才什么都没看清 应该不算吧 也不知道高初五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一走出到景象 我就看不到他们了 也照顾不了他们 如果死在外面了 那该怎么办 初五哥 要找时也就得去掀衙门吧 我好怕衙门 听说县太爷 吃人不吐骨头 那些牙医也是一样 吃人不吐骨头 好可怕啊 怕个屁 我们有天神大人称妖 大人 求您不要赶走下线 我一个人在外面好害怕 听说现在有人专门挑虾线 他说他是虾线 好像是县令老爷不要他了 你这个就叫做使乱中气 管他呢 我们只要把他请回去就行了 盯着这家伙 一会他走进小巷 我们就去请他 不听话的话 就挑他虾线 不要打我 我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明明征税的是县尊大人 和我无关 我 我还一直劝他不要征收重税 这就叫做为民深渊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感觉你很有学问的样子 对对对 我是学问人 你们不能对我这么粗鲁 快放下你手中的大牙签子 我们有话好好说 这就叫做指鸽散马 有学问就对了 我们请的就是学问人 请你和我们去一趟高家村吧 高家村 高家村是什么地方 我 我不去 我不要去 这就叫富汤导火 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 就好想打他 这家伙最后那四个字 太踏娘烦人了 我早就想打他了 你们三个是干骂的 卧槽 这不是昨天的官差吗 你们是高家村的人 我们 这个朋友被太阳晒晕了 我们带他去河边洗个脸 那你们轻便 就是昨天的事 我们一格子也没说出去 太好了 平安回来了 狗蛋狗蛋 高初五带回来 一个看起来有点学问的人 你来帮我提几个问题 高家村终于到了 几位壮士 你们带我来这里 究竟余异何为 现在可以说了吧 这就叫图穷毕县 你就是师爷瞎县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不是我要逼着你们交税的 我对数法事 我是帮你们说话的 你们有什么不满 找现尊大人说 这就叫恩怨分明 你读过多少书 有多少学问 有何 在下十年寒窗苦读 走过大江南北 正所谓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这就叫财高八斗 现在是何年何月 现在是天启七年 七运 这就叫 糟糕 这句话无法用成语总结 天启七年 果然是大明朝 这一年天启皇帝诸有孝病死 崇祯皇帝诸有简登基 天下大汉 明末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大明朝也将迎来最后的十余年挣扎 嗯 什么情况 我通过造景香看到的 竟然是真实的历史朝代吗 狗蛋 问他现在皇帝的名字 当今圣上的名讳小人不敢提及 这就叫尊主则民 给我报答他 这小子怎么这么浅 这家伙不说皇帝姓名 天神大人很生气 大家抄家伙 挑了他瞎线 打他 朱有孝 朱有孝 当今圣上名叫朱有孝 居然真的叫朱有孝 狗蛋 再问他天下行事如何 五月十一日 剑奴兵围锦州 朝廷调兵应援锦州 剑奴与二十八日分兵 在宫明远城 晚代 县衙门里看到的公文背了出来 也不知道他们满不满意 会不会打死我 现在的情况就叫千军一放 天神大人说不要为难他了 这小子以赴我替神明传话的典型骗子模样 不会是白莲教那一类的邪教组织吧 落入邪教指手 我怕是要杆 现在我就要委屈求全 虾线 你跟我来 给你弄点吃的 这位仙女 我看你们村好像都在拜神 你们拜的是哪位神仙啊 天神大人就是天神大人 他没有说过自己的名讳 我们也不敢问 只知道他法力通天 温和仁慈 对我们高家村的人 照服有加 我们都是靠他才活下来 神棍边的神话 也就只有傻乎乎的渔民 才会相信我瞎线读过圣贤书 才不会被你轻易愚弄 这就叫心明至尖 究竟是哪位上仙 赐给你们这些食物的 说了不知道了 你连这个都不问清楚的吗 亏你还算是神使 这村民都不知道给谁再磕头 将来要为神仙修庙时 都不知道该供奉谁 简直是稀里糊涂 呀你说的对 还是有学问的人考虑的周到 问题一 投进造景象里的东西 会变大约200倍 我一个月1800能养活大明 8888万人口吗 我的目标是什么 只拯救这42个小人 还是尽自己的力量拯救 所有民墨的老百姓 问题二 民墨战乱小人们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说不定我出门买个菜 就看到42个小人 被朝廷杀光了 问题三 造景象也就覆盖了高家村附近 看不到其他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办法扩大视据呢 随手给小人 摸到了一杯上海双 直接让明朝人实现奶茶 我随手搭建了此块积木 就成了大明最强堡垒 然而发生的这一切 都被师爷虾线看在眼里 这是什么水 为何响气如此迷人 这场面真可适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 这次超过四个字了 不用这句诗 不足以形容奇状观 虾线先生 昨晚给你吃饱饭后 不是让你回县城去吗 啊 必啊 我昨晚为什么没回去呢 这就叫做莫名其妙 你快过来先 不要妨碍天神大人施法 哈哈 奶茶池建成了 谁能想到 我能让八百年前的明朝人 喝上上海少妇这种美味 我真是天才啊 高爷 告诉乡亲们 以后我每天都会补满 这个池塘里的奶茶 以后你们就可以实现 奶茶自由了 可以用奶茶洗澡 天神大人 我今晚就洗澡 不过这奶茶是何物 为何闻着如此清香 好想喝一口啊 你们大家都尝尝我给你们的水味道如何 不喜欢这口味 我给你们换 我的天啊 这水不仅闻着好闻 喝起来更是好喝 感谢天神大人 此物莫不是传说中的天水 感谢天神大人 没想到我高出无此生 居然能喝到神水 想我学富武车 猜高八斗 竟然从未尝过如此美味之物 看来我这教材输学浅 天神大人今天我也用奶茶洗澡 我已经十八年没洗过澡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虾线先生 天神大人有话跟你说 莫非他打算收我为他做事 说不定还会顺便传我一点宪法 这就叫做鸡犬生天 天神大人有何吩咐 天神大人问你是不是县太爷的师爷 小人前日帮老百姓说话 劝县尊大人不要收税 惹恼了县尊大人被扫地出门 不再聘用小人了 这就叫做萤火烧身 也就是说你已经失去饭碗了 确实如此 这就叫做 住嘴 天神大人说听着就烦 难怪要被扫地出门 本以为你能在县衙帮着看些公文 给高家村送些消息来 现在看来你也没啥用 小人有用 小人有用 小人聪明伶俐 能写会算 村民们做不了的事情 小人可以做 这就叫做 天神大人 让你起回城里去 眼睛放亮 耳朵拉长 有重大消息 就通知高家村 需要你做什么时 自会通知你 小人听命 有了这个叫瞎线的人 倒是相当于 多了一双造景象之外的眼睛 希望这双眼睛 能在关键时发挥作用吧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不在造景象旁边 村民怎么能够自保 不如给他们弄个城墙 天神大人说 我们体质太弱 要吃点好的补充营养 尤其是你 初五哥 天神大人说 你瘦得跟小鸡崽子一样 怎么保护村民 一会你多分一些 这么多肉 我家里哪有地方放 我家现在到处都是肉 根本吃不完 而且没有足够的盐腌制 都快臭了 不行 天神大人恩赐的东西 你们怎么还能闲多呢 你们不想想 几天前 你们连树根都吃不上 虾皮听到小人们的议论后 随手拿出一包盐 就在村民的面前倒了起来 村民们抬头仰望 看到天空中 凭空流下来的盐 没几秒 就堆出一座盐山 这么多的盐啊 盐可是好贵的 天神大人 大发慈悲 救苦救民 牛十三的狠 村长 你怎么学瞎蟹说话 现在有盐了 赶紧腌肉吧 夜深人静 一群人鬼鬼祟祟 来到高家村 看到高家村的景象 露出了羡慕极度恨 这一次楼二表现不错 找到这么一大台水 而且这水还想起四眼 给楼二姐打工一战 回去后给你找个师傅 二哥真是厉害 我们赶紧板水吧 不然田亮被人发现 就不好了 正在熬夜的虾皮 看着这几个偷奶茶的贼 脱感情酸 拿起一小把面粉 缓缓地放在他们身后 老二你看什么呢 赶紧挑水啊 大伙快看 背后 卧槽 这是面粉吧 我应该没搞错吧 好大的颗粒 莫不是受愁了 肯定错不了 我刚才还在乡 这么突然问到了 面粉的香味 可这面粉神哪赖的 一定是高家村的人 趁我们不注意 瞧瞧放到我们背后的 只有这个可能了 好人哪 直到我们半夜抽水 为了给我们留点面子 没有当面揭穿我们 还送我们面粉 今日后岁 我王二记住了 来日必报 我们赶紧把东西都回旋 不要傻了 王二 可是颠覆历史的人物啊 进城沙之县 后来又组织农民起义 这可是大明朝 农民战争的标杆人物啊 看来还是要加强 高家村的防护 我接下来做点什么好呢 这是这么奇怪的撑枪 像彩虹一样的艳色 这还是高家村吗 县城的城墙都没这么壮观 这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城墙 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大量贼匪作乱 天神大人 各送此物宝我们高家村 以后我们要在城门轮班职守 感谢天神大人了 我虽然能够用这些东西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需要一些自保的手段 跟保命的东西 现在箱子的市局太小 只能看到高家村 我要想养活大明 八千八百八十八万人 我这一千八的工资 怕是要花完了 有人偷了咱们的神水 您看渠塘里的水位 一晚上下去了好多 村长 不知道哪里来的毛贼 居然偷咱们村的水太过分了 这宝贵的神水 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 岂能让别人偷走 村长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顺着这些脚印 去把偷水的贼抓出来打一顿 那必须打他们一顿 把水抢过来 不然天神大人怪罪下来 我们就倒霉了 狗蛋 告诉大家偷水的事 不必追究 天神大人 有人偷您的恩赐 您不生气吗 告诉大家 这是另一个村的村民 没有水喝 活不下去了 所以才会来偷高家村的水 这点水不算什么 我给你们加满就行 以后能帮忙的就帮帮忙 狗蛋把话传达给了村里人 全村人听完 都觉得天神大人心地善大 天神大人认词 是能够是 看来只就42个小人 那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还得就更多的小人 希望我1800能扛得住 凌晨三点 从箱子的北部边缘 钻出来一大群川的破烂的小人 每人都挑着水桶 轻手轻脚地向着高家村走来 到达了高家村口 卧槽 这是高家村 我没走错吧 这高家村 怎么一天雷起了长城 望大哥 这城墙好奇怪 无颜六色的 还怪好看的 不对啊 昨天晚上 我们来的时候 明明没有城墙嘛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这高家村 什么时候这么富裕了 不仅有了城墙 就连昨天的水 都是响天的 大家跟我来 动就小点 先去动水 来不及思考的王二等人 奔着池塘就去 在明朝别说大旱时期来了 就是不干旱的时候 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水 所以大家都想弄点甜水回家 来偷水的小人们 来到池塘边 全都一零二一 看着满满的水位 又抬头看了看天空 这一整天都没下雨 这嘴咱们还是跟昨天一样满的 这池塘里的水 究竟那类的 你们管这么多干什么 安静把你们的桶装买水 要是京都们高家村的人 被人家打个正刀 他们全都得羞杀在这里 一群人赶紧围在池塘边 把水桶放进去打水 有人还把整个脑袋 都埋进了谁 咕噜咕噜的喝着 可怜的灾民们 是时候安排狗蛋他们出场了 每次过来 头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狗蛋出来吧 村里的客人到了 都住手 高家村的人都来了 旺大哥怎么办 咱们都被发现了 要不我们跟他们平了吧 反正大斯格斯都一样 别冲斗 大家都是相对相亲的 我们投水本来就不对 昨天还送给我们那么多面粉 咱们能温江筹报 你们是哪个村的村民 高家村的乡亲们 我们是邻村王家村的 我们对不住你们呢 你们帮我们 我们还来偷水 这大汉村民实在墨水喝了 我们也是没办法 原来是隔壁王家村的 我们两村向来友好 大家互帮是应该 以后不用大晚上过来取水了 大家缺水 随时来取就行了 高村长 您真是深明大义 我们真是感到羞愧 大家都把水倒回去 咱们再哪也不做贼人 乡亲们不用倒回来 说了大家互帮互助 以后高家村有难 也希望王家村出手帮助 还有这一车粮食 大家也拉回去吧 让村里人吃上东西 领头的王二 看着高家村 带头重度的行了个大 王二内心万分感动 并表示如此大恩 将来一定会暴打 王二作为明末起义的标杆人物 让高家村与他结了善缘 想必起义大乱之时 王二也会照顾高家村一些 但是保护高家村 也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瞎比此时在家中 看看有什么东西 能够帮助小人的时候 发现了过年时候 留在家中的泡住 二踢脚不行 这玩意威力刚刚好啊 不知道是个什么效果 他们一夜过去 这神水就奇臭无比了 里面还长得神蛆 是不是王家村的人 昨天夜里做了什么手脚 哎呀 我要喷射了 肯定是他们 我们村不会有人 敢对神水做手脚 不应该啊 我们给他们送水送粮食的 他们怎么会这么对我们呢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就怕天神大人怪罪下来 我们都没好果子吃啊 连天神大人刺的神水 都保护不好 虾皮此时也看到了 小人们的情况 小人们虽不知道 可他却再清楚不过了 娘的搞忘记了 奶茶这东西 隔夜就会变质的 还好发现了及时 不然用不了几天 高家村的小人就全赶了 我还怎么看小人洗澡 天神大人生气了 把神水收走了 以后天神大人 怕是不会保佑我们了 都是我害了乡亲们啊 天神大人请您原谅我们啊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 天神大人要责罚 就责罚狗蛋一人吧 是狗蛋没有看好神水 狗蛋 叫乡亲们都起来吧 这是不怪你们 是我没考虑到 你们不能喝这种水 我会给你们更换水源的 天神大人说不愿我们 说是给我们换其他的水源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我们凡人 承受不了神水啊 感谢天神大人的恩赐 看来以后喝不上神水了 那味道让我流连忘返 就是窜息 也是值得的 从高家村借了水 跟面粉的王二 回到王家村 眼前的荧幕 让他从希望变成了失望 王大哥 你得帮大家做个猪啊 我们的亮圈被呛住了 现在光有水 我们也活不了啊 操 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你是村里的大哥 你可要为我们讨回公道啊 兄弟们反正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准备抄家伙打死 这群欺负老百姓的狗官 大哥要早饭啊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你奶奶的连粮食都没有了 居然害怕掉脑袋 真是个怂包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不送了 抄家伙跟他们干 你们去问问其他村子里的人 就说我们去县城喝酒吃肉 问他们敢不敢来把场子 过来就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能死吧 高处五带着两个村民 来到县城打探消息 就看到了准备跑路的虾县夫妇 你们是高家村的兄弟吧 高处五对吧 对对对 你们来县城是天神大人 有事情吩咐吗 果然师爷就是不一般啊 天神大人要我们造些铠甲 说是最近有贼人跑出来砍人 叫我们做铠甲保护自己 所以找你想想办法 看来这个王二真的是要反 兄弟你能送我夫人去天神那里吗 这样狭县就放心了 我可跟你说啊 别对我媳妇有什么歪心思 就在这时候 王二带着一群小可爱和官兵正在友好交流 因为官兵整天饮酒作乐 而村民天天累死累活 所以懒散的官兵 自然挡不住王二等人的友好交流 兄弟们不要管这些小卡拉米 直接冲进县衙砍了那草贼 我对是砍了县令 冲啊 我可是县令 你们这群刁民造反是要被砍头的 就是你这狗官抢了我们的粮食吧 行行行 我把粮食都还给你们好吧 朋友你们先在这里喝茶 我九十岁的母亲要生了 我得去接生 拿命来 就跟亚罗娃求情吧 瞎见师爷 您怎么来我这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老子是带你跑路的 你就感谢我吧 趁现在外面乱 赶紧跟我跑路 师爷你带我来哪了 这里怎么有一座这么大的城 看来这城墙也是那位天神大人的杰作了 这里是高家村 师爷你肯定耍我是不是 你见过哪个村城墙这么高大 你别墨迹了 跟我进来 高姑娘 在下按天神大人的指示将铁匠骗来了 将铁匠带来了 知道了 这次干得不错 这铁匠你可会打造铁匠 虾吃也在线城里也是牛轰轰的人 怎么对着一个小姑娘点头啪腰呢 小人从小就学习打各种冰奖 就没有小人不会打的东西 问他会打造火冲吗 那你会打造火冲吗 不是我吹牛 这东西简直轻而易举 这个图纸上的东西 就是要他打造的东西 天神大人说 这个就是要你打造的 不行 此时一定要装淡定 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放心 这些都是洒洒水了 可以 你能造出来就行 但是我们村的房子不够了 没铁匠住的地方 怎么解决呢 不是吧 不带这么坑人的 我身上的任务这么重 你跟我说我没地方住 有了虾皮的恩赐 高家村人也是一片欣欣向荣 还有好多慕名而来的周边乡亲们 大家都得到了虾皮的照顾 村里的人也集体为天神大人 建造了一座天神神庙 这天所有人还排队 跪在天神像面前磕头许愿 求天神保佑 来年风调雨顺 五补风登 狗蛋 告诉他这个愿望 我恩准了 你这个愿望天神大人恩准了 目前刚才亲口恩准了 我还能骗你不成 天神准了 来年就能中庄稼了 来年要是真能中上庄稼 有了收获 接莫忘了还愿 求天神赐福 我要高夜做我媳妇 娘的 高夜 你叫他给我滚蛋 断粮一天 没点眼力尽的家伙 天神生气了 叫你马上滚 断粮一天 正在玩得开心 警钟就敲响了 就听到有人呼喊 外面有人来了 来了好多人 大家有武器的拿上武器 带上铁匠 为我们打造的武器 如果来者不善 正好试试天神大人 赐给我们的神迹 全部给我上城墙 人们看着村外一大群人 官带你在前面逃跑 后面则是一大群贼军 挥着四十米大刀乱 不时有人掉队 被追上的贼军一刀带走 不止此处是何成 请开门帮我们进去抖一抖 后面有三贼杀人 这不是白先生吗 快开城门 放白先生一家进来 现在虾线也犯难了 后面这些人跟山贼距离太紧 如果为了就更多 会让整个高家村 承担贼军杀击们的风险 他急得满头大汗 我并没有给他做出决断的机会 我鼓起腮帮子 对准村外的黄沙地呼的一吹 顿时黄沙漫天扬起 直接将后面的山贼吹倒 村民也安全进入城门 手里有弓箭的兄弟们 对着山贼射上几箭 吓唬他们一下 吸吸拉拉几只小破箭 有气无力 毛都没射中一根 但吓唬山贼也够了 兄弟们先停下来 咱们先商量一下 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怎么会有一座城 白先生你这是个什么情况 白家宝被贼人攻破了 追来的这几十个贼人 只是一小伙 后面还有上千人 没想到白家宝 也就撑了两个时辰不到 卧槽 上千的山贼 哪路贼人能有这样的规模 王二造反之后 躲进附近的山中 官兵去捉拿 连王二的影子都没看到 人们一看这结果 各地相继都返了 衙门根本管不了 那为什么不派朝廷大军阵呀 巡抚年老昏庸 害怕被上面知道了被治罪 极力隐瞒此事 这是那个优欠任的秤斥 让他出来说话 何方刁民 伴我高家村还不快论 很好 见你半个时辰之内 交出实弹粮食 我们便饶你狗命 否则 我在全书好汉起来 管教你这小小城池 和白家宝一样土崩瓦解 白先生觉得如何 我们该是给两还是手一波 白先生看了看 毫无战斗经验的村民 还不如自己那几十个家丁 如果你们不缺粮 给他实弹消灾粮食 此为上策 等这阵风头过了之后 在下送你们双倍粮食 瞎线转头看向高夜 天神大人说 你怕他们个毛线 师爷听了 气气十足 小小山贼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吧 小有我在这等着 你们两个回去通知首领 准备来攻打高家村 奶奶的 看他们嘴硬 瞎师爷 这村长是干嘛的 搞邪教的 你居然堕落到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白先生 其实我懂你 我刚来这个村时 跟你一样的想法 直到我亲眼看到天神施法 天神施法时骗人的 你亲眼看到了吗 是啊 刚刚你也看到了 那及时出现的狂风 虾线怎么说也是一介书生 怎么跟个神棍一样 不会是神经病吧 白先生 现在的情况要靠你来指挥了 我只是个文官 打仗我不行啊 什么 你搞错没有 我刚打输了跑过来的 大胆干 早点散 你就负责说哈 高家村你随意发挥 怎么你都输不了 罢了罢了 还是我来吧 让你们这些神棍打仗 三分钟就败了 让男人们都动手搬石头 全都搬成墙这来 那个建筑石头最多了 赶紧拆了把石头搬过来 卧曹大哥 你想玩死我 你拆啥都行 这你可拆不得啊 你怕不是想死无葬身之地吧 你们这是迷信 就是迷信 他要是能帮你们打跑山贼 早就出来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天神大人的神物从天而降了 卧曹这是何物 这奇怪的东西 怎会从天而降 难不成还真有天神 让乡亲们拿出 打造好的火虫 等山贼大部队来了 以此物为耗 此物发起冲锋 你们便可使用火虫扫射 大家把天神大人 赐给我们的火虫 统统准备好 一会天神大人的战车一动 你们就开打 哇草 这是何物 这是何物 让我看看 小人们量身定做的AK47 第二天高家村就被上青山给包围了 小人们哪见过这场面 我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不用害怕 你们跟他们打 最多三七开 天神大人说了 不用害怕 我们跟他们打起来 最多三七开 哦 狗蛋 天神大人可曾说谁三 谁七 狗蛋告诉大家 我们三 对方七 天神大人说了 我们三 对方七 你们相信天神大人就对了 你大爷 这还打个屁 我就说你们这群神棍真是无知 想来我要葬身在这高家村了 狗蛋 你别开玩笑啊 这还打个屁啊 开门投降 保住狗命啊 天神大人告诉我的 三七开就是 你们开三枪 对方七秒裂开 哇 高家村的人们 赶紧打开城门 不让我们打开城墙 你们可就不能活命了 你们这群贼人 敢来侵犯我们高家村 我让你们有来无回 哟 哟 就你们高家村 这几个老弱病残 能挡住我们 白宝主 还不劝劝高家村的人 别白白丢掉性命啊 哎呦我去 我等不会跟你们这群贼人妥协 要打便打 我们有着城墙在 你们怕是打不上来啊 哟 真是一群傻子 我们只是分点粮食 并没有想为难你们呢 看样子非打不可了 冲啊 兄弟们给我工程 谁第一个进去 我多分他狼食 我的一千两百大军呢 卧槽 那躺着的一片 都是我的人 卧槽 撤退 快他男的撤退 我们挡住贼人了 高家村守下来了 卧槽 天神大人牛波衣 天神大人保佑 哟 你不是说我们是邪教吗 你保佑个鸡毛 就冲天神大人 能发明这等神器 我叫他爸爸都是应该的 你种个什么 刚才小人多有得罪 天神大人原谅我的无知啊 你们先别高兴了 这贼人还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杀回来了 我们要时刻准备着 大家不要急躁 天神大人说了要斩草除根 天神大人要施法了 说是什么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正在大家纷纷一步的时候 众人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手掌 从天而降 大手无情地落在了眼中 正在逃跑的山贼身体 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到逃跑的山贼 被拍成肉贼 站在城墙的人们 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地震慌 刹那间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天神大人威武 天神大人尋有 虾皮在空中看到人群贵妇的样子 那嘴都裂上天了 虾皮现在的样子 要是被抖音上的一个叫邓刚的小子看到 怕是连夜拿杆就来了 这小子就碍到翘祖 此时虾皮就看到每个小人身上有光芒亮起 向造景香四周散去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明白了只要拯救小人 就会扩大失去 看完整个大明指日可待 别看现在打胜仗了 可村里还是老人都 现在的世道如此 未来可都是孩子们的 谁说不是呢 我现在忙着高家村的事物 孩子们确实没人交 正在瞎陷发愁之际 高夜缓缓走开 天神大人问 如果花钱请一个教书先生 来高家村教书 有可能做到吗 诶 启禀天神大人 这教书先生都傲气得很 想要请他们来离县城 三十里地的高家村教书 多为困难啊 嗯 究竟有多傲气 多花点钱试试 不输人这个东西嘛 您也知道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 哪怕花很多钱 他们不肯就是不肯 哎 我擦 我这小暴脾气 我都当天神了 还不能请到个教书先生 我就不信 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如果不行就加钱 说完这句话的虾皮 顺手就往盒子里 更为一条钱女 剩下的一根999纯银的镯子 大镯子从天而降 镇的虾线八米高 我加钱行吧 这个不够他弯腰的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腰端了 他也得爬来 记住了 不差钱 谁要是不付 你就给我用银子砸他 天神大人放心 虾线我花钱最在行的 教书先生 我给您请最好的来 交代完一切好 虾线带着高业 还有几个村里最强的战士 就去县城找教书先生 这里面就数虾线最悚了 天神大人干掉了山贼头子 将势力最大的贼人打散了 应该没有大股贼人了吧 虾师爷 不要怕 有什么事情 是天神大人解决不了的 虾师爷 你怕个锤子 人家高业都不怕 你是有多走 别废话 走快点走快点 尽快到县城就安全了 也是虾线越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还没走出几里地 就窜出来一伙贼人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 留下这女的 便在网上发了一个小人伯的视频 网友们却在评论区炸了锅 这是电脑合成的吧 这要不是合成了 我高地让他们喝一口上海少妇 合成你妹 还喝奶茶 古代人的体质 怕是一口色素喝稿了吧 奶茶给他们 第二天会不会长大去啊 露上你妈个贝贝 可行 我刚变的老爸秘制小汉包 我正在上网跟网友吹牛皮的时候 虾线带着众人狂奔 结果就遇到打劫的了 吓得虾师爷一直吹牛逼 打劫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这过留下 留下那个娘们 你们 你们着自放量一息 我可是虾线 县尊老爷的师爷 我身后可都是衙门里的 你们要是敢对我们动手 就是造反 一个也活不了 县令我们都嘎了 还怕你区区一个师爷 你们是白水王二的部下 没错 我们都是跟王二大哥混的 怕了吧 远近谁不知道 我们嘎了县令 你居然还敢拿师爷名头吓唬我 是王好汉的兄弟就好办了 这位好汉 我们与王好汉是朋友 您可千万不能对我们动手啊 说的什么狗屁话 先前跟县令攀亲戚 现在又跟我大哥攀亲戚 你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还是打死算了 大哥大哥 要不我还是会去问问吧 反正他们也抛不了 那你问问吧 没过一会 王二就跑了过来 看到是高家村的人也是感到亲切 黑猫 把你的人撤了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 马个贝贝 瞎死宝宝了 还好 王二是个讲仁义的贼球 这要是换个人 我特么就拿 AK直接扫了 瞎师爷 高家村的兄弟 你们这是做什么 这兵黄马乱的年景 你们大包小包的 这是要跑路吗 王好汉 我们有不得不去县城的理由啊 既然如此 我护送你们一程 等你们从县城返回的时候 我再来护你们回去 高家村与我有恩 我要报答你们啊 只知道王二讲一句 却没想到他讲一句 到这个地步 这人真是个塔娘的妙人啊 王好汉 您这样的人 却被逼得落草为寇 真的是世道不公啊 虾师爷 高家村的兄弟们 我只能送到这了 先程我是进不去了 明日清晨 你们再次换我 我便再来 护送你们回去 多谢王好汉 这里有些银子 你拿去与弟兄们分一分吧 我们现在人人寒的 给我我也花不出去 虾师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说完王二转身就等了 看得高家村一众人心情很是沉重 他们也只能在心中 支持这位为兄弟造反的英雄 虾师爷 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前些日子白水王二作乱 从来日起就再没见过你了 多谢王先生挂怀 当时我一家人逃出了县城 逃到了高家村 至今小女仍在村中 未敢返回县城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那白水王二真是可恶 将孩子的学业都耽搁了 小女返程后 在下定当尽心 将学习给她补上 我女儿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来县城了 又特么少赚一笔学费 王先生 我这次来找你 便是请你帮个大忙 想请你去那高家村 暂住一些时日 帮我解决一下 小女的学业问题 这又怕不妥呀 在下还有另外几名学生的 若是去了高家村 丢了另外的学生 在下于心不忍 虾仙知道 这老头在放屁 这时候 只要一句我加钱 就全部解决了 虾师爷 你这是何意 让王先生 跋涉几十里去高家村 招车劳顿 不给您一些辛苦费 怎么能行 这怎么能行 我怎么能因为你给的钱多 就不管其他的学生了 夏师爷 你这行径绝非圣贤之道 犹如斯文 无被读书人 有笔墨 稚气与拳头 我绝不会 看人真准 在下 这就收拾行李 夏师爷 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在高家村逃过一劫的白先生 也要回去重拾白家堡 乡亲们极力挽留 白先生担心白家堡周边的村民 想要回去主持大局 高家村的救命之恩 我白某记住了 以后高家村有困难 我第一个帮助 白先生既然趋一已决 不妨出城看看你的马车 来到城外的白先生 看到马车上的大米 还有面粉一乐 白先生 这是天神大人恩赐给你的粮食 你拿去多接济周边的村民 当然这点粮食不够 你回去派人派车 多拉一些回去 没粮了 就来高家村取粮 帮老百姓渡过难关 天尊仁善 我白某一定不负所托 天神大人说了 你救的每一个百姓 你要告诉他们 救他一命 日后不要拿起刀子 去杀害别人 天尊大人说的是 做奸犯科之人没有资格 救人之实 教义得知 老三 这王二对高家村这么偏瘫 肯定是被村离人手卖了 大哥已经被我卖房了 二个以后你就是大哥了 这高家村言这么富有 咱们得想办法 搞上他们一炮啊 高家村的兄弟们 我是王二部下的 星星兄弟 星星 我认识你 你不是打劫我们的黑猫吗 黑猫好汉发生了什么事 夏师爷救救我家大哥 二当家的跟三当家的 想攻打高家村 大哥不云 两人联手暗算了大哥 大哥受伤被关押了起来 求高家村救救我大哥 可恶 王二大哥那么好的人 居然被人暗算 对啊 没想办法 救救王二 多安静 现在不仅仅是救王二的事了 而是我们需要自保 用不了多久 反贼就会攻打高家村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准备啊 所有人立即备战 不会这么快的 他们知道高家村的城墙皆是 他们只会来夜袭 虾师爷 白天打仗 我们会一点了 但是晚上打仗 我们还没有试过呀 我们总不能一直不睡觉啊 这可怎么办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读书我还行 大仗 你们去一个人请白先生过来 白先生知道怎么应付 大家都离远一些 天神大人送我们一件仙家宝器 虾皮看着桌子上没了气的打火器 拆吧拆吧 弄出块打火机电子 心想这玩意从小都玩 对普通人都能见语多 如果用在小人身上 岂不是跟雷屁啊 要是以后谁发誓 我就用这玩意劈他 这是何物 如此方正 怎么还有一个长长的东西 这难道也是尿尿用的 这东西真是又长又大 我要是跟它一样就好了 狗蛋 告诉大家 此物你们用头顶撞 那个黑色按钮 对了 这个长的方向千万不要对着自己人 这是什么东西 对着人就成这样了 这这这 这是什么仙家法器 怎么还能电闪雷鸣 难道雷公用的就是此物 天神大人厉害啊 居然把雷公的武器都抢了过来 我滴个乖乖 这要是尿个尿不把鱼都垫死了 到了晚上 王二部下的山贼偷袭高家村 然而村民已经偷偷埋伏在村口 前面的山贼才刚摸到高家村口时 直接用雷电发射器 给小人们来了一个原地步骤 由于小人们挨得紧 这电流直接灭了一半的小人 吓得山贼当时就投降了 剩下了这么多山贼 怎么办 全部都嘎了吗 天尊有力 这些人既然犯错了 就要受到惩罚 天尊要他们在高家村采缝刃机 缝刃机为何物 为何要采他 所谓采缝刃机 就是劳动改造 天神说了高家村百废待薪 这些人以后就是劳力 也可抵御其他山贼 那需要干活的地方可太多了 这么多人吃饭也是问题啊 天神大人说了其他奖励没有 所有劳力都是管饭的 害管饭 这那里是左落啊 这不是相守神货吗 居然还让吃饭 确定这是惩罚不是养老 感谢天神大人 这群人就全部游家事业安排了 哪里有劳动 就让他们去哪 太好了 咱们就是雀人打造大量的铁甲 也需要制造彩石伐木砍柴 需要做的是多不省住 可是这么多人 他们住哪里呢 听完这话的虾皮 直接空降了一个街 大家都在惊讶兴奋的时候 却忘了一件事 虾师爷 白老爷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呢 我家大哥再不救 怕是快粮了 有天尊保佑 去山里救那王二又有何不可 我立即点起人马 杀进山中救你的王二大哥便是 白先生 要去你去吧 天尊大人不喜欢在别的地方显灵 只有在高家村才会亲自出手 什么 此事当真 我也不敢肯定 但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不然你在别的地方听说过天尊的事吗 问你吗 你特么为什么不早说 我吹牛皮的时候 你怎么不拦着我点 现在怎么办 干嘛吼我 难道你 你怕了 哼 我白帅彬彬彬君子 文武双拳精通六意 会怕区区几十个山贼 高出武 正大牛 张三 李四 还有村子里能打的年轻人 拿上武器 跟本爷公上山去 随手给小人们一辆摸交车 结果全部都用车 还没下车就都吐了 村里的人们看着这东西就觉得恶心 此物是何物 为何跑起来速度如此之快 坐上去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难道这是神界的马车 为何没有马呢 此物怕是比汉靴宝马还要厉害 拉了半个村地人速度还是那么快 天神大人说了 此物名为公交车 此物可日行千里 神界都说用此物出行 如此神物确实是好 不过此物吃什么喝什么 我们要怎么养着它 天神大人说 这东西不用吃东西 百公里一块变子 电子是何物 我们从未听说过此物 哪里能寻得到 此物就是电子 如果公交车不走了 更换此物便可再用 神物就是神物啊 天神大人说了 训练几个马夫 专门驾驭此物 村民们听到后 纷纷报名当司机 这公交车在村子里面撒了欢迎 横冲直撞 每一位村民就熟练 掌握了驾驶技术 这里天赋最高的 还得数狗蛋最厉害 就像天生的老司机一样 狗蛋啊 你已经会熟练驾驭此物了 不如去烫我白家宝 帮我拉鞋家丁过来 我好去山上荡平反贼 救出王二啊 这样吧 不用来回跑了 带上村里人 直接去白家宝接人 然后直奔山贼 你们再磨叽一会 王二都凉透了 说完这些话 人们纷纷上车 狗蛋直接一个弹射起步 公交车就冲了出去 玫瑰就撑出了 造成像的事业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 虾皮发现自己的事业 居然在跟着载具刷新 这居然也行 我要是多给他们搞电载剧 是不是可以看遍整个大明 这样就好玩了 这边狗蛋这个铁汉汉 在这一眼 看不到人的地方拉着半车 以一百麦的速度表演 有天下山 眼看前面有个小山坡 也不带结束 然而一个飞跃之后 就傻眼了 这这这 怎么全是人 话还没说完就撞人去 糟糕 白先生 我们撞死了一大片人 要不要停车 不能停 快跑 对面凉火人会打死我们的 都愣着干嘛 最任被党才的冻血 撞死了打板 干净骚挡鱼贼 原来这是朝廷的官兵 在追拿一股 由小霸王带打的山贼 本来打得好好的 狗蛋一来 就把山贼撞飞一片 刚才的东西 绝肥刃检之物 莫肥是田匠圣物 诸我挡拼贼口 此时的狗蛋一行人 就跟吃了大力 一口气就冲上贼窝 山贼哪里见过这种产 逃跑的逃跑 被撞死的撞死 轻松的就出了王二 顺便把王家村的几十号人 全部带回了高家村 这家伙伤得很重 不会要两了吧 白先生你会一输吗 当然 当然不会了 在下无能为力 你见多识广 这情况伤到内脏没有 你总能看得出来吧 在下只是一个区区君子 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啥也不是 这么装 你不懂就直接说呗 没事 我命硬死不了的 有没有锅底灰 给我伤口上磨点就没事了 天神大人 赐下神药 你死不了的 随后抹上药的王二 金元地付 一个鱼打挺 就跃上房顶 我王二又回来了 这是什么药 这么厉害 听高姑娘说 好像是这么咸药 港菜还是从田上掉下来的呢 我这是在高家村里呢 是的王好汉 我们把你救回来 接到高家村来了 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 我不能在这里养伤 我是杀了官府的大反贼 若是被人知道高家村庇护了我 会给你们带来天大的麻烦 朝廷大军 医到所有人 嘎无葬身之地 有何 怕个锤子 咱们村造铁甲的事 应该没人知道吧 你这个蠢货快住嘴 这是能随便说的吗 多谢高家村 一而再再而三的相助 我王二欠你们的态度 越是如此越是 不能连累你们 兄弟们都跟我离开高家村 天神大人 不知您可愿保王二 那他就算留在咱们村子里 也没什么问题 朝廷再厉害 还能比天神大人 您厉害不成 就是不知道天神一下如何 天神说 如果他愿意留 护他周全 但如果不愿意留 尊重他对自己人生的决断 王二多谢天神大人的好意 但还是让我走吧 你不是坏人 你杀官造反 也是因为官府强良 你这样的人 是有资格过上好日子的 为何不肯接受天神的好意 可我的手下杀人放火 我又有何连面 在你们面前自称好人 我配在高家村 享受天尊的庇护吗 这是天下出了问题 朝廷出了问题 随后王二带着手下们 离开了高家村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无法适应这个巨变的年代 还想给小人们人工匠 结果领域开大 差点把明朝变成亚特兰第四 小人们全都跪下 跟我说好的 天神大人 我们只会装机 不会养鱼啊 天神大人 这是天上漏水了吧 这龙王干嘛呢 憋了三年了 这是憋不住了尿急吗 大家快看 龙王显灵了 我看到龙王了 今年一定是讽调余顺啊 上次天神大人拿了雷神的法器 这次又请来了龙王 天神大人真是666啊 我去 没考虑到这东西 水流这么大 看来下次都用喷雾了 不然大明真成亚特兰第四了 不后了 不后了 心上忍得闲领来了 立咱们不倒亮丽地 快通知所有村民把铁甲藏好 天神大人自立神物也统统藏好 别让贪官看见了 省得节外生之 怕什么啊 消消官府 天尊一巴掌就把贪官排成肉兵了 有什么可怕的 你在村子里这么久了 还不明白天尊的办事风格吗 他可不会不分清红皂白 就给人一巴掌 若非穷穷极恶之谱 怕老人家是不会出手的 新来的县令 好像是个雪妇舞车的家伙 脑子转得很快 不好糊弄啊 那瞎师爷打算怎么应对县令呢 我编了个故事 说这个高家村是瞎老爷的家业 我记得天神就是姓瞎的 所以这里就是瞎家了 你记清楚了 我是瞎老爷的大管事 你是瞎老爷的大夫人 千万不要穿帮啊 嗯 天尊的大夫人 这这 这个想想都激动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想屁吃 脸红个啥 能不能抓一下重点 我让你扮瞎夫人 不是让你扮天尊夫人 这个瞎老爷 就是我虚构的人 根本不存在的 那也是天尊的化身啊 高夜姑娘 你这样可就让我难办啊 总之你就多看少说 场面交给我来应付 天尊若有什么指示 你小声说出来 我邻机应变 这是为得天尊恩准 会不会太不要脸了 挺有趣的 你试试看吧 嗯 这种是您真的应远了 必须的 这个天尊看起来好高兴的样子 仙尊原来喜欢这个调调吗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这么大的高家村90米的城墙 比皇宫的城墙还高 不可能不引起官府的注意 要如何解释他的来历 还真是得费些脑子的 亏得有我家师爷的谋划 不然这一村的铁汉汉都得凉郎 哇 县尊大人 这个村子极其富裕啊 都修了这么高的车墙 这倒也好 本官更有信心在这里寻求帮助了 县尊大人大驾光临 咱们家真是澎壁生辉啊 阁下 这里是 子弟名叫高家村 而这村子是高家村的虾老爷建造的 在下 是这虾家的管事名虾县 嗯 你们这虾家的底子有点厚啊 那是自然 我家虾老爷那可不是普通人 虾家在此地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 啊 一千年 那就是唐朝 莫非是李世民的亲戚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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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肥的羊必须耗点羊毛才行 嗯 我自己一个村姑 居然有一天能见到县尊大人 幸好我是练过的 我得稳住 不能弱了气势 否则事情谈不成 这位便是咱们家老爷的大夫人 这位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县令 嗯 好大的架子 恩我一生就了事 哼 梁大人 不知您远道而来有何见叫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没钱 拿点钱花花 咦 这么直接的吗 我准备的三十六计都落空了 既然这样呢 我就 没有 最后虾皮直接让虾县拒绝了此事 因为就算给了钱 最后还是落在贪官手里 老百姓连一个铜板也不会得到 最后与县令谈好 送出去的粮食用来镇寄灾民 随着救灾的进行 村子里的视野增加了一倍 都能看到旁边的镇家村了 为了能让两个村子来往 虾皮决定给他们建造一条高速公路 两个村三公里 也就是要弄出个长十五厘米 宽七点五厘米的就行了 这么宽的马路 可以再安装一个铁轨 我不就是大明高铁发明第一人了吗 天准这个险气是何物 一眼望不到尽头啊 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天神赐给我们一条连接高家村和镇家村的道路 这条路现在不能用 七天之内任何人禁止靠近 大伙明白了吗 若是有谁敢违反天神的法旨 天尊的法旨哪有人敢违背 找一些人 然后在鲜路旁边来回巡逻 别说人了 七日之内连动物都不能放到路上去 摆住就往死里打 随手给了小人们一盒擦炮 威力就堪平和武器 结果第二天擦炮就返潮了 怎么也点不着 这时候正好来了五千山贼工程 老大你看那就是密高的城墙 那就是高家村 这里听说很富有 昨日仙灵还在这里接了好几大车两师 这里为何会有这样一座秤翅 秤枪无烟流色的 还怪好看的 不用管这些 赶紧攻下这座城 以后我们就要了自己的城灾了 山贼知道这里很富有的时候 眼里都冒了绿光 当下就派出一千山贼工程 现在让村民用AK直接火力复杆 虽然尖敌一千 但是却没了弹药 剩下的山贼只好决定围困高家村 准备找机会一举拿下 先尊大人就救高家村吧 高家村被五千山贼围了 现在村里弹药不足 再工程的话 怕是要凉了 先尊大人啊 还有没有什么大宝贝借我们玩玩啊 你们还记得我给你的巨型火药吗 留着它有什么用 怎么 留着过年给我当炮杖啊 天神大人 我当然是享用了 可是我们无论怎么点火 火药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难道火药过期了 我知道了 看样子是你们储存不大 反潮了 这样我还一物 此物在我年少的时候 可是我的大大大宝贝啊 说完虾皮 找到了过年留下的窜天红 想来这东西用在这里 怕是相当于洲际导弹了 天神大人这又是何物 我看此物样貌有些奇特啊 此物名为巡航导弹 使用之时点燃尾部的小尾巴 并大声喊道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它便会一飞冲天 可万军之中 取敌人手机 可以精确到指哪打哪 此物当真如此神奇 想我多年学习 也是闻所未闻啊 天神大人 此物如此厉害 能再来几个吗 这萧萧高甲村 就凭着救世密的撑枪 就想让我们无钱浩瀚为而省举 监制就是迟人索猛 我有五百万种防发 拱打你的秤斥 老大说了 这一次全部给我出击 一举哪吓 鸡全部流 冲啊 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们 村民们不要怕 我数到三点火 三 卧槽 土匪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天空滑翅 众人纷纷抬头 就看到一排排屁股 冒着大瓷花的东西 在天空飞舞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桑音如此尖略 这东西我好想在什么书上看过 好想叫什么皮皮铁 你个土匾 那叫油爱服 说话剑窜天猴纷纷落下 落地的一瞬间就炸来了 还没冲多远的山贼 直接全被炸毁了 当场损失了四千九百九十九人 看到这一幕的山贼 纷纷丢归气景 逃向山中 这险家法器就是厉害 贼军被打跑了 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派几个狡猾的人过去看看 确定贼军不会再来了 贼求救其一万贼军在攻高家村 陈虽有一百兵力 但是与高家村共存亡 组织民团向勇 砍树伐木 制造洲际导弹以抗贼军 不行 若把这个写上去请攻的话 万一皇上看到了 肯定问我洲际导弹为何物 然后再让我把这玩意 送去京城给他看 那不就暴露高家村 有神仙庇佑了 就写尘以一人之力 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 我真他喵的是个人才 山贼作乱 高家村周围的村民 都知道这里有天尊保佑 衣食无忧 于是陆续来投靠高家村 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姓名 特长 我叫瞎扯淡 我是隔壁村的 我的特长是特长 什么特长是特长 我问的是 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对呀 过人之处就是特长 特别特别的长 有九十米那么长 天尊大人快来 有人调戏我 让虾线给我造大 这人比虾线还减 好嘞天尊大人 你就瞧好吧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虾线 你不是缺一个师爷吗 这个瞎扯淡 看起来是个读书人 就去你那吧 好好调教一下 大家今天共会敌军 我带了一壶好酒 我们不醉不归 你就拿着一坛酒 还好意思不醉不归 扣门 一人能几口 还不够解馋的 是啊是啊 我一口就能喝八坛 这大汉三年 有一壶就不错了 地猪家也没余粮了 不就是酒吗 可以给他们安排一点点 大家快准备器皿 天神大人 要赐给我们 那天上的神酒了 卧槽 好香啊 不行我先来上一口 这酒这酒 好大的劲 我去 忘了 明朝还没有高度酒 不会喝咋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酒 为什么从来没有 喝过这么猛的酒 我这是怎么了 想当年我八十碗 都能打死一头老虎 现在怎么一口酒 就差点过去了 你们懂什么 这是天神大人 给我们的神酒 这应该就是 穷江玉叶吧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你就是怂 喝点小酒 怎么就不行了 你大爷 高出五 你们两个真是小垃圾啊 我现在就再喝一口 我就不信了 不是吧 电视剧可不是这么演的呀 不是都是对坛子吹吗 这怎么一口酒 就能成这种样子呢 看来古代没有高度酒啊 那下次给他们喝啤酒 喝啤酒喝不醉 这时候就看到一群 衣衫褴褛的人 朝着高家村走来 现在的高家村 不能随便一方 不认识的人就能进来 在城外转又可以 进来可不行 谁知道是好是坏 大家都得看好了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不是本村的人 不可以进村 请问这里是高家村吗 没错 这里就是高家村 就算你认识 也不能进来 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高家村了 终于是找到了高家村 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 哟哼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有什么事 我是高家村的管事 你们有什么话 可以跟我说 我们是显成难辩的 世家装了人 我们走了 宅汗没迟了了 就到显成七掏 但是前领捞叶 这轴实在太习了 也就额不撕 还是吃不包 后来听说 高家村的侠捞叶 是个闪亮刃剑 原来是过来讨食的 出你去拿点吃的 送给这些人 我们听说高家村 有一种叫做 劳改犯的长工 只要干活 就能天天吃饱饭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请管事的 收了我们 做劳改犯吧 管事 我们赶货骂你 很卖命了 能搅带任何事 我们都能给你 做了拖拖了 要不能就让我们 闲闲做散铁了劳改犯 事实你就知道了 诸位你们有所不知 劳改犯这个玩意 指的是犯了错的人 用劳动来偿还犯下的错 那可都是有错之人啊 想起问 这犯错的人还官犯 还没见过这种要求 拨贤去把它打一顿 看看是不是整了 是整了 你们就一欺上 这要求确实没见过 不过你别太用力了 打一顿就行 你是笨蛋吗 助手别打了 我的意思是 你们大大的好良民 没必要去做罪犯的伙计 我给你们另行安排就是了 是这样了 还有比捞该犯 耿耗了柴市啊 咱们高家村 有许多需要下力气的火 需要大批短工 既然你们愿意来干活 当然不会有拒绝你们的道理 这样吧 把工钱先谈好 再谈做什么事 你们不是罪犯 是有工资的 包吃包住外 还要发放一些工钱 还有拱茜 卓爷太好了吧 早知道走中一天了 没准张工欠 工钱就每个月二十斤面粉 两斤猪肉 二两盐来算吧 卧槽 这就是你说的不多 这已经到底我都不敢相信了 我知道了 素商所这叫什么凡尔赛 工钱不多是真好啊 真是太好了 刚才揍的那个刘夏 这是本师爷自出镜以来 你是第一个揍我的人 其余人给我走 带你们去领食物 刚破完贼军的成大将军 正在被一群锦衣卫追杀 这成将军一边跑 还偷控反省杀死一个 离自己最近的锦衣卫 我操 该死 这点子有点扎手啊 这家伙武艺有点厉害 老子的武艺 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岂是你们这些精诚力 看戏听区的闷怂可比的 你才能打又如何 就凭你一人一刀 还想与所有锦衣卫 康衡不成 劝你放下武器乖乖跟我进京 好好向皇上解释解释 你谎报军情的事 你当我成旭是三岁小孩啊 跟你们进京老子死定了 就算没罪也得驱打成招 你还有脸说无罪 前些日子你在城城县城门 刮的人头究竟是谁 自然是白水王二的 方批白水王二率领三千贼军 攻破了一军县城 然后继续北上进入了洛川县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王二被老子追出城城县的时候 已经身受重伤 身边只有一百人左右 怎么可这么短时间 就三千人攻破大城了 这些情口承认了吧 你根本没有杀掉王二 我当时谎报军情 是为了震慑其他贼寇 事实上我也成功了 我荡平了城城县所有贼军 死到临头还说自己无罪 玩犊子了 这回怕是要死了 你们五个给我伤 拿下他 什么情况 一向听闻城旭是个耸包 却没想到这家伙武艺高强 有没有搞错 既然武艺高强 尾身还耸成那个鸟样 你们所有人一起上 好玩了 人人都说城旭是个大耸包 一打仗就想着跑 没有必胜把握就不敢冲 没想到这家伙武功这么厉害 这人对高家村有大用啊 说着虾皮 就把手伸进了箱子 然后伸手对着旁边的神 就是一巴掌拍了下去 顿时地震山影 山谷上乱石链前 瞬间砸死了一片锦衣卫 山崩来了 快车快车 天神 你不要我呀 天神 你不说是志气 有本事 你从天上下来 我供养的小人国 全都指着天空骂我 只因为我随手 送给他们一个野生蘑菇 结果全都中不出现了幻觉 天神大人不要啊 人家要明媚正确啊 你真是太讨厌了呀 哦 有问题 天神大人求求你放过高家村人吧 你已经快把村里人吃完了 天神大人让天兵天将 攻打高家村了 快逃啊 什么狗屁天神 每天就知道偷看高夜洗澡 你道德败坏 你有乳斯文 你你你 我你妈 别人都是编的 你小子居然实话实说 你小子到底重没中毒 天神大人求求你了 不要杀我娘 这这这 我寻思好不容易 弄点野味给你们尝尝 这没想到你们吃个君子 还能成这样 我这吃顿饭的时间 就成啥了 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对了 吃进去的吐出来就好了 我也是为了救你们 原谅我呀 旺财过来 吃根胡萝卜 这个你说了可不算哦 旺财你大爷 你几天不拉巴巴了 你不会把小人给我熏死吧 村里的人因为中毒还在漫漫不止 这时候就看到天空变了颜色 一股黑色的烟雾 从天空席卷而来 吓得村民 大喊天神 这兔崽子杀人灭口了 还没来得及跑就飞雾轮照 听到飞雾里 传来了各种怪叫 飞雾散去的时候 村民们都在狂吐不止 这是什么东西 填上的厕所漏了吗 这是 想我一世英明神武 居然被这臭气熏得如此不体面 这神仙就是不一样 拉巴巴都比我的臭 救救我 救救我 我被这根捆仙绳捆住了 旺财你大爷 昨天的昨天我省得金针菇 是不是被你吃了 你看把初五兄弟弄的 对不住大家呀 那个蘑菇我没想到 你们吃了会中幻觉 吓死我了 我就说嘛 我这命态不好了 刚从解一位这逃了 就遇到天兵天教 好夜死了 刚才要是真的就好了 天神大人 不会真的偷看高爷洗澡吧 高爷 我有话对你说 先尊大人 你能下来吗 我这样抬着头很累的 我就是口嗨一下呀 先尊大人 你真的能下来呀 虾皮在这几个月里 拯救的小人太多了 获得了能进入箱子的能力 并且可以选择缩小 先尊 你不要这样看着人家 这样的感觉真好 小夜 程序开始训练民团了 但是我却很担心 程序的到来会加快民团的成长 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厉害 人这东西啊 一旦有了力量 就容易变得膨胀越来越嚣张 慢慢变得飞扬跋扈 最后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变得像那些牙医官兵一样坏吗 如果任其自由成长 最后必然会变成那样 因为这个世界都在教他们变成那样 我不要 我不要狗蛋哥跟虾线变成那样的人 我也不想他们变成那样的人 所以我要教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我 我怎么能做得到 程序教他们武艺 你去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你要给他们上课 上思想课 每天训练吃饭睡觉前 都要被识变 我们是老百姓的兵 处处为老百姓 趴地兔本是一个陆林好汉 几月前 王二启示造反 趴地兔也跟着反了 但他没什么威望 没人肯跟他混 他于是去寻找王二 然而还没来得及找到王二 就听说王二被嘎了 老子现在不敢回家 也没找到异军组织 吃了几个月的野菜 怕是要凉啊 这是哪里飘来的香气 这个城好大 肯定有吃的 真是天不亡我趴地兔啊 行赖的 你是敢骂的 来讨饭的 你去那边 瑕石也在防范 兄弟你是来高家村找活干的吗 我趴地兔 好歹也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 打短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的 只有参加一军做个猛将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 木将村里急缺木将 最好是懂得做手务的 工钱是每个月玉米和面八百斤 肉一百斤 不会木工活的 也可以做学徒 待遇一样的 我会木将活 我愿意干 我我我 我不会木将 但是我愿意做学徒 虽然我趴地兔有原则 但是他给的太多了 我这边要一群羞辱的工人 不需要技术工种 就是挖石头 挖泥巴 工钱按天结算 包施柱 一天再发一百斤面粉 包施柱一天一百斤面粉 这活我能干 我力气很大呢 喂你这家伙 刚刚不是在我这里 报名做学徒的吗 我想做更适合我的活不行吗 要去挖泥巴就随你吧 一二一二一 沙沙沙 我去 这个队伍好啊 这个队伍还缺人吗 我想去那边 你怎么回事 能不能从一而终 那是民团 还没对外招人 要的就是本地值得信赖的人 你这品行还想进民团 你是民团交习吗 能不能说我进民团 我一个能打八千个 人送外号巨能打 天神大人 没想到你居然长得如此英俊 小女子好害羞啊 这高叶怎么长得如此好看 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这就是神界吗 神界的东西 好奇怪啊 这里就是我的家园 也是我热爱的地方 喜欢吗 喜欢的话可以留下来 喜欢非常喜欢 我要留在天神大人身边 四日清晨 村里的短宫围在一起 中间躺着一个人 额头上有血而且昏倒了 看样子像是被人打破了额头 这是石老师啊 他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 我刚才乡过来 学柱子做柱了 就发现石老师躺在地上了 头上还在溜血 哎呀赶紧叫大夫啊 不然以后就凉头了 咱们村里那里来的大夫啊 就在这时候 昏倒在地的石老师居然醒了 还妙的 老子被人给抢了 什么情况 你仔细说说 今天大庆早 我从家里领个 一袋子面粉一块油 想去寻里 找个铁匠师傅 送个白室礼 还是这老师脑子后事 还知道送礼 这师傅已高兴 他不就变成铁匠 那弓箭岂不是蹭蹭的飞 没想到 刚出屋子没多远 就被人一把 拓进了苏林 接着就有四五个 凶贤恶煞的家伙 拿着棍子威胁我 让我叫出面粉哏哟 我不肯 他们造死打我 拿着东西就跑了 我去 不怀死妖妖 贼妃来了吧 称称显的 废话好不容易才小停了 真是没问了 大家别吵 这种事 我们要跟虾师爷报告 让村里派出民团来管吧 这时候 帕迪兔就跳了出来 兄弟们不要慌 村里会不会出手 帮我们写先不论 咱们自己难道 就不能出手吗 这位兄弟师 老子名叫帕迪兔 也是采了个短工 但是老子跟你们可不一样 我这是从没所过 你们还没看出来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流寇 就是一群小村贼 来抢东西罢了 兔爷分析的优道量 你们听本兔爷的话 你们几个拿着棍子 然后跟着兔爷来 咱们去把 石老四的东西抢回来 不然今天抢石老四明天 就敢抢账了我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兔爷说的对 必须收拾他们 兔爷你知道 贼人逃去了哪里吗 本兔爷江湖经验丰富 只需要看一眼地上的脚印 脚印呢 特么的脚印呢 跟高业友好交流的虾皮 从梦中醒来 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正好此时的视野 可以看到那群人 就伸手在地上 给他们画了一个箭头 快看 天尊给我们指引了 兄弟们跟本兔爷来 有天尊之路 咱们定要将 石老四的东西抢回来 很快就来到了 那几个人附近 他们正在生活 准备烤肉 呦哼 哪里来的蠢贼 敢打我们短工的主业 还敢抢我们的东西 兄弟们给我上 兔爷这几个 蠢贼已经致富了 东西也抢回来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几个饿了 几天没东西吃 所以就来抢我们的 江湖好汉 劫富济贫 那是好事 但是你们不讲武德 劫贫就不对了吧 你们自己看看 这位兄弟也是个穷人 真要劫 你们杀进京城 去劫皇帝老儿啊 我就当你们是好汉 你这么厉害 怎么不去劫皇帝老儿 只知道叫我们去 我本来是打算 跟这王二大哥 打遍天下 最后把皇帝老儿 劫了他 但是走到这高家村 不知道为啥 怎么就成打工人了 石老四 他们打了你 你来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被强的动机 要回来了 这些不就是犯罪的人吗 送去当捞该饭吧 让他们用唠洞 唱唤自己的嘴果 好 把他们几个充当劳改犯 兄弟们 我有件事 想请大家帮忙 兄弟你就说吧 你带我们找到坏人 你需要帮忙 我们肯定帮你 对对对 我想加入高家村的民团队伍 但是他们不确定 我们未来的人品 不敢收我 求你们带我推荐一下 在下多谢了 兄弟你放心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 这帕地兔 倒是一个 有一腔热血的妙人啊 不错 很适合加入民团 对了去看看 高夜在干什么 你看这是弄的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大中午就洗上了呀 天神大人 你怎么又偷看人家 你真是太坏了 高夜 我找你是有个事情告诉你 短工里有一个叫啪地兔的 可以让他加入民团 好的 我知道了天神大人 你还没看够吗 当然没看够了 不是我是说当然不够看的 也不是 那啥你想来仙界看的吗 我可以去仙界吗 你愿意的话 当然可以了 我随手给小人们的乐高城墙 结果第二天就被大火烧化了 村里的小人都想哭了 只因为又来了八十万山贼 攻打高家村 不好了 城墙失火了 高家村这次怕是守不住了 不应该啊 天神大人自给的城墙 怎么会失火呢 大家不要慌 我啪地兔在这守的 我一个可以打八千个 不就是一伙贼人了 我带民团杀出去就行了 陈旭大哥真是威武霸戏 这种气势就是传说中的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吧 必须的 想当年我一人之力 截杀几一位 成将军就是威武 居然一人之力 抵抗八十万贼军 真是神勇啊 神勇 你说多少人 八十万人 等一下兄弟们我尿急 我先上个厕所 大哥大哥 我被人打了 什么情况 还有人敢欺负你 没报我的名号 大哥 几天前我看到一对商旅 领头的是一个女人 拳法特别厉害 好像特别有钱的样子 我当然要上去抢了 没想到那女人一个人 就打败我三百个人 还给了我两刀 老子也给了他一刀 不算还吃亏 我必须要报仇 莫不是 文明山西的私言贩子 行红囊 没错肯定是那家伙 行红娘伤了三点 还砍死了我们好几十兄弟 然后跑去城城县了 砍了我们的人就跑 岂有词礼 城城的程序 听说是个很角色 以前都说 他放出的假消息 据说城序可谓是战神 先打败白水王二 又杀了锦衣卫的大批人马 杀的所有人 都不敢靠近城城县 不用怕大的 城序已经被锦衣卫杀了 听说朝廷真是有趣 好不容易出了个能打的将军 锦衣卫就帮咱们杀了他 皇帝老二是帮咱们这边的 那还等什么 赶紧召集 我的八十万大军 进攻城城县 不好了不好了 杨河贼来了 贼来了 离这里还有多远 大约多少人 贼君正在从东坡乡上爬 离正家村 还有四五里山路 人数还不清楚 我提前一步 前来报告 让村子里有个准备 棉团着装 然后在村口集合 等我下一步命令 狗蛋叫所有司机把公交车开来 所有人出发 城教席等等我 我也给你一起去看看贼君 这是高家村的事 你们没必要冒险的 我的手下说 那是二村的队伍 我这条胳膊上的伤 就是把二村所赐 好的 你们也上车吧 大姐大 他们这马车好大 我们这么多兄弟 一车就够了 确实是太好了 如果我们能有一辆就好了 这比马车效力高太短了 打完这仗 我去问问能不能搞来一辆 城教席 你看伞下那些人 这八十万人 怎么会这么多的 几个月前 白水王二造反才几百人啊 到了无上明王跑出来时 也才一千多人 这才过了不到 半年贼君就八十万了 这正规君也打不过啊 前几天我碰到二村 他才八千人啊 被我带着地舅们一冲打散了 怎么一转眼就八十万人了 城教席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民团还没训练好呢 就那几个瓜怂 对抗八十万人 这不是扯呢 这不撤退想屁吃呢 撑脚戏 这不是那石头 炸他们的好机会吗 我虽然本也知道 我们占着地理有势啊 贼君势大 不能立敌 我们应该别惹他们 迅速的撤离 现在还来的 急回高家村 现在赶紧组织高家村撤离 若是用石头砸 只会影响撤退的速度 我们就来不及 带上村民跑路了 帕哥屁啊 我们打不过的时候 天神打人回来帮我们的 你想想高家村 这还怕个毛线 所有人准备大石头 带我一声令下 砸他们个稀巴烂 我呸 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明明都打算撤退了 怎么突然就来劲了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自信 兄弟们时机已到 丢石头 我去 这是哪来的武装 怎么火力这么猛啊 让兄弟们先撤退 我想想办法 停 贼军撤了 贼军没走 你们看那些山贼在山脚下 重新整个乱军了 情况不妙 他们没有放弃 呦 这群贼军还赶来 我就把他们炸成邪巴烂 强交戏 能用的石头已经搬完了 现在没石头可用了 看到这一幕的虾皮 没有慌张 随手把瓶十点外卖 剩下的一次性筷子 用手掰断放了进去 不用怕 这里还有原木 一会儿我再给你们一些巡航导弹 这这这 从天而降的木头 刚才看到行红娘了 山是扔石头的那伙人 就是他的部下 当真 你看清楚了 我当时走在最前面 快上去的时候 一仰头就看到 那些行的女人 正在山顶上看着我 这彪悍的女人 居然跑去跟民团联手 对付咱们 简直岂有此理 陆林的叛徒 等咱们摸到山顶 从背后杀过去 让他们没办法 带人滚木 大哥到时候 你带主力从正面上去 两面加工 把那个女人生情活捉 我要让她后悔 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大哥帮你活捉那女人 阿尔春 老娘看到你了 送你个大宝贝 行红娘这个滚木阵 直接让这四万人 全军覆没 而在正面乘去那山贼 还在遗迹 就在此时 城城新上任的 寻补方无尚 带着几万官兵 前来支援 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方无尚一人 冲入人群中 打开沙戒 世上居然有比我 还勇猛的巡检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以为人人都是上任 巡检程序那种软柿子吗 那种见贼就逃的武官 才是异类 我觉得程序人挺好的 年轻帅气武功高强 据说可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认为这世上 就程序最厉害 那都是他自己吹牛的 程序那货 就是跟江湖传言一样一样的 就是个小面瓜 谁想捏就捏 这个巡检是谁 这也太能装差了 给我去灭了他 小小毛贼 今天我感冒了 等我感冒好了的 风景 扯呼 蠢贼 记住你爷爷的名字 程程勋剑方无上 有老子在程程献一天 你们休想踩上 程程递界一步 他瞄的你又不是程序 我怕你个鬼 把老子说的 还不如程序 拿个谎报军功的软柿子 拿着获谎报王二死讯 夸大贼军规模 其上瞒下 一份奏章上全是谎言 他的军功都是自己口嗨出来的 就这种货色 还配跟老子的名字放一起 我尼玛 首领不好了 你老弟他们几个全部都给嘎了 官兵已经来了 势不可为 撤退 山贼撤退 高家村再没有让虾皮怎么帮助的警告下 守住了已经做得很好了 此后一段时间的高家村 都很平稳的发展 虾皮为了给村民进行思想教育 准备让工匠 印发一些杨家将 这种爱国主义的小人书 免费送给村民 先尊我觉得不能免费啊 以前你发放的粮食太多了 现在村里好多人直接躺平了 我们不如趁此机会把他们的钱掏出来 这样他们才会有干劲 有道理 有道理 现在村里的人口已经发展的挺多的了 我觉得可以弄个商业街了 这样村里面的钱才能流动起来 虾皮知道 直接安排了商业街 经过这次山贼又来作乱 虾皮知道该给小人国升级装备了 于是找到行红娘 行姐姐 天尊说找你有点事 想跟你谈 不知道天尊找我有何法指 天尊想要一个火药师傅来高家村 这可不好弄啊 朝廷对火药师傅看得很严的 天尊说行姐姐是个能人 专门做的就是难做的生意 既然天尊想要 一定能给天尊安排上 那边怎么了 怎么还放起鞭炮了 高家村的第二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了 他们在庆祝呢 要是全天下都是这种路该多好啊 可惜这只能先尊提供吧 虾皮也明白 应该让小人们自食其力 于是网上找了一份古法水泥的制作方法给他们 让他们研究 我乃群真派 王真人门下弟子马云 不知师兄有何指教 小道游历天下 路到蒋经路经过成城现实 听说此处有异居士 讲一个叫做虾皮天尊的神仙 说是我道叫真神 小道就有点纳闷了 嗯 怎么说 小道以前从未听说过虾皮天尊的尊号 还以为是自己学识不够 特意又去翻阅了许多点击 却依旧没有找到记载 关于此事还想请师姐指教 原来是这时 我亲眼所见 天尊显灵 肯定是点击没有记载而已 显灵 真有神仙显灵 我活到四十余岁了 却从未见过神仙显灵 出城东北三十里 有一个高家村的地方 师弟可以亲眼去看看 多谢师姐 到马云来到高家村 只是为了求证先尊一事 马云 你没事来我的高家村干嘛 我种在沙漠的缩缩树 都快焊死了 你不知道管管吗 这 这 这真有 仙尊大人 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心不稳了 还请仙尊指点 让我念头通达 仙尊 让你先在村子里住一段时间 以后自会指点 还会有事安排你去做 虾皮早就想趁着闯王没起来时 先把他的狗头军师 宋金星弄到高家村来 正好来了个野生小道士 于是就用这小手段收了他 那太好了 仙尊大人肯定是看我根骨齐江 虾皮已经把出版的书 在商业间卖起来了 生意也是相当不错 虾师爷 有一种书 不知道你能不能印出来 这世界上就没有 我虾线做不出来的书 你说你要什么书 那种书你懂的 我懂我懂 穿天看的图是吧 你说什么虎话 本兔也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吗 难道你不是吗 那你早说究竟要什么 那个 我连密集有吗 我是你仙人 你大爷 这种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有必要这么谨慎吗 害得我还激动了一下 没有你给我滚 行公娘在高家村养完伤后 又带着人出发去西安麦 顺便直接抓了两个火药师傅 回到高家村 高爷你先把这两个人临时安排一下 等弄好他们专门的基地再通知你 好的天神大人 随后虾皮在村外山里的一个山谷中 用石缸做了一个军事基地 用来专门做火药 然后把买的鞭炮中的火药 全部弄出来放到里面 你看那边就是天尊给你们准备的火药基地 怎么这么大 那是仙尊提供的仙家火药 仙界的东西都很大 咱们人间无法直接使用 所以需要你们动手把它研磨吸碎 这是一个硫磺球 这是一个木炭球 消失 这是其实是调配好了的火药 只是每个颗粒太大了 不知道为何不磨吸一些再调配 这不就是你的工作了吗 高姑娘 小人已经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 我会把这些火药磨吸的 然后重新按比例调配成火药 天尊说了 你还要带些徒弟出来 否则火药的产量是高不起来的 你也不用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今后会升你为火药局的局长 负责管理所有的人 工钱比你自己动手时还要高 仙尊真是好仙尊啊 真是太酷了 化的饼比我命都大 我肯定吃 虾皮交给小人们两个任务 一个水泥制造配方 一个弹簧已经研制成功了 为了提高这些小人的积极性 又每人赏了一大块银子 最后找到了马云 仙尊给你安排了一个光荣的任务 有没有问题 包针完成任务 带着这水泥和弹簧去江西 找一个叫送金星的人 把这两个东西的使用方法给他 然后想办法把他弄到高家村 我马大忽悠 不是我马云肯定能把他骗 不是拐过来 也不是师叔劝叔过来 一个月后 城城县令梁士贤又来到高家村 这一次来访 想要 接一些弓箭 要这干嘛 难道贼寇又闹过来了 真的 而且这次还是咱们的老朋友 莫川不沾一 在咱们城城县两度吃了败仗 他怎么还敢来 数日前 白水王二从一军县北上进入沃川县内 一路是如阔竹无人能挡 黄龙山里不沾一一看 没被人压制了 立即又开始搞事情 招兵买马 共计七队人马 呦 现在才七队啊 等李自成的第八队加入 那可就乖乖不得了了呀 那这次有多少人来 这次分了两路人马 估计有十几万人 那县令大人的意思是 贼军打不下县城 眼线来爆 两队人分别向白家宝和冯元镇而来 我坐镇风元镇 白家宝这就你们高家村民团 和白家宝一起抵抗 等县令走后 白先生也来到高家村求援 什么都别说了 天尊什么都知道了 给你的武器人员都准备好了 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铠甲穿起来 检查装备 还有天尊特别主妇的一小包金窗药 少带了一样 我把他围着白家宝跑八百圈 这 这些围禁的武器都够装备一万大军了 还有这么多奶粉油盐糖跟粮食 我们就三百人不至于吧 仙尊说这叫有备无患 穷家俘虏 战术传长 火力覆盖 神仙都这么豪横的吗 哪里又要打仗了 为何不叫我趴地拓 我一个人能打八千个人 随手送给箱子里的小人一个流银 小人们直接寻赏了 我随手送给他们一部飞鱼罐 小人们全都离家出走了 纷纷大喊这高家村不要也罢 然而此时白家宝外的黄龙山中 不占一的第二大队三万人已经到达 相亲们我们现在狠恶没有食物了 但我们不能见人就强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被坏人逼得造反的好人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屠刀 夹在别的好人身上 当我们进了城城县之后 只抢坏的有钱人 要这么知道一个有钱人坏不坏呢 我去和对方谈 谈上几句 我就能大致地看出来 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 灯哥 前面闪脚下就是蹭蹭线了 闪脚下有个败夹包 看起来像是达虎人家 哟 走 我们去看看 在下点灯子 我们三万兄弟没饭吃了 希望大老爷就注意一下 哼 他这是威胁咱们 说有三万兄弟 我们不给的话 是不是就要来抢了 城教习你的意思是直接开干 要不我们下去拿下这两个贼手 这样其余山贼就不敢乱来了 白老爷不要误会 在下没有半点威胁的意思 我那三万兄弟 从清剑县一路来到此地 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了 还吃了很久的树皮草根 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还请白老爷伸出援手 现在大家还没犯下大错 还就得了 开宝门送给他们实弹粮食 白先生他这应该是骗我们的吧 你这也信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如果天神在此处也会先以人善对之 来个人快去高家村 把此事禀报给天神大人 虾皮知道白家宝情况后 查了一下资料 史书上说这个点灯子 赵盛是个好人 觉得如果是真的 救救这三万人也不是什么事 让虾线叫几个司机 运些粮食去白家宝 另外告诉白先生 如果这些人是好人 就送来高家村 我自会安排 随后虾皮选了一个 离高家村三公里外的一个山谷 随手就搭建了一个城镇 然后在城门口铺了一条高铁 直通高家村 白先生和程旭查明 这些人真不算坏人 决定帮助他们 随后带着赵盛来到高家村查看 你并非恶人 回头还来得及 可是我们这三万人 怎么回头 活不下去了 那还不简单 活着有快安置的地方 只要你们有向善之心 自然有办法保你们平安 老大 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 万一是骗我们去一光打击呢 我们想活下去 就只能相信他们 你们先留在山上 我先去看看 如果我回不来 你们就直接攻打白家宝 给我嘎个鸡犬不留 你们终于来了 天神大人已经安排好了 上货车吧 这是什么车 这么奇怪 这么长 这么大 别管了 你就跟我上来吧 卧槽 好快的速度啊 我假发都快吹掉了 我就喜欢你们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去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就是神仙之地啊 但是没有田地啊 你们是外来之民 田地实在难以安排 但无需担忧 天神大人会给你们安排活迹的 保证你们大鱼大肉 只是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么多粮食 与我们分享 现在是灾年呢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 如果没有粮食 最终还是难逃一嘎 你去山谷的另一边看看就知道了 那里是我们的粮仓 全是粮食 根本吃不完啊 再来八十万人都吃不完 这么多粮食 我们终于有救了 福福福 赵大哥 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不对了 我明明没有介绍过我姓赵啊 天尊是天上的神仙 知道你真名有什么好奇怪的 天尊 就在点灯子 还在高家村考察时 黄龙山中不粘一的地牺卓人马 叶不收带着一万人已经到了 你们二当家呢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二当家的下山骤车子去了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说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哎呦 可以啊 你们居然有食 value 我们抢了个打底柱 这了还是登尔当家的回来再说吧 老大 要不我们直接抢了吧 他们都是些老弱兵产 打不过我们的 就在白先生跟点灯子 回到白家宝室 老大 大事不后了 也不收来了 还顶上了我们的量士 骑队本不应该上黄龙山 突然跑来和咱们一路 定是在别的路上遇到挫折了吧 他来也好 我刚刚跟着白老爷 寻得了一个绝佳的所在 可以让咱们安身立命 不妨叫上骑当家的一起 此人到高家村看过了 看过了 他愿意留下来 天神也给他安排妥当了 我看他可能活不到去高家村了 什么 当收进村的三万贼军 大部分已经进了高家村的流水线工厂了 时间过得很快 高家村的麦子已经成熟了 感谢天神大人 今年终于能收获了 开始收割吧 杀 高出屋你私自离队该当何罪 要怎么收拾你这鸟人呢 你自己说是按军规给你嘎了 还是按军法嘎了 这两个选项有个毛球区别 因为你没得选 违反军法只有嘎路一条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你当军队是你家 你想来就来 成教习我们 我们是哪门子军队 我们是民团啊 对啊 他们确实是民团 和正规军部完全一样 诸位我们确实是民团 这一点没错 但是你们看看自己身上的盔甲 看看高家村火药队正在制作的东西 你们身上写满了谋反这俩字 你们可知道天神把我们武装成这样 真的仅仅是为了自保吗 不然呢 不然我们还能造反不成 造反 造反就造反 咱们高家村早晚有一天是要反的 我们真的要造反吗 这话我可不会对普通人说 因为现在对他们说太早了 但是这话必须得对你们说了 你们在穿起铠甲的那一刻 早就应该有这觉悟才对 你们不是民团 而是为天下苍生而战的军队 天下 我还以为最多就是打个成城线 你们都是没有上进心的废物 天尊要救的是天下 你们还不赶紧训练 下次再犯 定斩不饶 也是 好的阿瑟 现在罚你们帮村民哥小麦 就当练刀法了 天神大人 天神大人 出来嗨皮啊 哟 叶宝教我呢 昨天吃完肉加木后 想去直播间给高爷买个花细子梅笔的 结果一听李一哥说 我工资不涨不够努力 买不起他家的梅笔 原来我们一边挣钱养着他们 一边被他们骂做穷鬼 好吧 我只能再熬十个通宵 才能送给高爷了 高家村火药局的第一批黑火药弄好了 李大已经造出了第一把加特林 准备带上所有的铁匠出村去世加特林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通知天尊一下 挺好的事 你们去吧 我们来取点子弹 你们都往后退 退远一些多 干嘛 我拿东西后退什么 我这地方全是容易爆炸的玩意儿 一点火星就能炸 你们这么一大群人过来 不能让你们靠近 来取火要经过天神大人的同意了吗 子弹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去玩的 没有天神发话 任何人别想在我这拿走一颗子弹 经过天神的批准了 那我也得看着你们用 我给你一百发 就必须听到这玩意响一百声 少一声也不成 免得你们少打两枪 把剩下的藏起来 搞不好高家村就出事了 虾皮看它谨慎到这种地步 不由得乐了 这个火药局的局长实在是太谨慎了 我去 这玩意儿有点吗呢 这武器我怎么就听见了一声响 这一发什么时候这么大威力了 不行我要把剩下的九十九发拿回来 这威力还不错呀 明朝就有这种武器了 我直接造反得了 你小子就打了一发 怎么不打了 不打把剩下的九十九发还我 没子弹了 我刚才那不是打完了 你瞎说 我明明就看到你打了一下 剩下的你吃了 一秒钟都几百发子弹 就他那一百发 可不是得秒完啊 高夜告诉他们这玩意儿的正确使用方法 这玩意儿少了一万发 根本听不到响 圣女大人 我有件事想要汇报给天尊 说吧 她在天上听着呢 我们非常感谢天神大人的人善 但在下也在想 若是有一天天神忙于别的事情 无暇顾忌咱们高家村了 我们这三万多人吃什么呢 所以我们想开坎荒地 到时候我们也能自给自足 赵先生 天神大人肯定会答应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土地不太适合开坎啊 虽然我们流民周边的土地平级 但是我们勤劳只要有田种 总能想出办法的 城城这个地方黄土 适合玉米 但是这个箱子就很奇怪了 活物就只有高野能进出 其他的都不行 看来还得在箱子里想办法 对了 这个时候大明已经有玉米了 天神说 你们先放心的去开坎 后面会给你们安排福利的 随手放下了一个三点探测器 帮助小人们改善土地 没想到竟然被他们当成了 齐天大圣的金箍棒 天尊 您这是在玩什么呀 这个巨大的棍子 是您从孙悟空那里 借来的如意金箍棒吗 PH值7.5 这下看来 就可以找到适合这片土地的化肥了 这里有一些肥料 你在这些肥料里 盛出两斤 不可多也不可少 化于水中浇灌到土地里去 今年秋小麦必定丰收 天尊赐大家鲜肥了 多谢天尊 鲜肥是不是神仙拉的巴巴 这一家的田地搞定 换第二家 虾皮刷了一下 拔出探针 于是狗蛋就眼睁睁的 看着那个如意金箍棒飞了下来 又轰的插入到了另一家人的田地 不一块 狗蛋又跑到了那家人面前 天尊有令 这些鲜肥 你们取用三斤 用水化开 均匀浇灌到田地之中 明白了吗 那家人也大喜不望 高家村所有人的田地 都在进行的土壤酸碱度改放 正当虾皮改造的时候 他发现箱子外面的那个拯救指数 刷刷刷地跳动起来 一转眼的功夫 居然连长了五个点 居然可以看到第二个村庄了 高夜在高家村东北方向 大约五六里的位置 有一个小村 那是什么村呀 那不就是正家村吗 正大牛的村子 高夜去把正家村的人 都叫过来集合 天尊有什么奋复呀 大牛保证给您完成 你们刚才看到高家村的人 在耕田准备播种秋小麦 你们好像是有点想法 羡慕的都要快哭了 但是这里没有我们的田地 你们的田地都在正家村 是的 我家有两母帝呢 嗯 你们有想过回正家村吗 一时之间 正家村的人全都蠢了 有点不敢回答 生怕答错 被天尊嫌弃 我不想回去 我在这里帮天尊做事 非常开心 但是我爹想回去种田 他除了种田 没有别的本色 帮不上天尊的毛 只有种田 他才会快乐 是吧 是的 我爹种田是最快乐了 比我喝肥仔快乐水的时候 还要快乐 好吧 大牛 你叫上高叔 立即驾驶二路公交车 把乡亲们运回正家村 去看一眼 天尊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去看啊 便知道 大家快看看咱们的村子 正家村居然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细域之中 一瞬间村民们泪流满面 看天尊 正家村上空出现了一团熟悉的矮 中间探出一个龙头 正对着下方喷出鱼 天尊把龙王爷请到正家村来了 我家的田地也可以中了 勾胆 快带我们回高家村 我们要回去恳求田尊 允许我们回到正家村里来神祸 不行 我不允许 我允许你们白天回去种田 但干完活之后 必须返回高家村里来休息 长时间留在正家村里 太危险了 七平天尊 王二叛乱已经结束了 别的叛君也全部消散了 新来的鲜明老爷正在石头救命 现在苍城县已经南圈了呀 不 离安全还早着呢 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要和你们说的 不是天尊的话 你们看不到天尊 我却能看到他老人家刚才说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很伤感的神色 似乎是在为天下苍生叹息 他老人家肯定知道些什么 但是那是天道 不能与咱们这些凡人说 泄露天道给我们知道的话 恐怕我们这些凡人承受不起 我们听天尊的话 我们都回去 白天过去干河 干完河马上返回高家村来 接下来的几天 正家村民们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每天大清早日出之时 在高家村门口集合 等着太阳起床了 就搭乘太阳车二号前往正家 公交车跑关道还是太点薄了 严重影响了通行效率 今后如果视野开出更多的村庄 这些破破烂烂的关道 严重影响我的小人过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 看来该提上日程了 第二天买了一些水泥和沙子 拿着小金属刮片 在地上刮了两下 将枯树乱石什么的刮走 在关道旁边刮出了一条新的 长六宽五丈的高速公路 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 刷刷刷的就搞完了 你看天尊又在实现法 就在虾皮做水泥工的时候 一群村民跑来看 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本 在地面上荒地一挂 开山蔑视 神威无穷 硬生生的在关道旁边 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这天尊这个宪法 我们看不懂啊 这究竟是在做什么 贼军这是来了几千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不多 也就一万五千人 听说黄龙山里 驻扎了五六万贼人 怎么才来一万五 贼军虽然浩大 但至少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能占的只有三万人 而这三万人又分属洛川布斩尼 一穿左挂子 这两股贼人未必肯同时出手 所以今天来的只是其中之一 就算只来了一万五也难办 这两伙人转占洛川县和一川县多时 比起你曾经收拾过的无上名王 要厉害多了 而此时程序心里 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转身就对旁边人低声道 暗中通知所有人 一会儿 我一声令下 立即开了南边的宝门 风景 扯呼 听清楚了吗 少侠的灵 冲啊 贼人进攻了 投石机发射 早已站在投石机旁的两名铁匠 同时挥起了大锤 砰的一声 就料投石机器一甩 两颗大石头向外砸去 双翅虎手下的贼人刚开始冲锋 两块巨石飞来 其中一块砸在军杖中 另一块砸到了旁边两三丈的空地 什么情况 就这么两下 不知道多少人吓得尿了裤子 双翅虎猛了 一时不知道该下什么命 平生打仗 只会一招给老子冲 这个命令发出去之后 就是听天由命 就如程序一开始所料 士气一出了问题 贼一军就会被分裂成两部分 一部分想退 开始停步不前 但另一部分憨憨还在向前冲 巨弩车发射 巨弩车旁边的两名铁匠 也挥起了大锤 砰砰两声 两只巨大的剑弹了出去 一群憨贼正在冲锋 突然迎面飞来两只巨剑 直接带着他们飞了五米 瞬间消失 然而这还没完 白家宝的铁匠 早已经换了个位置 又砸下另外两台头式机 和巨弩车的机框 下一轮两颗巨石 又一巨剑飞了出来 被十台巨弩车射了一轮后 憨贼也不憨了 怪叫一声开始撤退 没几分钟 所有贼人都跑到了双翅虎身边 怂怂的不敢再向前 不一会儿 三个贼聚在一块 对着白家宝指指点点 估计是在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嘿 天尊给的仙家兵器就是厉害 一转眼就把贼军的攻势给化解了 20台攻城兵器 还真是够吓人的 就算是官兵碰上这东西 也得猛逼 贼军被吓退也是理所当然 但他们也不是傻子 很快就会想到分散着冲过来的办法 不 他们看来不会出来了 贼军开始退了 现在双翅虎和紫金龙不管怎么样 士气绷不住了 贼军也不肯用命了 只能宣布收兵 大群贼军像潮水一样退潮 来时有多嚣张 退时就有多狼狈 转瞬之间 白家宝就安静了下来 我们赢了 白家宝守租了 全靠天尊给我利器 还给了我大量的粮食救济村民 这白家宝方圆史里的村民 都能吃得饱饭 才肯拼命鸡贼 真是天尊保佑啊 白家宝守住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家里 家丁向虾线行了礼之后 便找到了白夫人和白公子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既然贼军被击退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搬回白家宝了 这一次赖反的罪群 只有不斩溺 那一串作瓜子没有出现 若是他也假入罪群 终数多大三万人 到时候白家宝就未必收得住了 乘许就是个烤不住的 碎尸可能透泡 所以老爷让我专告夫人 太轻在高家村 在结束写试人 哎好吧 你回去转告老爷 一切小心 不可逞强 见机不对 就舍了白家宝逃吧 销刃遵命 虾皮听完两人的对话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还没结束 黄龙山里五六万贼人 这才出来打了一战 宋公民还三打住家庄呢 黄龙山贼匪 也不一定只打一次 白家宝就收手 不行啊 得帮一帮自家的小人啊 更加有震撼力 能让贼人一瞬间 就被催垮意志力的武器 哦 虾皮赶紧打电话 将之前看到的 积木导弹发射器 买了下来 母亲大人 父亲大人一生 正直善良 以君子自行 老天爷也会照顾咱们白家的 您就放心吧 但愿如此 白公子 天尊有一个仙家法器 要教你使用 你认真学会 明天回家去教你父亲啊 啊 我吗 要让我儿回白家宝 太危险了吧 只是回去教白先生 使用仙家法器 然后马上返回高家村即可 准备看好 只见天空云层 开出一大堆 像五彩城墙的玩意 从天上落了下来 在高家村前的空地上 撼开一大片 接着这些散落的碎片 像被看不见的大鼠 抓了一样 漂浮到半个 咔嚓一声组合在一起 不一会儿 他们就组合成了一个 长达四丈多的巨大怪东西 这是何物 圣女圣女 天尊重的仙良结果了 慌慌张张 像什么样子 走吧 高夜 咱们去看看 到底怎么了 高夜来到神天之后 便看到一根 足有六十米长 十米粗的玉米棒子 斜插地面之上 周围的一群村民 早就傻了眼 伤侣来了 伤侣来了 这这这 仙良也太大了吧 不怪众人大惊小怪 这六十米高的玉米 在如今可是有二十层楼高 高夜 你快问问天尊 这仙良 可否给我们食用 呦 可以啊 草率了 没想到这东西 竟然如此给力 不过这要是将之普及开 这小人过以后 岂不是再也不缺粮食了 高夜告诉大家 这些粮食 就是送给大家吃的 随着高夜 将虾皮的话 叙述给大家 村民们顿时疯狂了 一个个兴奋 无比地朝着玉米棒子 冲了过去 那憨货症大牛 更是张开大嘴 就啃了上去 哎呦 我的牙 大牛 你这是怎么了 生语 这 这些两胎硬 我等凡人好像 好像咬不动啊 您 您问问仙尊 我们要怎么吃啊 我却按照一笔二百的比例 这玉米粒的外皮 差不多也得两厘米厚了 这小人咬不动 也实属正常 连吃个东西 都要询问仙尊 他老人家 哪有功夫搭理 你们这些蠢材 郑大牛 你组织一只精装小队 带上工具去 给我撬下来一粒神狼 随着虾师爷的命名 一只攻坚小队 快速形成 各种工具齐上阵 总算是搞下的 一粒磨盘大小的玉米粒 这些两看着就流口水啊 虾师爷 这些两胎硬 咋下来也无从虾口啊 呵呵 有意思 不知道这些小人 有什么好办法 吃这玉米粒 别说是高家村 他是整个大明 也找不到能煮 这鲜凉的大锅碗 不过这也难不倒 才高八斗的我 既然无法煮 那便生火烤来便是 这就叫大智若鱼 在虾师爷的指挥之下 很快在这神田边上 就架起沟火 巨大的玉米粒 也被放在了上面 只是没人知道 在另一处小山丘后 确实有两名鬼鬼祟祟的家伙 正在窥视着这边的一切 哇 高家村的那些泥腿子 烤的那是什么 闻起来好像啊 是不是后面那比山还高的东西 这么大的食物 如果带回去 估计都够我们全山寨的兄弟们 吃上一年了 不行 你盯着 我得赶紧去禀报首领来抢 嘿嘿 还是夏师爷 您最办法妙啊 您看那些粮已经裂开了 应该马上就要搜了 一招不行 再换一招 这叫足智多谋 别愣着了 你这汉货还不快去再多加点柴火 得了 咱这就假活 随着大牛这汉货将柴火越烧越旺 原本就已经满是军烈的玉米粒 再也承受不住 腾的一声爆开 成了一朵大大的爆米花 只是这玉米太大 爆开之后的冲击力着实惊人 直接就将大牛掀翻在地 不但如此 这爆炸的鱼波更是殃及驰鱼 让所有高家村的百姓都东倒西歪 身上更是沾满了拳头大小的爆米花碎鞋 我去撤 这竟然不是粮食 这是暗鸡 这帮高家村的家伙太狡诈 我的妈呀 这一下就炸倒了一片 还好被我看到了 不行 我要去禀报收粮 千万不要上当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鲜粮怎么变大了几倍 真香啊 呵 好吃 太好吃了 看着大牛的动作 顿时所有人都开始效仿了起来 所有人都品尝到了不一样的美味 哈哈哈哈 这个汉货 竟然把爆米花给鼓刀出来了 这也算是大明的第一颗爆米花了吧 感谢天真赏赐子鲜粮 在众人朝拜虾皮的时候 那第一个山贼已经回到了清风寨 此时正手舞足蹈的讲述高家村有巨粮的事情 大当家闻言立刻就眼前一亮 招呼着三百手下就浩浩荡荡朝着高家村而去 大当家 不能吃 不能吃 高家村有诈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粮食啊 全是暗戒 休要胡说八道 小小高家庄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弟兄们 加快脚步 今晚上就吃粮食 一个时辰之后 一群山贼来到土丘之上 望着高家村城墙外那一簇簇簇篷篷篷火上烤的粮食 全都流出了口水 好大的粮食 超家伙给我上 话说一半 突然间一阵地动山影 顿时一团团烟雾爆开 我我我 我弟妈 这这这是什么神 我一定会回来的 由于村民们在大汉的年代 居然喝上了冰镇西瓜汁 所有人纷纷感谢天神 这时候造景乡的拯救指数迅速飙升 虾皮也想看看事业扩大了多少 这 这是白家堡 这布局是抄袭的高家村吧 白家堡周围是大片的农田 但全都干裂得像乌龟贝壳上的纹路 再稍远一点点 还有数个小村庄里面都有人 应该是得到了白鸢的救济 白先生召集村民来村子南边集合 天尊终于飞到白家堡来了 要照顾我白家堡的老百姓了 太好了 我白家堡终于得到了天尊的青睐 白先生是不是有赖贼了 没有赖贼 也别瞎猜测 准备看着天尊显灵吧 下一个瞬间 就见天空中冲出一股庞大的水流 冲进村子那边那干涸的湖底 一眨眼尖 湖底就开始激起水了 接着天空中 水流继续汹涌来 不断灌入湖中 吉拉湖又满了 我们的吉拉湖火锅来了 原来这就是天尊的法力 一散灶湖无所不能啊 有了户水 就算老天也不上雨 我也能种出庄稼了 然后虾皮又拿起个喷壶 对着白家堡周边喷了起来 哇下雨了 好日子要来了 随后又按着箭头往南移动视野 这是现场 可以看到城城现场啊 这次的市局有点大呀 开饭了 走 吃饭去 又到了十周的时间 揍揍揍 虽然吃不爆 好带呃不似 县令正亲自作战 监督着一大群衙役和帮贤 将煮好的面糊糊端出来 我知道这一碗面糊糊没人能吃饱 但我只能给每一个人派发这么多 因为我手里的粮食并不多 这些粮食还是我厚着脸皮 在高家村那里求来的 我知道你为民主想 但现在并不是出手帮你的好时机 我要把高家村的文化慢慢深入现场 此时粮食贤正发愁呢 因为刚刚抓到两个汉子 偷了店家的两个馒头 被带过来了 师爷你怎么看 大人这是放以前 随便账打几板丢出去就了事 但现在粮食飙盛 都没已经可以卖到千钱 两个馒头 那可是一笔巨款 再随便打两板已经不适合了 只怕要算成贼道 而贼道罪 差不多就可以按照斩头来处置了 偷了两个馒头就斩头 真的合适吗 县尊大人不能一直拖啊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县尊大人 在下刚才路过此地 看到县尊大人正在为此案苦恼 可否让在下来说个解决办法 王先生请讲 为两个馒头杀人 有伤天和 但若不重成之 又恐苦主不服 正是如此呀 何不如此处理 由在下出一笔钱 替这两个贼子偿还苦主 则苦主七平义 而将这两个贼子押取在下的书局 让他们负责搬运书本 打扫清洁 用劳动来偿还的两个馒头 则贼子之最乏意 此即甚妙 只是委屈了先生了 不委屈不委屈 在下那书局里还真是需要些人手的 若能用两个馒头雇佣两个工人 为在下干几天活 在下也深受欢喜 那便依了先生之际 把这两个人压取王先生的书局 恶令他们好好干活 若是有偷懒怠慢之行为 抓回来斩了他们狗头 对了 看到王先生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 嗯 师爷有何事 最近这几日城城书局正在出售一本奇怪的小人书 卖家一个铜钱 买书之人可赠送二两面粉 呦哼 一个铜钱 一本书还有二两面粉 这不是在师州救民吗 是的 可师州无一 城中不少人得了好处 都在背地里说 那王先生是个良善的东家 但这样搞下去 怕是要赔光家底 书局可能开不了几天就要倒闭了 清家破财只为救民吗 经你这么一说 本官倒是对他卖的书赶上兴趣了 你居然也有 让东翁见笑了 在下的妻子也去买了一本书 豆米签钱的价格 连师爷这个层级的收入也扛不住 这层层县的老百姓 还有几个买得起粮食 这可如何是好 走吧 去书局看看 这上面画的天尊 不就是高家村 供奉的那尊家神吗 你是说这王先生的背后 是高家在撑腰 是的 这故事编得乱七八糟 不知一看 但高家做的是善事 编个神仙故事又有何妨 就让他们随便编吧 只要能给老百姓发粮 就算把本官都编进故事里 也随他们高兴 快快来人啊 陛下陛下他 陛下怎么了 陛下驾崩了吗 陛下他又活过来了 这是哪里飘来的香气 朕闻了以后突然感觉饿了 觉得浑身都有了力量 回禀陛下 也不知是哪里飘来的香气 这味道也太香了 是不是御膳房又研究了新菜系 陛下 这香气是从宫外飘来的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给我找这个厨子来 这比镇的御厨厉害八百倍 天神大人就是好 总有我们没见过的吃食 这玩意的香味怕是要引起大战啊 天神大人 这也太香了吧 这是什么菜 这道菜名叫西红柿炒鸡蛋 嗯 西红柿炒鸡蛋 这鸡蛋我倒是吃过 可这西红柿是什么东西 西红柿 这西红柿就是长在西边的红色狮子 这么敷衍的吗 我只是没见过世面 又不是傻 那个 那个 你们先聊 我给你们打个样 狗蛋 你小子不讲武的 冲啊 看着小人们一窝蜂地抢着 虾皮开心坏了 想着以后要把蛋炒放给他们 不得给他们相蒙吗 傍晚 虾夫人召集了一百多最认可天尊的人们 大家听好了 今天本居士召集大家来这里 是打算带大家去觐见天尊 天尊他老人家 答应在大伙面前显灵一次 哦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但是县城里人多眼杂 天尊人善 不想吓坏了他们 所以要大家出城 到城外的小树林里 再显灵给大家看 没问题 去哪都行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片树林 圣女 天尊会在这里显灵吗 是的 他老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注意了 天尊马上要施展第一页的宪法 你们将有幸看到 天尊想要除魔的巨手 哦 无量受复 随即 虾皮抓了一把面粉 就把手伸了进去 你们随便拿 能拿走多少 就拿走多少 这是天尊赏赐给你们的 就这么大一座面粉手厨 这展 让我们拿 拿吧 天尊说了 能拿多少拿多少 不要贪多 贪得无厌 可是大罪 人们一个剑步 窜到面粉小丘前面 将面粉腾起来 今日天尊特别开恩 不但在尔等面前显灵 还赐予尔等粮食 而等今后该当如何 不必再说了吧 城城县城 关于天尊的传言 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老王 你听说了吗 我家隔壁那个猎狗蛋 勤眼见到 瑕匹天尊先灵吗 我家隔壁那个王老妻 他大爷的儿子的 外甥的媳妇 也在说 他亲眼见到了天尊 胡说八道的吧 老子从小到大 听说过 无数神仙的故事 也没真的 见到哪个神仙先灵过 吹得一个比一个真切 世上若真有神仙 为啥还这么多苦难 人家倒可有话说了 你苦难是因为 你上辈子做坏事太多了 不是因为没有圣贤 你们这样说 就不对了 我是真的见到了天尊 他老人家还送了 我好大一包面粉 吃吃吃 我蛮相信的 哈哈 你不信是吧 所以你好了 不信的人 就没有面粉吃 虽然还是有一些 不相信的声音 但是相信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叫做群众基础 等到群众基础 已经非常堵实的时候 我再出手 效果肯定绝佳 正在这时 突然发现一体快马 冲进了县城 马背上的人还大声叫 紧急军警 先杂人士速速让开盗墓 紧急军警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 果元兵变 汉军一路杀了过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编冰缺响 朝廷脱线军响 已达三年 顾元兵军反了 一部分兵军加入了流寇 还有一部分兵军 嚷嚷着要讨回现象 想着西安杀过来了 巡抚大人怎么说 小的在西安那边打听了一下 陕西巡抚胡亭燕 与严随巡抚乐和声 互相推诿 都说是对方的责任 两个巡抚正在扯皮 对叛军根本不管不问 灯汪 顾元叛军会杀到咱们 城城县来吗 这是本官得好好想想 他在脑子里想了想 顾元西安城城县的 三角形状态 得到一个结论 放心 顾元叛军不会来的 大事不好 顾元兵变 叛军冲着西安来了 方将军也收到消息了 边军可不是流寇 这次的是大事不妙 郎大人 咱们得好好考虑一下 如何抵抗叛军 方将军不要慌 本官刚才推算了一下 叛军是不会杀到城城县来的 无需惊恐 梁大人 你可还记得 和阳贼翻山运 当初他从和阳县进入城城县 你在两个县城之间 划了一条直线 然后就草率的认定 翻山运不会来我城城县 结果呢 翻山运从郑家村 高家村这条路线 打进县城 还好高家村的民团 准备充足 将翻山运顶住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方爷 立即返回高家村 嗯 我可以回去了吗 嗯 速速通知城教习 顾元兵变 叫他把民团整顿好 随时准备作战 终于可以回高家村了 王先生 几天做的活儿 已经补偿了那两个馒头 先生 带我们一起走吧 便您做牛做马都行 只求一口饭吃 这样 离开你们 我连饭都吃不上 嗯 行 那你们跟我们走吧 报告先令大人 书局里的高家人 全都离城而去了 嗯 高家人的消息也真快 本官这里刚得到消息 他们居然也得到了 本官还指望着 找他们帮忙呢 结果他们就这样跑了 嗯 这次要来的是边军 高家那些歪瓜裂枣 打打流扣 也许还勉强能用 对上边军只有死路一条 本就不必找他们帮忙 话不是这样说 人多力量大嘛 希望他们出手 帮帮忙 叛军应该不会来 咱们城城县的方向都是反应 变就变呗 又跟我们没关系 大事不妙 啪地图 你立即去传我命令民团紧急几何 诶 成教习 你这个反应 叛军会来吗 我哪知道叛军会不会来 但是打仗可不是在地图上画直线 行军路线那可是千变万花的 外一官兵在直线路上的某个地方设下关卡 叛军就有可能绕道而行 绕也绕的 就绕道成城县来了 也说不定 哎呦 那可不得了 成教习 你赶紧准备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 接下来 你们将有可能遭遇这辈子最难打的一仗 雇员的边军叛变了 他们中的一部分加入了流扣 还有一部分则直接杀向了西安城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冲到你们的面前来 以本教习的武艺 对上精锐的边军 一个也打不了脸 成旭正在坐着战前准备工作的时候 成城县呈来了一批明军 本官奉巡抚大人之密 率军停定雇员叛军 胡经成城县要在这里休息一晚 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红红拿出来 我手下这一千兵可是要去剿匪的 莫叫他们饿着了肚子 大汉三年 再加上白水王二作乱 抢了县里的粮仓 成城县库里已经没有粮食 请恕下官无法为大人提供军粮 文官就是牛啊 小小县令就这么嚣张 李将军莫将有一事不明 还请将军指教 你问吧 雇员叛军自雇员前往西安 李将军若要迎战叛军 应取到惊阳或负平两县北上 为何却率军走到了成城县来 莫非李将军故意避而不战 待着手下只是出来转个拳 装个样子给巡抚大人看不成 大胆 怎么和本官说话的 这方无上好猛啊 果然是一员猛将 这样的话你也敢直接问他 你这巡检好厉害 真赶上啊 如果是我想到了这个 也得先在脑子里过一过 考虑一下该不该说出来 此人有而无谋啊 本将军的神机妙算军阵策略 你一个小小巡检懂个屁 那莫将斗胆继续问一句 李将军的策略为何 是看到叛军是大就向东逃 看到叛军是弱就向西进军吗 成城县还真是个进退方便之所在 岂有此理 你小子是跟谁混的 此时李赢大人 一直守抚在了刀柄上 多好 他那个问题是在打探方无上的后台 方无上如果后台不应 李赢就会当场就把他给挂了 莫将谁也没 方将军是本官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东林书院听过讲学 书院里的学士们都对方将军的本事十分敬佩 他喵的 难怪这家伙说话这么冲 东林疯子 老子惹不起 算了 这县城不好呆 行 你们狠 我们走 收拾叛军去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这里的傻子废话连篇 只会破坏本将军的神机妙策 我们向北去冯元镇 那冯元镇也是个好地方 北通延安府 我们待在冯元镇也一样 尽可攻 惠可守 还可以远离两个东林疯子 将军 我们的量是可不多啊 没能再撑撑闲弄到量 接下去几天不后 这一路去往冯元镇 走的都是大关道 关道两边多有人家 一路吃过去便是了 这又一间察官 把欠财和十五圈都呛了 有一个小客栈 此事应该不少 兄弟们三 冲啊 拿来吧你 可恶 这个游击将军理应明显的欠收拾 虾皮张口就忽得一吹 之所以不给你们一掌 是为了拿你们 来给我的小人们 刷刷作战经验 这里有古怪妖风 就盯着我们吹 快走 去冯元镇 当中的小人没事就爱走 气得大明皇帝 扛着龙女就要跑 然而我这边 只是随便吹了一个 请就把龙女吹飞 这是由圣贤下饭啊 圣贤这是救了我们啊 哎 龙戏都被枪弯了 现在货转 怕是用不了躲揪 也要饿死 这里不吉利 他喵得有妖风 我们要赶紧跑路 虾皮随即抓起一小撮面 丢到了被官兵 抢光了财务的小茶馆 和小客栈老板的面前 夺谢神明保佑 让承煦点兵 准备去收拾一个二货 要对付顾元叛军了吗 告诉承煦 咱们要对付游击将军李盈 这家伙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来咱们这里了吗 哼 我们要去收拾这家伙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懂什么 李盈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 对敌不行 搜刮钱财 抢劫老百姓确实一把好手 这事咱们的武官或多或少都知道 各位还记得本教习上次对你们说的话吗 天增将你们组织起来 是要你们做什么 为天下抢城 好了 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 游击将军李盈来到了城城县 这个家伙虽然是个官兵 却一直以来犹如土匪 其名骇免 天增刚才已经降下了法旨 要我们去将这个叫李盈的恶棍赶出城城县 冲啊 天增 小人还有一个疑问 你问吧 我们高家村就算加上白家宝 总人数也紧紧勉强达到五千 以此实力就与朝廷翻脸 是否为之过早 打下这天下来 对天增来说十分容易 但想要管好这天下 靠着咱们这五千人却跃跃不够 难道你认为 我现在就要高家村法了吗 难道不是吗 游击将军可不是小官 一旦将他干掉 高家村必定进入朝廷的关注之中 今后还想像是外桃园般的躲着乐 那就不太可能了 谁说是高家村干的 你们明明是雇员叛军 对呀 我身上穿着山文甲 手下五百民团全都穿着甲 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像官兵 我干嘛非要说自己是高家村来的 我们攻击里赢的时候 只要说自己是雇员叛军就行为 没错 就是如此 咱们高家村都是一群良民 怎么可能攻击官兵呢 那当然是必不可能 打官兵这种事情 只有汉不畏死的边军才做得到吗 天子 你老人家真是喜欢捉弄世人了 所有人都准备一张蒙面巾 把脸蒙起来 记住老子不是成教席了 这是捅了老溜窝子了吗 如果我们从高家村的方向 跑过去攻击里赢 事后很容易被查出来 所以我们要先取到黄龙山 然后从黄龙山里钻出来收拾它 走坐公交去咱们 成教官 你们出动这么多民团 这是要干什么去 我奉命去搞事情 遗传左卦子的布众 还在黄龙山中活动 成教席 不要进山太深 刚进去立即向西南方向拐出山去 便可以走上通向冯元镇的关道了 走 我们去找李营要军想去 报告将军大事不好 孤元叛军正在向冯元镇袭来 你说什么 孤元叛军怎么会直接出现在成城县 该死怎么办 他们也不应该直接来这里 至少得先去京阳 不平两地一晃才对 他们好像是从黄龙山里钻出来的 黄龙山那该死的破地方 你可看清了是复元叛军 也是一群流寇 假装成叛军的样子跑出来要武扬威吧 小弟看得很清楚 叛军大约500余人 全部都有皮价 和咱们低价是一样的 为首一元将军身穿三文价 他们全部都装备精良 我们有冯元镇可具城而守 还可以通知县尊大人和巡检房将军 请他们来远 冯元镇这么矮的镇墙有个屁的用处 连军甚至都不需要出动攻城武器 随便搭个人桥 一瞬间就能攀爬上来 出城迎战雇员叛军 走出冯元镇视野后 大家立即逃 城叫邪 叫邪你个头 叫我鬼千户 鬼千户 游击将军李莹 已经率军走出了冯元镇 向着咱们迎过来了 承煦抬头向着天空一看 哇 很好 天真在看着我 那就不虚了 不要怕 区区一个李莹 咱们根本不虚冲过去 冲啊 兄弟们 目标就在眼前 准备战斗 这下糟了 本来想一离开冯元镇人的视线 马上逃跑 没想到冯元镇的民团教习不实情绪 非要带着民团出来助阵 北文官参一本就参一本吧 眼前先逃了再说 至少能多活几天 不打快跑 往西面跑 杀 一千打五百呢 后面还跟着我们民团 怎么官兵就跑了呢 哇 还没开始打他们怎么逃了 被本兔大爷的威风给吓跑了 哇 我滴妈 这玩意比那AK47强太多了 这要是敌方英雄 我肯定第一个跑路 这不就是缩小版的巡航导弹吗 天神大人真是什么宝物都有 我不信这玩意能打八千个 我正小意思又随狗富贵狗大师 苦练鱼头战尽枪法 我给你表演个鱼头枪击炮干 我一定会回来的 程旭 雇员叛军马上来了 准备战斗 先令的人马上就要求援了 我们得先去黄龙山藏起来 你们去吧 这边我来看着 奇怪了 这些老百姓这次好积极的参与守护 以前王祖卦和布詹妮叛军来时 冯元镇的老百姓可没这么积极 原因不难猜 嗯 原文奇侠 这些老百姓才得了修路者工作 每天都有活鸡可带 有饭可吃 还有三斤面粉的工钱可拿 正是刚刚看到生活的希望之时 雇元叛军在这时候杀过来 使得修路工作暂时中断 也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哦 原来如此 民意是为天 谁夺他们口中之时 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之敌 反正谁给他们一口吃的 谁就是他们的天 说到这里 他的眼光不禁扫过 站在远处城墙上的王先生和高义 周围被几千难民保护着 本官有点担心这个高家村 高家有什么好担心的 现在城城县民心所向 全在高家村身上 只怕是天子来了也敢打 大人的意思是高家村要反 本官可没说他们要反 只是担心 大人多虑了 那样的人物 我一人一起就足够嘎嘎干净 你不是个坏人 却是个莽夫 若非本官就 差点就被李盈杀了 还不自知 今后本官若是吊人 只留你在此 谁人还能护得你的周全 可惜了 你这种人的命是尝不了的 这个梁士贤果然精明 现在就开始怀疑 高家了 但是随便你怀疑好了 你就算现在当场鞋骗奏账 送去给陕西巡抚胡亭燕 说这里有个乡身 可能要造反 证据确凿 人家巡抚都不带领你的 说不定还要把你拉去打几十大板 来了来了 潘军来了 咱们这边的鬼千户呢 还没到吗 我们这里李白家宝几十里呢 联络上鬼千户还得要点时间 鬼千户再率军赶过来 又得要点时间 没有这么快的 郎大人 咱们好歹有个城池 还有上万的老百姓 帮咱们防御 眼前这支叛军 顶多八千人 以这点人数 想要攻下咱们这么多人 驻守的县城 也没那么容易的 鬼千户肯定来得及增援 老子是从雇员来的 名叫北水狼 你们可以叫老子狼欠户 谁是这城县令 叫他出来说话 本官就是城城县令 梁氏贤 老子是个当兵的 不喜欢打花枪 有话就直说了 朝廷欠了咱们三年的军饷 我身后这群兄弟 都快活不下去了 既然朝廷不给 我们就自己拿 你这县库里的官银 就全都给老子拿出来吧 另外粮食 也得给我送几十车出来 只要老子满意了 就不打你这小破县城 狼欠户啊 你们被拖欠军饷的事 本官也深表同情 但是造反作乱 那可是死罪啊 何不放下武器 好好谈谈 本官在东陵书院里 有些朋友 或许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下 文官什么狗屁都不懂 就知道骗人 欠想三年不给 有多少文官 给老子说过类似的话 最后也没有一两响 引发到兄弟们的手里 我们要全部 靠自己的手拿回来 停下 原地休息 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鬼千户 我们不累呢 鬼千户 别休息了 那边现在可能打起来了 放心的 第一 他们是防守的一方 一时半会不会吃亏 第二 我们是坐火车来的 时间早了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不要妄想用火炎 稳住老子 老子这一路从雇员过来 刀下的亡魂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热恼了 就把你这城城县里的男女老幽 全都嘎个干净 这人不能流亡 你刚才说什么 你你你 朝廷欠你君想 你却又嘎老百姓 大明欠了我银子 那我在大明的地盘上乱抢 有什么不对的 梁氏嫌弃的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 一只箭矢射了过来 方巫上急忙用盾牌挡住 随后也射出一箭 却被叛军首领轻松躲过 该死 这家伙是故意的 什么 什么故意的 他故意跑来射你一箭 如果中了 这城也就崩了 他马上趁机攻城 而他没中也不在乎 连我射他这箭 也在他预料之中 故意用一个很干净利落的动作来躲掉 就为了先生夺人 躲我城中守军士气 刚才那一瞬间就已经在交手了吗 我这才发现 这些武将可不蠢 只是他们的脑子 用在不同的方向而已 把抓到的李莹 拿出来嘎了 刚才的操作 让城里的上万军民 齐齐吓了一大跳 立即开城投降 把陷库里的官吟全部奉上 或可饶你们狗命 否则城破之时 将你们尽数嘎绝了 这时梁士嫌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连命令都不知道怎么下了 这边军果然厉害 还没开打 我们这边有一半已经失去了战役 快看 我们的援军来了 来者究竟是何人 少给你副业套进货 老子就先打你们八千啊 这究竟是何人 雇元老鬼头 你可以叫我鬼千户 你放屁 老鬼头在雇元话里 是个骂人的词 哪有人会用来当自己的名字的 你究竟是谁 你不会是有病吧 我现在问你 你究竟是谁 你敢回答我 你信不信你大声吼出名字 老家里九族都被斩了西瓜 哈哈 这程序吵架的水平好高 狼千户妖状况啊 这程序县是老子照的 老子还指望这个县令 帮我向朝廷讨响呢 姓郎的 我劝你赶紧滚蛋 不要不识抬举 虽然你戴了面罩 但是我肯定 雇元边军里 没有你这么一号人 承煦的眼光 偷偷向天上一放 天真的矮云就在头顶上了 根本无需畏惧 说多了都没用 来打来打 谁打赢了谁就适赢 兄弟们上 AK架枪 等下他们趴下以后 你俩把RPG 找人多的地方放 是火虫 我们去那边 这也不算什么稀罕玩意儿 不就是炸药宝吗 如果我们还有后勤 也能丢这个 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后勤了 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趴在这里让人渣吧 兄弟们 他们就那么几把火虫 不用怕 剩下的AK开火 你到 哈地图你俩继续RPG 这轮带走了不少 然而剩下的人冲得更猛 很快就要和对方的长矛阵 撞到一起 在正面应拼长矛阵的时候 私家小人必输无疑 自己是让他们来刷战斗经验的 不是让他们来送死的 随即将手伸进了箱子 对着叛军向前伸出的长矛阵 用手轻轻一扒拉 什么情况 一个屁 大样 这些雇员叛军干嘛 突然把长矛 吸刷刷地向旁边歪一下 我也看不懂了 刚才天尊出手了 他老人家伸出手来 将狼千户这一边的长矛阵 扒拉了一下 哦 原来如此 我就说叛军怎么突然乱来了一项 原来是天尊出手了 天尊威武 善男性女们 立即开始在人群中传播起来 你知道吗 刚才叛军的长矛阵突然歪了 是天尊出手扒拉了一下 你知道吗 刚才叛军的长矛阵突然歪了 是天尊出手扒拉了一下 哦 而虾皮就在那看着 谁那里有躲不过去的威胁 就伸手帮下 嗨 我看你这次往哪逃 还奴子了 这下躲不过去了 哎呀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走歪了 冲啊 我去这么多人打一个 你们不讲武德 小样 看我怎么揍你 没办法 我的小人们 对上这些九金战场的正规部队 完全没得比 嗯 这群人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 肯定不是边军 自己的兵 按理说应该轻松取胜才对的 但是怎么打起来就不对劲了 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帮助他们 先嘎掉这个鬼千户 敌军不战自愧 接接接 让本千户来会会你 程序发现后赶紧后退 滚 完蛋 老子要糟糕 偷袭算什么本事 乖 我跟你着 哎呀 偷袭老子两下就跑去大方无上 这么不尊重我呀 我也偷袭你一下子 不是吧 随便扔一下就把狼千户给嘎了 果真机智如我 狼千户嘎了 各部百户带领着叛军掉头就跑 李莹只是抢东西 勉强可以让他跑了 你们这些人一个都不能跑 高业大声宣布 我要出手了 大家注意看 天尊要出手成恶扬善了 高架人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搞什么 现在打仗呢 多么严肃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玩神棍那一套不合适吧 好端端的一人家 搞得像白莲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天空中云层分开 一只大手分开云雾 从天空中直落了下来 那那那是什么 剩下的几百叛军正在逃命 忽然见到前面巨手断幕 轰得声巨响之后 大手抬起来 就这么一下 叛军们就全部吓尿 全部抓起来收脚武器 送去劳改 天尊包有 我今天看到天尊了 天尊抱歉 孝任一见 持了竹佑梦的行 居然敢怀疑 您是不是真的存在 小人错了 小人紧后 都是天尊您的死纵了 高架的家神 居然是真的神 难怪我一直感觉不对劲 只有高架男一小块 有降雨 有用不完的粮食 有大量的兵器 面对几次流寇入侵 从未输过 原来高架的家神 是真的存在的 他一直在施法 保护这高架村的一方土地 而正在这时 唯一一个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何方咬你 竟敢犯我成城 你下来 本将军与你决议死战 是什么东西 为何喝上一口 瞬间精神抖擞 我刚才都快睡着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想做八百个俯卧城 他喵的 我现在浑身都是力量 感觉怎么都用不完 我感觉我现在能打八万啊 不行 我要单挑雇员叛军 此物确实神奇啊 没想一口下去一下充满了力量 哎呦 哈地托 你干什么去 成交席 你给我起开 我要去抄了雇员叛军的老窝 我说的 耶稣也拦不住 他喵的 你小子比放无上纳祸还乐 我不管 今天我就要打八万个 劳资再问一遍 何方妖孽 竟敢犯我城城县 你下来 本将军与你决议死战 我瞧 方无上还真是个愣户 刚才没看到这么大一只手吗 他为什么还有胆去挑战 妖怪 你有粉饰下来 流河 那就陪你玩玩 方寻简别发疯了 要不是天真脾气好 逗你玩 刚才一指头就把你按死了 天真 你认识那个妖魔 那才不是妖魔 那是神仙 幸亏是神仙 才允许你一个凡人对他无礼 若真是妖魔 你早就被剐了 这究竟是哪位神仙 梁大人 我答应你的事算是做好了 现在我得回黄龙山去了 这里的烂摊子就交给你吧 多谢鬼千呼 你这一次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本官戴城城县的老百姓感谢你 本官说到做到 一定会在朝上替你说上几句好话 帮你把倩想讨要回来 恢复你的官位 好说好说 别坑杀我就好 走吧 咱们回黄龙山去了 梁士贤正在发愁 怎么处置这些叛军的时候 仙尊大人正在为这六千俘虏头痛吗 是啦 虽然咱们仗着有先尊保佑 打败了叛军 但是要如何处置他们 本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无须将他们送去给朝廷发落 把这六千多人变成劳改犯就行了 让他们用劳动偿还自己的罪孽 他们可是谋反大罪 这种事也能用劳改解决的吗 这些边军只是下级士兵 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大部分责任应该在他们的头儿 也就是狼千户的身上 而狼千户已经扶住 若是派人去西安请兵来押送 徐府大人胡廷燕手下的人 多数是李营那种人 你敢让他们来吗 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这确实是一条更好走的路 好的 那我去安排吧 下官来城城县上任 已一年有余 一直都得到天尊的照福 而不自知 今日才知天尊一直在暗中相助 真是不胜汗言 不需要多礼 你是个好官 欣喜百姓 但希望你今后也能保持这一点 老百姓的利益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 末将奉献尊大人指命 把六千俘虏压过来了 方将军稍等 这些人过于彪悍 天尊大人要给他们另外搭建一座牢房 请稍等 只见一个金色大手从天空中伸下来 就当着方无上和六千多个俘虏的面前 将一块一块的麻将咔嚓咔嚓地搭了起来 天尊果然厉害 故意当着俘虏的面搭建牢房 这样可以震慑一下他们 降低他们在劳改过程中乱动歪脑筋的可能性 我看连方无上一伙人也给吓着了 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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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老你将俘虏们压进这个牢房里 然后就交给我们吧 是是是 你们都看到了 这里可是有神仙罩着的 都姥姥实实进去待着 末将的任务就此结束 我这就回去了 方将军慢走 有空再来高家村玩 高亮 你以前是劳改范中的彪兵 对劳改生活应该有心得吧 没有心得完全没有 我不想再被抓去劳改了 天尊建了一个大牢房 关着六千多名叛军 这些人需要你来管理 我做牢头 我有这个本事吗 不要怕 放心去干 你可以的 好吧 既然天尊肯定了 那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我愿意做牢头 但我的地怎么办 租给邻居众吧 可我不想成为地主 地主都是坏人 哈哈 这家伙还蛮可爱的 你要知道 做牢头收入很高 一个月无两银子 一年十二个月是多少银子 十二个五两是多少来着 手指和脚趾都不够用 十二个五两就是六个十两啊 你真可爱 六个十两就是六十两 狗蛋你真聪明 我可是高家孙最强学霸 这东西耕地比牛厉害多了 一分钟能耕地八十亩 我不信 这玩意这么能耕 你突野我一个人 能耕发头牛的 不吹牛你会洗啊 老子看你早就不顺眼了 既然用不到牛弩了 今天就中秋节了 我看不行 咱们整点牛肉串吧 肯定老香了 你有病啊 你全家都是串 我中秋只吃月饼的好不好 跟牛肉毛的关系 牛牛 牛牛你配合一点 今天中秋 我请所有粉丝吃牛肉 我吃五分熟就行 这也行 明天我也试试 没准好吃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天神大人说 小人国所有村民 祝粉丝宝子们 中秋快乐 何家幸福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另外再问一句 有没有女神一起 陪我家天神大人 吃月饼看星星的 真的只是单纯看星星 虾夫人 这里所有人都愿意出钱出力 为天尊铸造一个雕像 将之供奉在县城的城隍庙中 大伙也方便每日里 来祈祷念经 这等事当然是好的 但我只是道门居士 不擅长处理此等俗物 居士 我叫腾一风 城城水泥茶 就是我建的 请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将组织工匠 为天尊造一座巨大的雕像 那此事就拜托给您了 造刀像同样可用于以功戴阵 随你们知道吗 本以为自己欠了很多债 如今才知道 这其实是神仙 是与世间救济的粮食 这册子岂不成为一个笑话 神仙应该不会让我们还 毕竟我们没有私村 这些粮食都发放给了老百姓 是也 我感觉有些不妥 东翁 请说 天尊解了高家村等村庄的旱情 使得这些村庄可以产出粮食 但这些村庄并没有交税的意思 他们一直不交税 岂不是问题很大 如果朝廷追究起来 我该如何自处 东翁 这次税收问题建议 我们继续拖延 去年我已经拖过了 今年还要继续拖吗 我们手上的银钱和粮食 都是天尊给的 根本没有老百姓种出来的 若您现在收税 收的将不是老百姓的税 而是天尊的税 若他生气了 一个巨大的巴掌拍下来 您如何抵挡 税是肯定要收的 当然 这税收下来 肯定不能上交给朝廷 必须留在县库里 然后用税营 来造福城城县的老百姓 只是收税的方式必须改变 收多少税 哪些人要交税 得做成一个详细的方案 奏章太多 根本看不完啊 这还是一个月以前的奏章呢 也不知道太祖朱元璋 是怎么处理批阅奏章的 还有这边军竟然也反了 长期欠想 果然不行啊 曹华纯 我们得想办法弄些银子出来 否则 陛下请看这份奏章 行科刘泽地建议 对军队严加整顿 认为经过整顿去除弊病后 驿站经费每年 可以节省几十万两银子 嗯 仅仅整顿驿站 就能每年节省几十万两银子 这么多 曹华纯 这可是真的吗 驿站经费确实很高 官员出差时常常敲诈驿站 甚至勾结驿站 提供超过实际所需的供应 将多余部分折成银子 纳入私囊 驿站将这些银子上报朝廷 结果最后由国库支出 这些家伙 每年骗走国库几十万两银子 岂有此理 哼 立即整顿驿站 不允许他们继续这样胡搞下去 陛下请不要生气 整顿之后 这几十万两银子将会回归国库 您应该高兴才是 嗯 想想也是 既然发现了问题 那这些钱就可以回来了 我每年多了几十万银子 可以调派 岂不是善事 这样一来 财政压力就大大缓解了 哇 要军情急报 隋平和陕西全乱了 隋延巡抚武之旺 和陕西巡抚胡亭宴 是吃干饭的吗 哦 隋延巡抚武之旺并故 继续引命醒的巡抚 叫杨鹤来见朕 天尊当着所有的老百姓面前 险胜了一次之后 就开始频频的显灵了 首先是当着所有老百姓们的面 给城城县降了一场 同时天尊大量放出粮食 充赢了县城的粮仓 记忆起我梁士贤决定开仓放粮 以正常价格出售给老百姓 真是太好了 终于不用再为了买粮担心了 听说县令开始开仓放粮了 我们赶紧去买吧 别一会没了 请大家有序排队 从今以后 粮仓永久以正常价格出售粮食 不用担心买不到 哇 太好啊 我们省下的钱 还能用来买些其他的东西 粮食价格下来了 有闲闲的乡亲更多了 我的米粉变更火爆了 把钱娶媳妇的速度 又快了一些 随手扔下一包辣条 就成了大明最常销的零食 小人们还在享受美食的时候 秦红娘跟程序这边 来了一单黑赤黑 呃 不对 一点小生意 供货的人不愿意自爆来历 只说了这批货 是正经的朝廷军马 哦 这生意听起来不得了啊 真要是一流的好军马 导手一卖 骑马赚个几千两银子的差价 只是这种货 要找买家也挺棘手的 优贺 行姑娘 这马我全要了 老猪 那货在哪里交易 货主好像是官府的人 说是陕西 沿随两地随便哪里都能交货 他们有能力 把军马送到这两省之内 任何地方 我去官府的人 官府怎么可能走黑道卖马 这里面有点古怪啊 看来是哪个贪官偷卖朝廷的军马了 这贪官至少也得是个总兵级别 这样的话 除了沿随总兵无自免之外 不会有别人 好吧 我又被伤了一课 原来明末的将军们还会搞这种操作 大名啊 大名 你怎么可能不枉啊 我才38名手下 没有办法把这么多军马安全的送回来 程教席 这次要请你帮忙 没问题 我亲自率领民团去把这批军马护送回来 这批马若是能弄回来 咱们高家村就能组建骑兵队了 天尊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交货地点不能太近 免得给高家村埋下祸患 但也不能太远 否则我们把马弄回来的路上不安全 我知道一个地方 独家村 这里现在是个空村子 又属于黄龙山地界 在这里与无自免交易 事后不会让他们怀疑到高家村头上 好 那就这里了 我先带人过去彩典 将周围的西制地形摸清楚 率民团躲在附近 你派人去联络对方 将近 咱们哪些妈终于招到卖家了 嗯 五百匹一流战马药的银子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可要小心和对过买家的实力嘛 卖家也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书下停气扣影 看起神性 应该是山西燕霄 山西的燕霄 不会是永济形红羊吧 若真是他 倒也有实力吃得下这批货 行 那就把这批货给了他 对方说相在晃弄山东难破的杜甲村脚谎 离咱们这里也不远嘛 行 就把货送到独家村 那咱们需要穿过晃弄山 这山主还有一船往左挂主扎着呢 老子不去找王左挂的麻烦 他就得烧高香了 还敢主动拦着老子不成 我劝他最好乖乖夺好 否则顺手把他搅了 找朝廷报个功 还有一笔赏字可赚 将军缩验济世 派个人去给巡抚张梦京报告 就说本将军明日就深入黄龙山 剿灭一窗网左挂 同时传令全军明天开靶 穿过黄龙山目标独家村 将军甚极妙算 天下雾双眼 口五的红衬草 老娘不够思想 强他押送的粮草 他就排兵嘴了我实际力 这次踢到铁板了 要不是我们跑得够快 现在只怕已经圈头杆了 前面就是黄龙山的第一阶了 他们不该进来的 可恶的马贼 今日放你们一马 以后见到咱们红家的棋子 立即躲得远远的 再赶来捣乱 把你们全部剁成十七八截 我们倒拉了 黄龙山都家村头 村北夜里外出现大队管兵 还携带着大量的赞马 红尘臭地人有嘴了了 不是红家的言 但对方故意守了棋 没有亮明号 我也看不出来是哪一路管兵 鬼兵守着七星君 看来这只鬼兵肯定是在搞什么 结不得任地狗当 还携带着大量的赞马 是野岁中兵五子面 最近他在买一批赞马 老大 咱们需要避开吗 五子面有什么好比的 他又不是红衬臭 与其说他死个中兵 还不如说死个武打结伤 咱们该吹着他买鸡皮了吧 九五将二七等于几 对你来好死吧 还好老娘早就知道 五子面体接通来好 九二七 很好 你就是买家 天文打人有一批骑马出手 没错 废话就不多说了 五百匹马 三万五千两银子 一手交钱 一手交马 咱们做生意 讲究的就是个实诚 这价格倒了 你再给我骗一点 这就有点不讲道德了吧 这战马是我先看上的 你这女马贼是哪里跳出来的 劫我活 前面情况好像有点复杂 有一只贼君突然挡在了咱们与独家村之间 推测可能是遗传王座瓜的人 很好 我的小人们还是挺有章法的 知道派出赤后在前面 不会随便中别人的埋伏 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似乎是冲着五子面去的 这么有趣的吗 教习有什么好计谋 那当然是做山官虎斗了 虽然天真不缺银子 但要我拿三万多两银子 给五子面那样的货色 我心里多多少少 也会有点不太爽的 若是能趁火抢劫 来一波黑吃黑 那可就一两银子都不用掏了 程教习 你这家伙考虑问题的方式 为什么比贼还像贼 我可不是贼 我是良民 天真都可以为我作证的 既然如此 咱们就玩个黑吃黑呗 就在这时 藏在黄龙山的遗川阻挂的 带人冲了出来 都不许动 遗川王阻挂到此 官兵准备受嘎吧 看来这王阻挂 吸收了不少雇员叛军啊 可恶的遗川王阻挂 还真敢来 将士们听令 立即把他给本将军拿下 他这个命令下去 众人掉头就跑 杀 遗川苗美再死 杀 遗川飞三户来一 杀 遗川打轰浪来一 哇 马娜 我的五百匹好马娜 能卖几万两银子呢 现在顾不得那些马拉 将军快跑 保护将军 速速冲出包围 呦 大家上 不要叫他跑了 你这女人是遗川马贼遭影吧 真是 六十岁 老子是遗川打哄浪 废话就不和你多说了 把你和马劝部交出来吧 哇 怎么 你连老娘也像一柄枪料 就是枪力了 你又弄怎样 长毛枕上 把他们丢了喂起来 他娘的今天要遭阳 对你那么多人还被我阻量 那人叫枣鹰 纵横遗川的马贼 一向都只挑官府下手 同步抢掠老百姓 他莫名其妙卷入此事中了 若是嘎在此处倒是可惜了 胡子缅布已经被王左挂打跑 若是要黑吃黑 现在倒是出手的好时机了 要趁着王左挂刚打完胜仗 还没有重整军阵时出手 天尊这是同意我们救枣鹰了吗 天尊一向人善 只要是好人 都是乐于伸手相助的 既然如此 咱们也没必要等了 刚才在天空中已经将周围的地形 和王左挂大军的分布 都看清楚了吧 看得一清二楚 那就上呗 只等RPG AK加特林都给我准备好了 虽然早音他们奇数一流 但是被长矛阵围在中间 也只能在包围圈里面转圈圈 大姐 感觉这一次我们要脚带在这里啊 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我雇员老鬼头来也 哈哈 你们抢个屁啊 这里的马都是老子的 太好料 还以为子鸡是顶料 没想到有来聊黑子黑地 兄弟们随时准备抓机会重处去 你是何人 不想活了吗 我去 蛇祸 祸虫 大家快爬下 打倒了好多 我他娘的对自己压强的手艺 还是很有栖心的 真男人玩加特林 玩AK的都给我做小孩那一桌 哇 咋笑咋 赶紧装填 装填弹药 去他娘的都给我虫 趁他们火虫达地而发之前 虫过去把他们都赶掉 这他们要什么鬼东西这么厉害 红狼 咱们撤吧 他们这武器太高级了 见都没见过 咦 他们不是在乌鱼中救了我们 而是一开始九六九我们的打水 老大 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 先从闹懒捐备之前 走 我们先从那那片斜坡上去 我擦 刀嘴的鸭子飞了 都怪这些该死的孤原边军 富哥 富哥快来住哦 杀 他们要等 又来一群人继续头断 冲一时间 早可以去 AK47 加特林 又是一天开 这都是些什么鬼武器 我也不知道啊 对方火器厉害 而且是根本没见过的奇怪火器 他娘的顶不住了 红狼快撤 是我们的援军来了 不要怕 而且是携带着火器的精锐援军 肯定是新任陕西巡抚刘广生的人 这仗没得打了 快把刚刚抢来的战马带走 我们撤 火器 这就很过分了 民团追不上 这要是被他们跑 岂不是没有完成天尊的命令 兄弟们 我们去来一下辣皮子嘛 为什么呀 我们没必要冒那个险啊 古约派军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当然也得偷偷保力 哦 明白了 救你嘛 走 多谢救命之恩 欢迎五百匹马 不钱你了 遗传早鹰 果然名不虚传 你是拥挤新红娘 正是老娘 来怪来怪 哈哈 那边地是怎么处理 战马已经到手 当然是不管他们了 我们一走了之 如何 正合我一 那就撤呗 嗯 再打下去也没好处了 我也撤吧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 啊 鹰宝宝小鲜 多谢香酒 该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顾原猛牛子 贵千货 我们都打算撤了 对面还拿件事我们 不给他们点教训就走 心里不爽啊 哼 来而不往非礼 猛牛子 还他们一颗RPG 好嘞 看我了 这就是刚才拿个 咋的很弄的东西嘛 看起来倒是不期 就这么小小的一枚 怎么约都能能够去 这家伙好是弄的怪物 来怪老娘刚才被他一下 就抱到了一边 这等怪力 根本无法以力量抗衡 走了 我们撤了 看来我们也得想来撤了 那边是蹭蹭血吧 嗯 若是这个女马贼 也去高家村 我这甲雇员 叛军不就露线了吗 行姑娘你怎么看 枣鹰素有侠名 不会出卖咱们 可以让他知道真相 再说了 高家村民团不善马 这些战马弄回去之后 要全都利用起来也很困难 还不如想个办法 把枣鹰拽进咱们高家村去 此人善马 有了他在 战马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程序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矮云 没有要反对的意思 枣鹰大当家的 不如去咱们的窝里做几天课 嗯 那我可以来找到吗 当然没问题 大当家帮我们抢回来了500匹战马 这可是几万两银子的恩情 不报可不行 咱们也得去咱们那里吃几顿好的 枣鹰刚想拒绝 只听身后手下们吞口水的声音 那那就倒倒了 太好了 一下子来了100多个骑兵 高家村目前最大的短板 就在骑兵方面呢 要把这群人拉进村 看来得从吃下手 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呢 麻辣烫女生最爱 就搞一锅麻辣烫 前面就是我们的窝了 这些派军之外已经在 这里解析了村子 来把他们给打打 芳芳邀请我来组配 秋思有底气 也不怕自己的老我为之邪露 留守执勤的后勤兵呢 立即叫吹士班起来干活 咱们这一趟出门几十里 全都饿着肚子呢 这口是大灾念 你们第四五也不知道 够不够早点 我们这一辈二四名麻醉吃飞 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程教戏 你回来了 程教戏 不是归千福吗 带你回来之前不久 天尊已经赐下食物了 还说今天民团立了大功 所以要给你们特别的美食 是什么好吃的 快快拿上来 等不及了 铁针勇是什么贵 这是什么吃地 怎么豪华 这妈拉的味道 已经染过鱼巴不能料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这等吃事 但是这里用喷子装吃的 就有点奢侈了 这是什么家庭挑家 小菜而已 我们炖炖这样吃 还炖炖这样吃 大家还愣着做啥都饿坏了吧 拿碗筷干饭 兄弟 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呢 三十年了 或许更长吧 这东西的味道让我香过麻辣 大当家的 咱们这里的伙食还行吧 你们最好吃 我都多少年没结果了 就算是寻常年纪 也是打官鬼人才有自己吃的上帝 没想到你们这里 居然是个士兵吃的 我们也不是经常吃 一天才吃一顿 平时吃的还是挺正常的 这个趴地兔还挺能吹牛皮的嘛 什么 一天一顿也很厉害了吧 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法怎样吃一顿 来来来 喝酒 我可不能喝 军营里尽酒 天尊定的规矩 我可不是军人 我是商人 大当家是客人 都是可以喝的 行 你们喝 我用茶代酒 哎呀 你给我把家娘们 豆米切切 你还有两次两就 管他外面豆米几钱呢 和咱们这里不相干 来 天尊特别赏的好酒闷倒牛 满上 不能满 第一次喝着晚夜的人 很容易倒 只给他倒小半杯吧 瞧不起瞬呢 什么鬼杯子怎么笑 孩子跟老娘小伯伯 拿我来买上 你 你别逞能 先出我一小口试试 好 这就好大地情啊 糟糕 这不所以欠获的那中就 这就地情很大地 不该怎样一一而尽 妈呀 这是什么玩意 追我干鸡毛啊 哪来的这怪兽 我去 什么情况 大明哪来的非洲象 这也太有意思了 要是我能养一个迷你象 怕是会羡慕死我自己吧 天神大人 快救狗蛋啊 狗蛋被追了八百里了 虾皮随手 拿出一个玻璃杯 直接就把那硕大的大象给扣里面 大象直挺挺地装在了玻璃杯上 直接就蒙圈了 这一幕也是让狗蛋松了一口气 不错呀 这国产水杯就是硬啊 大象都撞不碎 我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迷你动物园 什么情况 这大象装死呢 刚才追我这么起见 怎么突然就躺地上了 啥意思 这大体格子 怎么还能干着碰瓷的事呢 怪物 挡赞袭击我高家孙 你给我拿命来 兔爷 你干什么呢 你这号称一打八千的选手 怎么还能被弹飞 狗蛋 羞的胡言 死地有些古怪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结界 看我兔爷给你打破这结界 让你平时多读书 没文化真可怕 天尊大人 如今这局势越来越紧张 听说现在打海上来了一批南洋人 也开始在我大明兴风作了 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南洋人可是倭寇 天神大人不知 自从大明闹灾 他们就常常来办 我们的水军又拿他们没办法 他们的水性特别好 真是苦不堪言啊 这群小鬼子 你们不用怕 等我腾出空来 我帮你们灭了他们 啊对对对 虾线说的对 这些倭寇让朝廷头疼得很 他们的船上都有大炮 你这大部队还没到跟前 就被炸成炮灰了 对上这些亡命徒 没有天尊帮助的话 直接就得团灭 嗯 也是 他们在海里跑 你们在岸上追 这不妥妥的炮灰吗 万一哪天 我拉个巴巴的时间 高家村就没了 不行只有强大的小人 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我给他们安排什么大宝贝呢 想到这里的虾皮 灵机一动 想到了前两天 刚买的高达机器人 伸手就把机器人放了进去 我去 大家快看 天神大人 这是又给我们送什么来了 怎么让我有种压迫感啊 这究竟是什么 怎么让风鸣变色 人心颤抖呢 所有的小人们 看着这个高耸入云的巨大机甲 陷入了震惊 这是何物 怎么跟人长得一样又不一样 而且这也太大了吧 我在他面前好像一只蝼蚁啊 你是何放妖怪 胆敢来高家村作祟 看你兔爷我收拾你 滚开 你怎么又犯病了 这是天神大人赐给我们的 现在开始 在高家村培养一批 驾驶高达机器人的司机 这机器人不仅是庇护之所 更是特别厉害的武器 需要几十人 在机甲内部进行操作 但是一定要培养好默契 否则 你们是发挥不出他的威力 好的天尊大人 我一定会抓紧 让程序训练机甲兵 我现在就要找人训练 不过天神大人 这玩意我们这里也没人会啊 忘了这事了 拿着这就是机甲的说明书 你们按照说明书的流程操作 还有你们多培养一些机甲兵 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更先进的机甲 感谢天神大人 这样吧 反正你们现在也不坏 你们先上机甲 我带你们感受一下机甲的快乐 八个亚鲁 现在的明军 真是不堪一击 见到我们都不敢迎战 处生军 我们这次科室 即是跳大船大造的顶舰舰队 就那些明军 怎敢跟我们迎碰迎 最近听到小道消息 距离海边白石里的地方 有一个高家村 听说那里出现了一些 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 等下到了 一定要抢逛逛 处生军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 打他们个集圈不留地干活 这是我们舰队第一次全体出动 我们一定要打出威望 让大明腾腹在我们的脚下 哈姨 我们的船上都有最险劲的大袍 大明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当虾皮遥控着机甲 带小人们兜风的时候 就看到海边有好几个小黑点 拉近一看都挂着滚子的惊奇 然而刚才几人的对话 也全部被虾皮听了个一清二楚 我特忙 真是冤家路窄啊 好啊 还敢打我们高家村的主意 既然这样 那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科技的力量 程序 告诉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让你们看看机甲的威力 よし 你比真是大大的聪明 等回去我给你个掌管当当 哈姨 愿意为天皇骁牢 阿哥亚鲁 怎么开船的 处生君 快看这是何物 怎么凭空出现了 哈亚鲁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凭空出现 难道这是天皇陛下 研制的新兴武器 前来帮助我们的 扫嘎斯呢 原来如此 这居然是我东营过的东西 这东营人脸都不要了吗 气死我了 吃我一拳 那你 巴格亚鲁 不是说这是我们的武器 为什么对我们出手了 处生君 不要害怕 我们有最先进的大炮 我先看看它是什么来路 你滴答答的聪明 敢问阁下是谁派来的 你们这里有没有能够说话的人 你个没器官 有什么给你兔业交代的 交代完了 我送你去一件老巴格 这位大人 我们是来自东营的太平洋舰队 我们有最先进的武器 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任何敌意的 哎呀卧槽 你们这群没器官 没事来我们大名忧的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巴格亚鲁 你居然是大名人 你们居然敢对我们太平洋舰队出手 你们真是嘶啦嘶啦的干活 呦 你们是自己滚蛋 那还是我打到你们滚蛋 巴格 你低口气打打打 你们有句孤话 实施勿者为军阶 我劝你们不要紧就不迟迟发酒 否则我太平洋舰队的打跑 是不奖励的 程旭 你跟出手莫几个啥 启动背后的窜天猴 让他们见识一下核武器的力量 巴格亚鲁 居然还敢对我们舰队出手 真是大大敌坏 只会所有舰队给我炮轰这个怪物 对方已经对我们开火了 我们是不是要躲一下 天尊干啥呢 为什么不躲 我还没娶媳妇呢 我怎么躲 我要是眨一下眼 就算我出 看看这高达的防御系统咋样 那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会有这种防御系统 除生君 怎么办 我们的大炮对它根本没有用了 大明怎么会有这种武器 难道他们在洋人那里弄的东西 这也太可怕了 我们先撤回 想走 既然来了就留下吧 还太肯扬舰队 简直不堪一击 程旭 启动所有的巡航导弹 除生君 我们究竟惹到了什么人 他们的大炮 好像都会追踪一样 好恐怖啊 八嘎 别谈闹的废话了 还不跑 你想被扎西啊 不想是不想 不过我们好像跑不了了 我第一天 这个机甲也太厉害了吧 这么多大船都不是对手 我不管 这个机甲以后我开定了 我说的耶稣也不好使 不错不错 这机甲的实力跟吐掩我的身手 刚刚打个平手啊 他喵的你不吹牛会死 明天我就改军令 吹牛者咖喱汁 机甲的威力你们也见识到了 赶紧回去培养机甲兵 未来我还会给你们更多的机甲 谢天神大人 好了我们是时候回去了 一番实战下 所有人都对这个机甲有全新的了解 同时也是信心倍增 有了这机甲 大明内外还有谁 还有谁 程序更是下定决心 一个月就要训练一万个机甲兵 八嘎 我信心扑扑训练的舰队 怎么就全没了 大明我跟你们是不良理 楚生君 喜怒啊 现在不是考虑复仇的事情 而是我们该怎么回到东营 我们东营舞者有不去不闹的精神 今天我就石油 也要自己又回去 楚生君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们现在情况有些不妙啊 大惊小怪的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我们好像被鲨鱼抱 我为了 八个鸭鲁 大明欺负我 他闹得鲨鱼 还欺负我 你还愣着干鸡猫啊 好啊 怎么打的东西 为什么快肥起来 自从云霄呢 天神大人给的东西 你永远想不到 天神大人的好东西 还有很多 慢慢你就会见到 早知道又怎么秒的地方 我还当鸡猫麻醉啊 早就过来养老了 高家村还在一片喜气洋洋的 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在海的一边却是这样的 楚生君 我已经快游不动了 游不动你就喂鲨鱼吧 他猫的 一两个时辰了 这鲨鱼不累的吗 九族饭饱的高家村 已经进入了梦乡 然而在海的那边 八嘎 真是该死 等我又上岸了 我一定把你做成鲨鱼刺身 楚生君 别骂了 他好像又是金了 一觉醒来的高家村 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有的在干活 有的在训练 一片欣欣向荣 然而在海的另一面 八嘎 这个鲨鱼是大了机械了吗 为什么偏要追着我们不放 楚生君 你赶紧游吧 别说话了 小心他发力 哈哈哈哈不可能 已经一天一休了 他就是天望老子也没进了 小垃圾 有本事你追我啊 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 那就开着机甲 去灭了那群贼人吧 真是不拍贼托就怕贼电机 天神大人 就是一群小小的贼扣 没必要用机甲 我们民团锻炼这么久 是时候让他们体验 真正的战斗了 如果一味的靠天神大人 那岂不是显得我们很没用 啊对对对 就是就是 我POD2好久没有使用 我的ROV18式了 居然还能被毛泥伤到 我要一血前吃 啊没想到 你们现在觉悟这么高了吗 高不高的我不知道 反正有天神大人在天上督战 我怕个毛线啊 我们去了就是嘎嘎乱嘎 哇哈哈哈哈 不可能打不过的 没有什么是一发RPG解决不了的 那就别墨迹了 我们带上民团进攻黄龙山吧 打当家的高家村 突然排除一只千人的军队 进入了黄龙山 看样子有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 高家村是想爆昨天的刺杀之仇吧 他们抢我军马 我派人刺杀他一波 这不合理嘛 他有什么好不满的 他们的武器好像很厉害 上次抢军马的时候 那奇怪的炸弹一想 我们的人就成天成天的倒下 那么厉害的东西可消耗不少火药 连朝廷的官兵都没有多少 他区区一个小破村还能有多少不成 上次也只是被吓了一跳 这次我们有防备了 还怕个屁啊 对对对 没错 那种武器不可能有很多的 找个好的地方 做一个伏击圈 直接就一网打进了 初五 你帅一个赤后队上 左山头侦察 爬地兔 你帅一个赤后队上 右山头侦察 其余人等原地扎营 本兔爷天下无敌 却没派去当侍猴 真是大海小用啊 事后就是精锐才能做的 你个山套 程教习 你终于承认我是精锐了 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只有精锐如我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程教习 这么重要的侦察任务 交给这家伙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的 这家伙虽然一身毛病 但是真正做事实并不含糊 似当家高家军在那边 亮丽外停下来了 没有进入山谷 似乎在等着是吗 他们派出了赤后 想要探查清楚了再进谷 如果被他们的赤后看到 我们就无法伏击了 我们的赤后呢 立即出动去半路上 伏击他们的赤后 兔爷 你有做赤后的经验吗 那当然是没有 又没人教我 徐 有人来了 是吗 我怎么没挺到 你小点声 我是兔爷 耳朵长 我能听到的声音你听不到 我来高家村前 干了两年 偷鸡摸狗的事呢 那耳朵练的一点 风吹草动都能听到 来了 来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兔爷的看家本领 阿威十八十第二十 观音坐飞机 兔爷果然未无啊 这公公的名字 正是发起侧漏 本兔爷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得断三脚腿 这断的地方 让我感觉 我下面凉搅搅的 把这两个家伙 带回去 交给成教席 成教席 成教席 我们带回来 两个敌军吃后 是初五抓到的 是帕迪兔抓到的 他还在前面 让我们先把 俘虏送回来了 帕迪兔这憨货干的吗 帕迪兔的 耳朵好灵了 这家伙在散林里 搁得好远 就能听到 对方的凤翠草动 这家伙 真的是一只兔子不成 把这两个家伙 拉出去 给我好好审 两个俘虏 搅带着散上的情况 大红狼带着 帮手挂的四对 大约一千五百余颜 在右前方的 散头上埋伏子 就挡着 民团敌人 钻进散国 然后就乱石砸下 好 全军准备 夜袭大红狼 怕地图前面 情况如何 敌军吃后 被我们嘎了不少 已经下了 缩回营里 不敢出来了 看到没 他们都在那里 等会 打上一轮RPG 糟糕 是上次那种 奇怪的炸弹 我他 这么厉害的炸弹 他们居然能有这么多 我要不要钱的吗 所有人打扫战场 看到没嘎透的 就补上一枪 都注意点 别打了圣仗 还被扎了 你们两个回去 把这边的战况 汇报一下 再让瞎管事 派人送些军火过来 我们要去攻打 其他地方 打牙龙 我们终于回家了 没想到 故乡的樱花都开了 处生金 没想到 我们还能回到樱花国 这只鲨鱼 是什么情况 追我们都追上岸了 我们跟它有仇吗 处生金 我们要复仇 我们要让大命知道 得罪我们的后果 还有这只鲨鱼 我一定要把他 做成慈身 出生金 祝贺你凯旋归来 口交金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呀 我们的监队 被大明袭击了 我们的监队 已经全部整盲了 大甘亚路 你的 没有睡醒的干活吗 我们樱花监队 是这个世界上 最厉害的监队 怎么可能被大明 这种落后的国家打败 你是不是刻意 引发了什么 口交金 出生君说的都是真的 大明居然隐藏了实力 他们有一种 很厉害的人性大船 抬手就把我们的 舰队摧毁了 你递死了 死来的干活 你说谎话都不会的嘛 这种谎话 你让我是傻子吗 口交大人 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我希望口交君 能够帮我们复仇 爸爸 不要为你们的愚蠢找借口 我不相信大明能够在海上 有一点抵抗能力 你们如果敢骗我 我会送你们去见天皇陛下 口交大人 我义务时的人格担保 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我们两个从大海 有了三天三夜 才回到故乡 我们差点就被一只 可恶的鲨鱼吃掉 所以我要向大明复仇 你有这样的决心 也算对得起天皇的栽培 这样 我们这次出动 樱花国最厉害的海上舰队 而且这次我要 倾城不致力攻打大明 这次我要亲自带领 一门报仇雪恨 他已 这次我一定要找回 我失去的尊严 然而此时 高家村还在想办法 攻打黄龙山的王左卦 天神大人说了 最近世道越来越不太平了 在彻底大乱之前 一定要先把王左卦干掉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原来如此 那我们肯定的加油了 不能给天准丢人现眼 帕地图那兔崽子呢 帕地图搭清早 就跟着楚无帅龄的赤后队 不去检查了 他说他是警睿中的警月 做赤后再懂事 非到莫俗 这家伙有点意思 做赤后绿了功 居然还上瘾了 看到没 王左卦的人肯定就在那个山洞里 能看到洞口有人活动的痕迹 应该错不了 这附近肯定有贼君的赤后 小心点别被人包围了 有我这双耳朵 再不用担心贼君的赤后 你们是什么人 他瞄的丸灯下黑是不 看我二位十八是第三世 一助晴天 看吧 如果敌人再移动 你的耳朵能听到 但是如果敌人不动 你就听不到了 我得去跟城郊戏去复命了 将这里的地形图画给他看 我继续留在这里观察 你们小心一些王左卦 看到那几个守着洞口的家伙了吗 去几个弩手射击他们的眼吼 务必让他们发布出声来 RPG兵你们在左右两侧的山顶 开战的时候你们随便发射 当我们的人进入时 就要停止发射 别搞了自己人 还是老样子进鼓之后 AK骑射打崩敌人士气 武镇总兵离开 这西北地区 岂不是让我们横着走了 待我下一次出山时 还有谁能挡住我 还有贼 大哥 那高家村的火器部队 还在山里到处恶心咱们呢 我和三弟都被接住打了两场 损失很大 高家村的混球 也不知从哪儿 搞来了这么多火器 真是烦死人了 也罢 我们干脆直接向北走出黄龙山 到一川县去好好玩玩 没了武镇总兵 谁还能奈我何 大哥所言极是 高家村的火器再厉害 还能追到一川县来打 咱们不成 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啊 啥也不是 等我在一川县 再多收一些部下 人多势众 再来收拾那些高家村的名徒 到时候我不信拿补下他们 发生了什么 大哥 高家村的任又来了 那些家伙是怎么招到我们的 我们怎么阴蔽了已经 我们的赤后呢 怎么没有发现敌人靠近 他忙着快跑 不然一回就瓮中左扁了 大哥快跑吧 全军冲锋出谷口 我俩带人向后撤 山谷另一边有一条小土沟 我们俩顺着那桃 三地四地全力冲骨口 给我冲 冲啊 不交劲 前面就是大明了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里 跟大明交渣 上网餐中 出生军 不要害怕 我们太平洋第一舰队 这次全军出动 必然是势不可挡的 没想到我们营花国 居然有这么庞大的舰队群 这次大明 我要让他嘶啦嘶啦的干活 你低派大军上 我们要快速拿下大明 然而此时在造景箱外的虾皮 已经全部看在了眼里 于是虾皮默默地 拿出了一块钢化玻璃 随手就插在了海边上 樱花国的先前部队上岸 就发起了冲锋 然后齐刷刷地撞在了钢化玻璃上 八个雅鲁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明明能够看到后面 为什么回过不去 樱花国的武士们 我们一股作气 发起冲锋 杀给你 什么情况 是我的眼花了吗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冲伤去 储生君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 好像有一个透明的枪 挡住了我们的路线 愚蠢的家伙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 付出的脚步 储生君 你有没有事 这里好像有些古怪 你们全部退回来吧 这里有些古怪 这里好像我在书中看到的东西 据说古老的东方 是有仙人的存在 这种情况 好像是仙人留下的封印 不过就算神仙的法力再高 也没有我们的大炮高 所有人听我命令 集体向前方进行轰炸 那你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看来是要让我使用秘密武器了 所有人更换穿假炮弹 我就不信你能抗住 我们樱花国的最新武器 这这这 这是什么情况 程旭 机甲兵锻炼得怎么样了 樱花国的人又来了 樱花国的人是计吃不计打吗 怎么还敢来我大明 等我 我这就去开机甲打他压的去 起开 要去也是我去 这次我要一个人打上樱花国 天神大人 现在已经培养了一百多个 熟练操作机甲的人了 可以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些机甲 你们用机甲配合航母舰队 这次樱花国可是侵权国之力 来攻打大明 你们打不过 我再出手 说完这些的虾皮 随手就扔下来一批机甲玩具 箱子里的小人 看着这些形状各异的机甲 都露出了激动的眼神 大家寻找适合自己的机甲 咱们准备出发 博曹 对面是什么情况 这次的队伍比上次大了很多倍 这一战我们这里都是新兵弹 怕是不好打 哎呀 小热子你兔爷我来了 我让你尝尝我奥威十八 这第四是独龙钻 这汉皮真是难以控制啊 口交警 这难道真是什么 神仙留下的结结吗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既然这里有结结 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我就不信 整个大明都有结结 巴嘎亚鲁 是什么人不听命令 就发射打跑 不好了 敌人打过来了 爸爸 居然敢袭击我们樱花舰队 必须死了死了的弹火 那你 这是什么东东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袭击了我的太平洋舰队 阁下是什么人 为什么袭击我们樱花国舰队 我们好像无怨无仇 你们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 有鹏子远方而来 一命呜呼 那你 阁下是不是说错了 不应该是不易说呼吗 小八个 我说怎么呼就怎么呼 我打死你们这群没习惯 大嘎亚鲁 居然还敢对我出手 全军听命 火力促改 成效喜 这次的樱花国人也太多了 这种火力 机甲也打不过来 怎么办 我的机甲都打掉气了 陪我机甲 程旭 这次你们都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敌人 这一战已经很漂亮了 不过回去还要多加练习 不然遇到更强大的敌人 你们就只能落荒而逃了 天神大人说的是 回去以后 我一定会更努力的训练民团 看来你们也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厉害 我们樱花舰队才是世界第一 没想到樱花舰队居然可以跟这种怪物打成平手 你们真是无知 我樱花国从来不会惧派任何一个国家 今天打败他们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大名了 是了 那你们看看天上 然而此时的天空突然变得黑压压的 好像天都要塌了下来 此时云层中出现了一只大手 那只大手随手扔下一把玻璃弹珠 天空中无数的弹珠坠落 好像无数陨石冲向大地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那你这他喵的是什么鬼东西 为何如此恐怖 我怎么感觉我的生命正在流失 这又是什么武器 怎么可以从天而讲 大名真是太可怕了 我要告诉我的爸爸 我让我爸爸为我报仇 我麦嘎 两位大人你们先观看 小弟我先走一下 虾皮随手扔下的玻璃弹珠 直接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只是一瞬间樱花舰队就全军覆没了 天神大人真是恐怖如斯 黄狗瓜 你想往哪里走 本兔也在这里等你多时了 糟糕 有埋伏都冲 都冲上去干掉它 哎呀 快走快走 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了 往左挂 苗美 你们两个只有死路一条 本兔也收拾你们两人 不费吹灰之力 靠我奥威师八师第五师 一发入魂 嗯 这个自称兔爷的看来是个高手 我们两个一起上 搞不好真的打不过 嗯 去你的吧 你往哪里跑 兔也 点子扎手 快来帮我 小卡拉米而已 看你兔也 我阿威师八师 第六师 报将锁喉拳 嗨 我操 这货这么弱 早知道我就不出卖大哥了 大哥那一百个手下 也根本没必要逃啊 又喝 快跑 这货好厉害 我们打不过 我们这么强的主力 居然栽在这样的弱鸡手里 真是搞笑 武镇总兵一起进京其忙 这西北之将 没了官兵 谁还能带我不占你如何 大当下 有一小股起义军正在营外求见 想要来投靠咱们 一小股是多少人 不到一千人 不到一千人 那有什么用处 这一千人不太一样 他们全部是轻壮 没有老弱病残的拖累 既是狠足 不是一语之辈 全是轻壮 那倒是有点意思了 我亲自去看看 夏米之闯将听闻部 詹妮大哥正在广招钱财 共谋大局 在下便带着家乡的老乡亲们 前来投奔 打起仗来的时候 这不到一千人 发挥出来的力量 只怕不在别的队伍四五千之下 闯将兄弟 我一看你就知道 是条铁打的好汉子 你这一队人 也是个个表汉 你要来我这里 当然是欢迎支持 哈哈 多谢认可 这是我老家最精壮的汉子了 我这里先一有七队队长 就先美去闯将兄弟 做第八队队长吧 今后我就叫你一生八地如何 多谢大哥 重真三年 李自成率领一队老乡 投入布占尼徽侠 成为第八队队长 这便是后来 大名鼎鼎的老八队 又名奉天昌一营 天下最狠的队伍之一 我现在宣布高家村大仇一报 从今天开始解除 临战紧急状态 一切运转恢复正常 老南方 我有点是想和你谈 老头大人不止有何事指教 咱们的民团打了圣诈 你们刚才应该也看到了 看到了 这和我们老改犯有啥关系 这一站回来的老改犯 足足有七千多人 其中五千多是老弱妇孺 全部都要丢进监狱老改 赠鱼的意思是 让我棒的维护监狱的秩序 偏增看你还算机灵 而且混过军队的人 归去两个字为何物 所以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要交给你了 黄契 这件事就交给我和我的兄弟们吧 大家都想早日减刑处约 然后去鬼倩户的搜理一下做事呢 天尊又当着七千老改犯 扩建了一次监狱 把这些人威慑的服服贴贴的 这不是成教席吗 太好了 能在这里碰上成教席 真是太好了 冯大人这是要去哪里 急前成教席助我消灭了翻山越一伙 本官正打算去西安走一趟 亲自将此人的手机送到巡抚大人手里 能帮到冯大人是在下的荣幸 我想问您一件事情 河阳县挤挨着黄河 是否有一个著名的码头 名叫洽传码头 确实有 此码头是咱们河阳县 与外地通商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呢 只是最近一年来 洽传码头都几乎荒废掉了 有这么一个码头在 商人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从江南富庶之地运粮食过来卖 卖一传起不是就能赚一大笔钱 为何会荒废 成教席有所不知 去年朝廷下令不准运粮入闪 因此粮商们都不来了 除了粮食 现在别的商品全都没人要 如此一来 下码码头便荒废了 明明大旱灾 为什么朝廷不允许粮食入闪 朝廷说粮食入闪 会被分售到老百姓的手里 但是老百姓马上就会被刘寇抢劫 最后这些粮食就会落进刘寇的手里 滋养了刘寇 让他们一个个吃得有力气造反 只要刘寇抢不到粮食 就会全部饿死 就不会造反了 逻辑通透 佩服佩服 这和阳县太惨了 我们得帮冯大人 咱们和阳县最重要的粮食产地 就是眼前这一片山间平原 只要这一片平地有了雨水 整个和阳县的老百姓都能吃饱肚子 贫道刚刚感受了一下此地的天地灵气 知觉此地地灵人节 是个极好之所在 再加上翻山越以处 天地间一片清明 此时此祭 正是求雨的最佳时候 你说的当真 贫道骗你们有何好处 现在翻山越已死 此地不再有问人怀敬 当我施法 将此地恶重以处的是告知天尊 那天尊便会请来龙王爷降下雨来 那就烦请道长赶紧施法吧 天圆地方 绿令九章 造化法语 万物四眼 晕行雨时 这都念了一个时辰了 这神棍怕不是吹牛皮吧 求天尊赐语啊 快点啊 富然漏陷了 我可不管啊 你这家伙也太能避避了吧 我都快睡着了 虾皮随即 将准备好的四个 医用雾化器的喷涂 放进了造景象的四个脚 这圣棍烟得倒是下 但是这样烟一烦就只能降得了鱼 我反正是不信的 本官也不信 但是他这样演一下 老百姓有个盼头也是好的 回头宣传一下 就说这雨随时有可能下了 老百姓盼呀盼的都不会造反了 快看天空 那朵云正在向两边翻开 好想有什么东西从云城里出来了 呦 真的来了 那是 那是龙王 快看天空 原出天空 四个龙头在阳村周围的天空中 同时张开打 一起喷出了雨 哇 真的请来龙王爷降雨了 而且请来了四个 四海龙王劝来了 多显老田爷 不知的村民 你们错了 不是老田爷 是天尊 你们谢错了神仙 小心天尊不再降雨了 这田尊的面子好大 四海龙王劝都亲爱了 我还奉进了一只鸡 本没打算有什么收获的 哪知道真下雨 这时候就看到人们的头顶亮光闪烁 箱子上的拯救指数开始疯涨 这拯救小人们的生活 拯救点数得到的就是多呀 这次扩展视野西边到了白水县 东边到了河阳县 这个红尘州是个什么怪物 我们五万大军冲过去 他居然不带爬的 翻帅着亮前任给我们冲过来 还居然他瞄的把我们打败了 大哥 那红尘州取出一个文馆 却蒙的不讲道理 这一传线 我们只怕是过不准 根本进不了黄龙伞 大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过不了一川县 被陕西都梁的红尘州给挡回来了 星红的这么厉害吗 非常厉害 这一川县我们怕是过不去了 进不了黄龙山 那便不进了 也罢 咱们还是去山西吧 黄龙山的南边就是白水县和城城县 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的家乡 另一个是我投奔亲戚 即是造反的地方 山西那有这么好去的 那山西纵兵练西洋打炮都搬出来了 山西这边乌镇宗兵都紧紧庆旺 还是山西好混 我们还是相办法进黄龙山吧 我倒是有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曾水落 沿着黄河向南到河阳县的河川麻图 我们在那里登陆 从河阳县向西走 经过城城县就能进入黄龙山了 我去 这可咋整 好好好 四季甚妙 我们的船只不够五万人一起行动 大哥不妨率领主力 在这里稍稍囤住几天 让我摔不仙去探探路吧 此时白先生和县令 站在河川码头 看着面前滚滚的河水 上游流速太快 只有这一片水弯 水势很缓 非常适合流口的水军登陆 若是王家印的水军过来 还真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调来大量的民俘 在这一块空地上住一个小堡垒 在堡中驻扎一只民团 配上火炮 火冲 弓箭 滚木垒石 将整个码头都在堡垒的射程之中 贼军就没那么容易登陆了 平地里建个堡垒起来 弹劾容易 需要大量的食材 光是开山挖石 就得不少时间 将它们垒起来 也是个基础活 逢大人多虑了 咱们高家村拥有一种奇物 名叫水泥 只需调几名工匠过来 直到河阳县的民俘洞工 不用数日 便可以在这里建一座水泥堡垒 那火炮火冲什么的 也难以解决 本官可不是山西总兵 手里没有西洋火炮可用吗 这个吗 交给再下去想办法吧 你究竟何方神圣啊 这也能想得到办法 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本官先回县城处理杂物去 这河川马头 今后定是咱们拯救 天下苍生的出发地 老爷 不厚了 背防水面上出现打两的串只 王家印来得这么快 糟糕了 听咱们几个人 试挡不住流寇登陆的 赶紧撤 撤回去带咱们的兵来 刚跑了一小段 白先生突然停下了脚步 老爷 这么不抛了 我们虽然没法正面作战 但是躲在远处 偷偷打一枪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就在按上瞄准船上的头目 我一枪把他避在船头 说不定就把他们吓跑了 是王家印亲自来了吗 若是在这里一发打了王家印 那贼军肯定大乱 下也能把他们吓哭 他在定睛一丑 站在船上的人好眼熟啊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不是白水王二吗 我在乘乘县打乱的时候见过他一次 对对对 是白水王二 我在高家村里见过他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 他想了想 将手里的AWM收了起来 老爷 您这么熟悉了 不杀王二吗 当初白先生早就知道 王二跟高家村的交际 当初高家村救下王二时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王二与高家村有了段恩怨 王二是一条真正的好汉 不问缘由就一冲轰死他 我是做不到的 先看看情况吧 只见流寇的船队在码头边 套案后 王二只带了一小队 不到十个从船上跳下 白先生隐隐猜到了王二的意思 他也不躲着了 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阁下是什么人 为什么藏在此处 不知道阁下可还记得高家村 比人白冤 高家村的顾问 哎呦 居然是高家村的兄弟 我正想回高家村去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故人 真是意外之喜 他可没有忘记当初 遭正念夫和种光道背叛 是高家村带人连夜将他救出来的 王好汉 你当初选择了 离开高家村出去闯荡天下 大家也尊重你的意见 让你去了 如今又带着王家印的人回来 却又是为何 哼 我就是想回来说这件事的 能在这里碰上 你们真是太好了 请带我去一趟高家村吧 好 那你随我来 王二又回来了 明白了 肯定是王家印要来了 狗蛋 快去叫上瞎线 准备聊大事了 王二一行人审视着久违的高家村 仿佛爱丽丝梦游先进 他们也没想到 离家两年多回来看到的城城县 已经变成了这样美好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值得你惊叹的是还多呢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 咱们先去谈正事 当年我受了各位许多照顾 这几年时间在外漂泊 总是担心各位现在可好 没想到现在的高家村 已经变成了如此规模 真是让人惊叹 我们倒是经常听说王好汉的事迹 听说你当年离开城城县之后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狗蛋问问他在外面感觉到了什么 王大哥这些年在外面感觉到了什么 说来听听 像我那样造反 好像救不了人 只会害人 而且我所结识的那群陆陵好汉 似乎也并不是各个都是好汉 他们杀人不比官兵手软 他们抢劫起来 比官府收税还要凶残 你终于发现了 你是个有理想有梦想的英雄好汉 但当时的你眼光见识有限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最近这些时间 我常常在怀疑自己当初的举措 直到我这次回到高家村 看到这里繁华热闹 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样子 我更加确定自己错了 现在回头还不晚 王二大哥既然回来了 就别走了 留下吧 当初你要走时 村民们都害怕被你连累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害怕了 啊对对对 没错 当初你在决定要走还是不走时 在家也是不想掺和这件事的 声恐沾伤反贼 把自己也搞得不黑不白了 但如今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 咱们高家村收下的反贼已经不少了 就连雇员叛军都有很多 瞎师爷 贵村现在连雇员叛军也敢收下 究竟我是反贼 还是你们是反贼啊 我们和你差不多都是反贼 难怪当年你们敢收留我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 你们就已经没把官府放在眼里了 王好汉现在整个城城县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目前正在图谋河阳县 而且我们还在谋划黄龙山 准备在山中打造一个基地 若是你回来了 黄龙山一块正是适合你住扎的地方 大哥 咱们干脆就留下吧 好 我答应留下 但我不能就这样直接留下 这样对王家印那几位兄弟来说 无异于背叛 我得回去见他们一面 大哥 这样做太危险了 你忘了当初的钟光道和郑艳夫了吗 我们若要离队 直接走掉便是 回去和他们说反而不美 若我对王家印等人不辞而贬 那就是我不讲兄弟情谊 与郑艳夫他们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好吧 王好汉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那你就去吧 多谢各位兄弟的支持 对了 不管我能否脱离王家印 他都必然会攻打河川码头 进入河阳县和城城县 白猫 你和王家村的人都留下 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那怎么行 我要和大哥一起 有你们拖我后腿 我想逃跑时都跑不掉 王二戴上了一群 后来才跟随他的部下逆流向上 只是不小心打翻了一包席 大鸣直接变成了泡泡王国 箱子里的小人坐着泡泡 直接飞了起来 妈妈 快来救我 我怎么原地起飞了 天神大人好坏哦 我好喜欢 好开心啊 小仙女自己飞起来了 妖怪哪里跑 什么妖魔鬼怪 快快放我下来 不然我让你体会一下 我的阿威十八十 第七十毒龙钻 说你你还来劲了 看我第八十毒龙钻 哈地兔 你不要乱来 居然敢戏弄你兔野我 有本事出来 今日狗吃屎 只仇我必报 哈地兔 你不吹牛会死 你去吧 天神就在那等着你呢 少拿什么天神吓唬我 天神爸爸才不会给我计较呢 真是不要批脸 这时候虾皮看他们也玩够 轻轻一吹 所有泡泡都随风而起 渐渐消失在天空之中 王二来到王家印的帐篷 帐篷里人很多 好像在开会 他为人一向光明磊落 当着帐篷里 一大群人 直接就和王家印谈了起来 大哥 在下法家起义的城城县 有一群英雄好汉 他们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县城 王大哥 咱们不如都投了他们去吧 远比现在这样 烧茶墙掠到出万窜来的墙啊 王二讲完 帐篷里陷入了一片安静 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的话说完了 先回去休息 各位兄弟不妨认真考虑一下这事情 各位兄弟都来谈谈吧 你们怎么想 王二已经和我们例行了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没有雇员叛军有本色 该去请那边的话 是吧 我看应该把他嘎了 不然他谣言火种 乱我们群行 或者他跟那雇员叛军那边 又一退 有许多因为他才来加入我们的人也会跟了去 两位 你们认为如何 我觉得做大事还是要有点气量才行的 王二若是觉得雇员叛军更好 让他去了雇员叛军那边便是 我们也没必要非要嘎了他 此举说出去有点坏了江湖规矩 嗯 我同意闯王兄弟的看法 我们虽然聚在这里 一块行动 却不是一块铁板 谁也不同属谁 谁若是我们因为王二要走 就嘎了他 那别的那些头领都会离心的 虽然王家印很想杀了王二 但是听了这一席话 他知道王二杀不得 好吧 那这件事就这么一定了 王二若要去头骨圆判军 优得他去 我们不阻拦 成全了兄弟义气 免得闹到江湖上 都说我们没有容忍之谅 姐夫不可否认知呢 嘎了更好 一决后患 嘎嘎嘎嘎嘎 你们不用再说了 我一一决 都出去吧 王兄弟 你也觉得王二改嘎吧 仿族次人 今后必定与我们争夺地盼 咱们干脆背着大哥 找那王二一刀卡嘎 您是他小舅子 我是他同族 事后他不可能为了一个死人 拿我们怎么样的 什么情况 我们上到了 里面没有人 这家伙居然遭有准备 此时远处的树后 半边脸不由地低声笑道 两个蠢货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王家印的手下 有这两个家伙捣乱 早晚被他们害死 通知我们的人 连夜离开这里 你好 这是您的快递 请收好 我定制的微信模型 到了 但是还不能用 还是先把手机信号塔 放进去吧 高业叫高家村的领导 和管事的工人过来 我有东西给你们 说完这句话的虾皮 随手就把做好的信号塔 放了进去 一座大名 埃菲尔铁塔 这是什么怪物 你兔爷我可不怕你 哼 休了欺负我 高家村人 齐开 你心里是一点避暑没有吗 除了天神大人 能搞来这稀奇的东西 还能有什么人不成 这个大铁铁仔是干嘛的 这也太高了 难道这是天梯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 一样非常神奇的东西 它叫做手机 手机 天尊 这是什么东西 手机是一种科技的产物 可以让我们 在不同的地方之间 进行通信和交流 听起来很神奇 那它具体能做什么呢 手机有很多功能 它可以与信号塔 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人 通话和视频 你还可以使用它来查查信息 观看图片和视频 甚至还可以听音乐和玩游戏 这真是太厉害了 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东西 起来让我看看这手机 嘿嘿嘿嘿 真好看 不是 是真好玩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信 让我看看 所有都被一笔带过 它曾说的话 有没有兑现 它才能有站在谁的对面 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 结交令个整夜 狗蛋 你别跟夏线他们学坏了 手机是天神大人 让我们传递情报用的 不是你们瞎玩的 狗蛋 你想干嘛 天尊赏赐的羡慕你都感人 摔坏了你可拍不起 嘿嘿 这里面有个女人 她 她还向我笑 你们都什么情况 难道有妖怪不成 那 那 里面确实有人 那个女人还光脚露胳膊露大腿 岂有此理 真真是赏心悦目 霞丝业你去爱喜欢看这种东西 修私人料 哼 不用惊慌 手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互联网 互联网上面的东西 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发上去的 现在主要用途 是让你们随时随地更好的沟通 更多功能 你们可以呼叫小美 让她来给你们讲解 小美 小美 主人 我再请吩咐 小美 你都能帮我做些什么呢 我可以帮助您完成许多任务 和提供各种服务 比如天气预报 历史知识 科学知识 还有学习资源 哦 还能查天气 那帮我查查明天下不下雨 您的定位是西红柿赋人区 明天晴 最高温度26度 我去居然还能定位 还定位到了我这里 难道这个镇子属于现代 这这这天尊 这上面说的可是真话吗 那不一定 上面都是人们传上去的信息 有真有假 不能全信 那上面说崇祯17年大明朝就被攻破了 可是真的 那个是千真万确的 就现在这个局面就是神仙来了 也改变不了这个结局了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那一天做准备 李自成是谁 把他捉来杀了不就行了 那根本解决不了人头 李闯王死了 还会有王闯王刘闯王出现的 哎 瞎管事 你就别瞎操心了 如果没有天尊 你现在是不是饿死了都不知道呢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 我们一起拍个照 拍照是啥意思 拍照后你们就进到我的手机里了 来来来 喊茄子 杀 哎哟 真的进去了 扫英姑娘 我俩也拍一个 把你放进我的手机里 那个帅哥是我吗 原来我长这么帅的 为了保护你们 网络上的内容 你们看看就行了 但是不要与他们互动 白先生 千灵的人到了 瞎管事 洽穿码头那里 需要几个懂水泥技术的人过去 指导他们建造防御工事 好的 我现在去安排 你去安排吧 我先过去了 北兄 这些人士 张帝 无须多虑 他们都是好人 你的人既然来了 那便赶紧在码头边建个临时的寨子吧 县令赶紧下令民团砍树伐木 先在码头边搭个木头寨子 大家也行动起来 帮着河阳县的人一起搭寨子 刘寇大军不管走到哪里 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现在听说要搞建设 一百多人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过来都 愣着做什么 王二大哥的意思 要我们今后从凉 重新做好人 好人哪有不干活的 随手扔下一个传送带 结果就成了大明最强流水线 本来小人国的老改贩 每天采缝刃机都采冒 现在居然实现了自动生产 导致大明提前进入了工业革命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 原材料也出现了短缺 关于现在严谨的短缺 我们就按昨天商议的做法 程序早应行红娘伪张成流寇 想办法去山西打通四岩的渠道 放心的 有天神大人的保佑 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了 放心吧 操天的骑兵也泡不光 我们妈帮弟兄弟们 你们注意安全 我会在天上保护你们 你们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会出手的 只要有天神大人在 别说犯言了 皇宫我都敢住上一住 此时的洽川码头热闹非凡 码头上集结了高家村的三千步兵 三千骑兵就在这顺头 天空中的云层开了 一双金色的大手从天而降 在码头上摆上了几艘巡洋舰 快看快看 天神大人又给我们撕下了仙传 这等神物 我真是闻所未闻啊 这天神大人果然如传闻一般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大人 这要是我 我直接就反了 这次的仙传 怎么跟上次的不一样 我看着这次的好像更厉害 这大炮也太多了吧 这次是改良后的巡洋舰 不仅在防御上增加了 还增加很多武器系统 再遇到太平洋舰队 你们就不用再怕了 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从黄河入海口直接奔山西 高家村的民团撑着大船离去 留在岸边的县令 还有一种官兵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装备 又看着浩浩荡荡远去的高家村民团 陷入了深深的自卑 就他们这装备 要是高家村争反了 那打我们 恐怕跟打这家小鸡仔子一样啊 我看着都害怕 先不做他们的装备 就单独他们的气质而言 怕是要比朝廷的大军 还要有气势 这高家村每次都是这样 一动手就是寄前任 高的规模比我们收军都夸张 废话 那可是有神仙称要的 有什么可顾虑的 不造反已经是对地气朝廷了 大人 我们现在的人心态都低迷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没事没事 大家都别气馁 高家村白先生已经许诺我了 只要你们所有人好好学思想课 以后也会给你们配上一样的装备的 那咱们这样做 怕是早晚会被朝廷知道 这比正规军都好的装备 朝廷会猜疑我们有谋反之心吧 冯大人 你放心 你为百姓做的一切 天神大人都在天上看着呢 启禀天神大人 你为了保护老百姓 赐给他们各种神物 这我是明白的 可是这样一来 朝廷肯定会注意到 最后怪罪下来 就会成为下官的责任 到时候下官怕是要被猪连九族啊 这可如何是好啊 请天神大人开恩 帮下官找一条活路啊 你把你一家老小全都接过来吧 这个世界上 没人能猪得了你的九族的 我在上面 是不需要守你们下边的规矩 所以朝廷高兴还是不高兴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带一家圈来 我就能护你的周全 天神大人刚才说的 你们都听见了吧 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一旦东窗事发 我们都是谋反之罪 所以我们不仅要瞒着朝廷 我们在洽川码头 做的防御公事 就假装是朝廷做的 如果有过路的将军问起 就说是奉命打造的 只要对方不去问皇上 谁也不知道真假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这真是个好办法 气死朕了 这各地巡抚都是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越镇压 反抗的刁民就越来越多 陛下息怒 各地巡捷也是刚派出数月 镇压也是需要时间的 陛下再等等就好了 但愿如此吧 这两年各地呈上来的奏章 也都是报喜不报忧 看来我是该好好管管这些人了 陛下说的是 陛下息怒 成城县何事让陛下如此震怒 成城县有一高家村 人人信奉一个 叫什么虾皮仙尊的神仙 说这神仙经常赐下一些仙界的东西 陛下 这怕是又一个白连叫吧 这又不算什么大事 让成城县的巡捡踏平邪教不就好了 气就气在这里 成城县上到县令下到平民 人人供奉天神 还说什么 天神大人庇佑他们 风调雨顺 粮食丰收 而且高家村的民团武器装备 远超朝廷大军 这是明目张胆的 要谋反吗 这怎么可能 这大旱灾就是在城城县开始的 现在又说五五风登 我看就是县衙起了谋反之心 说这些妖言惑众的话 气死朕了 朕的江山 当然是朕说了算 何时有什么神仙说了算 朕守护大明几多载 为大明日夜操劳 百姓不仅不念我得好 起兵造反也就算了 居然还信奉邪教 朕真的是心寒至极呀 陛下你这是怎么了 快来人啊 皇帝 皇帝他驾崩了 撒 陛下 陛下 陛下这是 这是驾崩了 恭送大明皇帝 撒 陛下 你怎么说嘎就嘎 卧槽 皇上诈尸了 你说啥 别叫了 朕还死不了 一个小小城城县 居然敢明着 跟朝廷作对 这是对我大明皇帝的亵渎 我就要看看 这世界除了我 还有哪路救苦救难的神仙 陛下你龙体安康就好 到底何事让陛下龙颜大怒 你们自己看看 什么 装备超越我大明军队 太可笑了 我大明军队所向披靡 还敢跟大明军队比较 这是公然敢藐视大明王法 我金无敌 要踏平成城县 陛下 我请命亲自率兵踏平成城县 陛下 如果真按奏张上来说 这成城县风调雨顺 鼓鼓风等 高家村有很厉害的武器装备 可成城县为何迟迟 没有起兵谋反 按理说不应该啊 我觉得此事还需亲自探查一番 免得小人拿一场百姓做文章 王丞相所言极是 此番奏折 怕是有奸人胡一挑衅 丞相不如你我三人去成城县 威服司法 看看到底是什么景象 这大万之年 各地还在压制贼军 陛下现在离开皇城 怕是对你不利啊 有何不利 有我金无敌 在陛下身边 什么人能够进山 我一决就这么办吧 那个丞相啊 你的身份是金城富商 我就是你的马夫 金将军是你的随从 就这么定了 哎呀 地下你看我年事已高 出远门 我怕我这身体经不起折腾啊 丞相是想告老还乡了 哈哈 陛下你看我身体强壮 老当义壮 年富力强 百步穿扬 我回来甚至还能要个八胎 铁大当家的 你这里还有食物吗 我想买点 哎 没有了 我身边就剩下几天的口粮了 别的全都卖光了 那可怎么办啊 我媳妇正怀着孩子 这要是断粮了 可就全完了 再等等吧 行大当家的说了 还会运粮食过来 我们再等等吧 现在陕西山西都在大汉 那邢大当家的就是三头六臂 也弄不来多少粮食吧 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自救 不行就下河捞鱼吧 希望邢大当家的能带来些粮食吧 来了来了 河上来船了 来了那太好了 快看看是不是邢大当家的船 我也不敢肯定 这次来了三艘船 三艘 这怕不是官府的水军有打过来了吧 听到这一消息的铁鸟飞 当时就慌了 直接就跳上了瞭望塔 只见北方的河面上 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三艘大船 缓缓行驶过来的大船上 飘着一面大旗 上面写着一个行字 大家快来 是邢大当家的来了 杀 拥挤姓姑娘 这下我的老婆孩子可是有救了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现在好苦啊 没想到邢姑娘在这边声望好高啊 弟兄们咱们全部下船 邢老大 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 这三艘大船也太威武霸气了吧 这一船的战马 一船的兵架 一船五字 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这是什么豪华的配置 这比朝廷的军队强一百倍啊 这是一个嘶言贩子该有的吗 这位是我的好兄弟 人送外号大憨子 是陕西那里闻名的好汉 啊 纯 是我吗 文明 我怎么没有听闻过这个名字 王左卦 不沾尼 我倒是听过 这大憨子是个什么玩意 怎么 看不起我兄弟 这位大憨子 一看就是一等一的好汉啊 你们俩人还怪好的嘞 说话真好听 呃 那个 姓老大 你这是要造反吗 如你所见 老娘我反了 这一次回来就是帮乡亲们 干掉欺负咱们的混蛋 好啊 姓大当家的帮我们撑腰来了 我好感动啊 感觉好像心雨下凡 哪些狗屎的溜口 把窝们磕海滩了 性打脏甲的 磕要为窝们躲住啊 不急不急 先解决饿肚子的问题 兄弟们给乡亲们卸货 所有人看着大船上 堆满了大袋的面子 整整一艘大船 一名工人随便打来了一袋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了过去 这 这 这袋子里都是粮食 呃 这船上的袋子 全部都是 我好 留鞭 我的老天爷啊 这一打串 非左烧尽量是 行老大 你究竟是哪弄回来的 这么多粮食了 哼 这是老天爷伺的 呜 行老大 那这粮食 怎么卖啊 你给报个价吧 嗯 这次货很多 二百文一斗 啥 两百文 这是过来做福利的吗 呜 山西的粮食 最低也要八百文 还买不到 这行老大 真是仗义啊 快给我烂两斗 我要两斗 那我这要是借了你的货 都不好意思卖高价出去 废话 肯定不能卖高了 看到我身后的大船了吗 老娘 我可不只有这一船 要多少船 有多少船 我看谁还敢哄台物价 谁敢囤粮台价 我就让他破产卖库查子去 嗯 这么多 这要是下一船来了 岂不是会更便宜 没错 老娘的目标 就是让粮食回到正常的七文钱 呃 本来还想囤粮呢 算了 我还是好好卖盐吧 上次大当家的说要盐 我性不辱命 给你弄了不少 哇 不是 你看到我这船没 就与你这点盐 你没觉得不太合适吗 你没格局吗 想办法搞上一船 啥 这等大船装满盐 多少人几辈子都吃不完 你别管我吃几年 你这点盐不够 我还要亲自去一趟谢池 我去 你这是准备一路打到劫持吗 那里可是有正规军 真要去抢年 这事情可就大发了 我又不傻 当然不直接打 你在这里数 你先帮我把沿路理顺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这我太熟了 带路这事就是举手之狼 老程啊 咱们这是到了什么地界呀 骑饼陛下 我们现在在山西地界 再有几百里 大概就到陕西地界 还叫什么陛下 在下只是一间马夫 你就叫我老马吧 丞相大人 你敢叫老马 我这就嘎了你 你这是大不敬罪 老街 你的喵的虎啊 你要让贼人知道 就咱们三个从皇城跑出来了 怕是早让你嘎了 你低调点给我 相亲 你们这是有什么好事 急急忙忙的去干嘛 后事 是的 天大的后事在前面等你们呢 快去吧 我看你们是外地的吧 还是快些逃跑吧 前面有一伙山贼 从山上下来抢劫 看你也是富贵人家 怕是要遭难啊你们 什么 大白天的 救出来打劫 真当我大名 没人管事了 嗨嗨 老马 你要克制 要克制 那个马夫就别撑枪了 一回山罪来了 第一个就得嘎了你这中的 别跟这人说话了 来不及逃命了 被他们抓住了 还不如饿死呢 别想跑了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大当家呢 快看 这还有个马侧 这年头能做马侧的 肺腹鸡贵啊 这次我们赚大了 这是我上山以来 遇到最肥的一个了 贼人 快快放了这些百姓 不然我会 我会让你们后悔 死到临头 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最讨厌的就是 有钱人的狗腿子 一辉先嘎了你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王法吗 落草为寇的下场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吗 什么王法 管我皮屎 我都吃不上饭了 官兵还来我家抢 这有王法吗 大哥 你跟他废话干什么 就这马车 也只三百辆的人子了 更别说这匹马了 这位义士 还望你能手下留情啊 我们也就是去陕西 做些小买卖养家糊口的老实人 这马车 也是我们在城里朋友家借的 腾里的朋友挺有钱啊 马车都择着肩 那我们更不能放你们走了 这不是腰间素吗 你他喵的会不会憋 看我的 我们这马车其实不是邻居的 就是他的 他家老有钱了 你们保了他 我们俩负责回去 给你们抱进去 有道理 有道理 老金你大爷 你是人不 看来你们挺讨厌 你们家的老爷 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对对 却几个人把他们抢了 抢完给我 嘎了那个坐马车的老小子 就看他不顺眼 嘿嘿 大哥 我早看那老小子不顺眼了 一点规矩没有 跟我们所话 居然在马车顶上 看得我脖子都疼了 冲啊 老金 你呀别装了 再付出手 我今天就嘎了 嘿 你信我的第810顿酒 我记得没错吧 小子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已经放过你们了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人动手 区区一个小贼 还不配让我逃跑 今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跑 小子我知道你有些力气 你能打多少 就你这百事人 根本就别想靠近我 这今将军果然是勇猛无敌啊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 还真不信 那些当兵的吹嘘有多神 什么 伤百人打不过一个人 今天这点子有点扎手啊 我刚做完热身就结束了 真是没劲 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怎么 过来给你金月过两招 一只穿云剑 千军弯马来相见 小人 小小贼军 我等你叫人一起经理了 小子 我看你狂 不知道我这点人够不够你打 老金上去给我灭了他们 你大爷 这么多人你怎么不去 拉马 风琴扯祸 小小山贼 救你们这区区数百贼人 也敢与我一战 没想到有钱人家的打兽 居然如此身手不凡 没想到我大明有如此勇猛的将军 老马 低调点 咱们现在情况特殊 特殊个谋啊 没看到老金一个人 包备了所有山贼 小贼 吃你金爷 我一拳 我承认你很厉害 不如给我做事如何 我让你做二当家的 总比跟在这 替有钱人家做看门狗好 吃我老金一拳吧 小子 我看你狂 不知道我这点人勾不勾你打 有老金在 这点人算什么 老金上去给我灭了他们 哇 老马 你认识 老金对不住 风琴扯祸 老金你大爷 跟老年人玩心言子事故 兄弟们冲啊 抓住他们三个给我 冲啊 金大将军 没想到你不仅功夫了得 这脚底抹油的本事 也厉害呀 真身转欣慰呀 老金你大爷 你们跑啊 那个这位好汉 我实话实说吧 我是京城的富商 你开个价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老长 口气这么大 天天给我说你是个清官 现在倒才大气粗了 回去 我就抄了你家 哼 让开 我这就砍了他 我最讨厌的 就是贪官了 人和人之间 能不能有点信任了 老夫这么说 也是权益之计啊 不信你回去抄家去 哦 你打伤我书百的兄弟 现在想花钱解决了 我们是山贼 但也是张义之人 这些人可都是我的 知爱亲朋 我打哥的意思是 得加欠 哦 加钱 加钱 这样你开个书 我回京之后 派人给你运来 傻 你空口无凭的 就想忽悠我 你当我是傻子啊 那我给你打个欠条 啊 对对对 他给你打欠条 大哥 我感觉他们好想在刷牛 好小子 到了这时候还耍我 所有人一起上 既然如此 那我就试试 我的极限到底在哪 老金果然是我的威猛将军啊 一个人居然挡住了五千贼军 老金真是六六六啊 打不过了 你赶紧带皇上走 我给你们养护 哈哈哈哈 你小子是真虎啊 还想一打几千人 这次怕是要嘎在这了 早知道就不嘴硬了 我大明要亡啊 大明要亡啊 就在大明皇帝 以为这次在劫难逃的时候 宫中响起一声 箭矢飞过的声音 马贼首领应声鼓励 此刻看到远次 一对骑兵冲杀过来 官兵来了 快跑 白跑啊 我们打当家的嘎了 白跑啊 罪军休要逃跑 杀 不跑了 不跑了 我们偷像 我们偷像 你们是哪路贼军 你们的首领呢 我们的首领 刚才被那位女侠 一肩射死了 我们也是周围的村民 刘寇一直抢我们的粮食 我们也是 被比无奈上山 做了山贼 要是有吃的 我们也不想把脑袋 别哭腰带上啊 姐姐姐谁就这么扁啊 嘎了 必须给我全部嘎了 你们是谁的部下 怎么这么晚才来护驾 护驾 护什么叫 这位小哥 这是我的马夫 脑袋有点不好 别听他瞎说 我们刚才就是被这群山贼追杀 我的护卫也受了重伤 没事了 现在你们安全了 来人把这位受伤的兄弟医治一下 真是感谢这位小哥 这些山贼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啊 嘎了 全部给我嘎了 一群刁民落草为寇 使百姓为草劲 挑衅我大明律法 大明还有律法 可言 若不是草亭真碎非诚 压得北喜命不良生 北喜若是年纪老爷 货必要落草为寇 你说什么 那个小姑娘慎言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 若是被朝廷知道了 怕是会砍头啊 开口 若不是我们神后的还好 我们早就撒到精神料 把这些山贼遣散了吧 分他们些粮食 让他们回家好生过日子吧 啥 全都放了 还给粮食 又何不可 看你们穿着锦衣玉食的 平时也不缺吃 不缺穿的 你们怎么会了解老百姓的苦 大灾之年百姓土里刨石 坏人已经嘎了 不能连所有灾民都嘎了吧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小的不 这位小哥说的有理啊 不知你们是谁的不像 要去哪里 我们 我们是雇员叛军 啥 雇员叛军 你们背叛朝廷起兵造反 你们眼里有没有枉法 我说老头你再怎么死都 别怪我们十岁 我们也是你的救命人 你们要学会感恩 有道理 小姑娘说的有道理 在下谢过各位议事了 你们还是快快回家去吧 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就不赔三位了 这位受伤的兄弟也给他医治了 一两天问题就不大了 各位议事 我们就此别过 有言再见 随后的程序 早阴行红娘几人 带骑兵向东急车去 过了前面的大河 就是我孙家庄了 嗯 孙家庄是你家 大家 你可是行星啊 我是幸行 但是我是在孙家庄长大的 不过庄子里没有我的亲人了 只剩下些老邻居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私盐贩子的女儿啊 我爹就走南闯北 在孙家庄遇到我娘 后来又带着我贩卖私盐 母亲一直在家等着直到病死 哈哈 跟我差不多嘛 我也死猪菜的妈嘴 眼看离着孙家村越来越近 行红娘的脸色就变了 远看就看到了破败的孙家庄 进村就发现村子里四处是尸体 血都没干 嗨 心打当家的 减癌啊 放心 这边场面我还是见过的 虽然难过 但还不至于怎么样 村里一共一百来人 这也就十几具尸体 说明大部分人都逃走了 全体散开 找线索 早阴手下的马贼 都是擅长追踪的高手 没一会就听到 抱 村子离的眼向没去了 溜靠爷坠的向没去了 呃 呗 我知道了 普救寺 他们逃向普救寺了 所有人 快马加鞭直奔普救寺 普救寺 位于永济西边不远处 这里地势较高 视野宽阔 是个一手南宫的好地方 此时普救寺里挤满了老百姓 寺外有超过五千人的流口大军 正在围攻 普救寺 阿弥陀佛 善灾善灾 平松用棍子不用刀枪 就是不为了杀生 你们这群人杀人不眨眼 我打死 你们应该不算破戒吧 犯思者群屠虑了 给我宠啊 阿弥陀佛 善灾善灾 爱 这一劫怕是渡不过去了 再杀流口 大家撑住 游骑兵来救我们了 秦红娘他们一来 二话不说 直接突击流口 所有骑兵却不从风 早鹰这一冲 把贼头直接冲猛了 叫小张包的贼头 哪能想到后面突然出来一对骑兵 只能仓皇应战 然而早鹰骑着战马 直奔小张包来 他们要的一个女人 早鹰让我来 马上我没优势 毕上他不是我的对手 塔苗的不好了 烧党家的被他们杀了 这是塔苗那里来的骑兵 会去一个去同志打党家的 其他的虫上去 非烧党家的宝臭 为了减少伤亡 等待步兵的到来 骑兵也是游击打法 气得流口 一直破口大骂 那里来的混蛋 干不干报上名字 老娘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永继行红娘 记住老娘的名字 啥 拥挤姓红娘 我听过这名字 附近的打燕小 还算你有点见识 塔苗的 你个燕小 怎么对我们出手 大家都是跟超廷作对 我们应该是疑惑的 这是老娘的地盘 谁在这烧杀抢掠 老行我剁了他十八代 呜呜呜 你这个丑女人 烧在这里小张 一个萧萧燕小罢了 你塔苗的有种别跑 老子搅你这萧燕小 嘎嘎夺碎 这家伙刚把这句话说完 就发现西边又来了 一大群步兵 是不妙 箱子里的小人 居然包围了五千贼军 贼军不服也就算了 但是嘴还死硬 有什么撩不起的 不就是人夺了一闲马 等我们打当家的 赖了劝嘎了你们 所有人听我扣领 三二一 抛路 赖了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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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容易 新打当家的 你去扑救寺去找你的老乡亲们去吧 我且跟贼群村最威威 好 你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打不过就跑回来 放心好料 我有粉笋 骑兵硬 都给我跟嗓 咱们好好跟走些流口威威 看到刚才一幕 扑救寺里的人全部看在了眼 知道来的都是自己人 早早就打开了寺门 红娘真的是你啊红娘 这些年你都跑去了哪里 红娘 村里人很瓜年你 这都几年不见了 哦 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咱们就都玩完了 新红娘简单的跟孙家庄的乡亲们 寒暄了一位 这普救寺里 现在谁说了算 阿弥陀佛 平僧法号沙僧 女施主 有什么事可以和平僧说 啊 啥 你这法号 哎 平僧年轻时兴起火爆 喜欢打打杀杀 因此就叫了沙僧 现在年纪见长想改了 但是乡亲们已经叫换了 好吧 沙僧大师 寺院里的乡亲们都是听你的吧 阿弥陀佛 乡亲们遭逢大难 现在六神无主 急需有人引导 平僧只好或者脸皮发号施令 寺院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八九百人 哟 你这寺院挺肥啊 能养活这么多人 当然养不起 平僧只想抵御贼军了 完全忘了吃饭的问题 这真是他喵的 善哉善哉 沙僧大师 麻烦你帮我给乡亲们传个话吧 我来养活他们 古渡码头需要大量工人 愿意去干活的人 管吃饱 每天还可以领三斤面粉 女施主 切莫开玩笑啊 何况你有这么多粮食 怕是会遭流寇的注意 到时候岂不是更危险 我永继行红娘也算是江湖有名的言销 说一就是一 吃饭的问题 你们不需要考虑 我来管博 至于安全问题 码头上还有的兵 可抵御流寇 女施主是为言销的话 那你手下的自然 不是官兵了吧 哪个官兵能靠得住 若是将挨官兵来绞你时 这些老百姓又该如何 朝廷一向都是守恶必办 从者不咎 官兵 只要嘎了我 这些老百姓 就能回返原籍 不会有事的 好好好 平僧这就把话传出去 有这位和尚帮着说话 那效果也是很好的 刚刚经历过生死的人们 重新振作起来了 纷纷前往古渡码头 百姓走得很慢 十里路足足走了两个时辰 终于看到了古渡码头 以及三艘巨大的船 区区言销 居然这么强大的势力 不 这肯定不仅仅是言销 这人背后肯定有别的势力 只是拿言销做个幌子 而老百姓看到的 跟沙僧就不一样了 他们看到的是粮食 大量的粮食堆满了货船 也是短暂的失神 八九百老百姓 齐声欢呼起来 老承 我们现在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此地 此地 暗路成算已经是陕西地界 可是这也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了 丞相可是来过此地 五年前 我确实来过此地 不过当年可没有这么多农田啊 而且你们看着农田的庄稼 各个饱满圆润 这跟他们说的大灾 也不是一回事啊 难道又是那些乱臣贼子 想要无端生事 让朕产生错觉 好让黎明百姓认为果实昏君 也不对 咱们在山西地界过来 这山西跟陕西差异太大了 既然无灾 为何不给朝廷纳税 为何陕西城城县多次盼万谋反 真当真这皇帝是摆上吗 这位老乡 我们是从京城而来的商人路过此地 请问这里是哪里 这里啊 这里是陕西的寒城县 你们是第一次来这里吗 这就是山西交界的寒城县啊 老乡啊 我有一个疑惑之处 为什么这山西跟陕西一强之隔 为什么你们这里无灾无难 粮食还如此丰收 丰收 这也叫丰收啊 你是没见过真正的丰收 一亩地能出五蛋粮食 我们这三蛋粮食不算什么 你们外地人不知道 什么啊 一亩地产五蛋粮食 这怎么可能 常年无灾 最好也就三蛋 这大灾之年 一亩地五蛋粮食 怎么可能 就说你们外人不知道 以前我们重庄家用自家的大份做肥料 现在的肥料 都是成城县那边的人送来的 用了他们的鲜肥 才能如此啊 成城县 鲜肥 又是成城县 这成城县很厉害吗 何止是厉害 成城县现在是要风有风 要雨有雨 人人都想去成城县 连我都想去成城县养老 按你说的 这成城县还真能有神仙不成 哎呦 看来你们也知道点 不瞒你说 这老天爷据说就住在成城县 哼 渔民 哪里来的什么神仙 都是邪教传出来的 你们不好好种地 为什么要听这些妖言祸众 你们真当大明律法是摆上吗 大明律法 大明律法能让我的庄家丰收 还是让我衣食无忧 大明的律法连自己都管不了 还管什么老百姓 那些官兵 抢我们 打我们 杀我们的时候 我也没见大明律法出来 保护我们 老乡 多谢你啊 我这有二两银子 算是一点心意 感谢给我们讲解这么多 收起来吧 我们虽然是农民 但也是有骨气的农民 不吃接来之食 银钱我也不缺 多了没用 够用就行 这里的人都这么豪横吗 哼 我倒要看看 这什么成城县的老天爷是谁 到时候脑袋给他拧下来 皇帝一行人听完老龙的话 心里五味杂陈 为了一探究竟 便直奔成城县城而去 然而越是接近成城县 内心越深深地撞击一次 了不得 了不得 这不来不知道 一来真是吓一跳啊 这哪里是什么难民区 这不比京城还热闹 这个大片大片金黄黄的庄家 像我这么多年 也是从未见过 还有刚才从我身边过去的 那是一个什么玩意 为何速度比我的千里马速度还要快 这难不能成城县 还真有神仙 神仙 怎么可能有神仙 我看就是有奸臣欺上瞒下 别有用心谎报军情 此时的虾皮还不知道 皇帝偷偷来到了成城县 突然箱子里传来一阵敲钟的声响 过去一看是高业还有县令 几人在其身后一脸急切地等着 有什么大事 天神大人问你们话了 快说吧 启禀天神 朝廷又开始不干人事了 在这大灾之年居然家派良响 没目的的基础上再加三里的睡银 卧槽 他喵的 眼看流寇去了山西 陕西这边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却没想到上面的人如此胡来 我们还好毕竟有天神降雨 其他的县刚缓上来 这一下又要难了 好吧 又有更多的人要从贼了 不过 本来咱们也一直没交过税 加不加税跟咱们有啥关系 巡抚大人派人来问 我们成城县的税 为什么一拖再拖 再拿不出像样的原因 就要给我治罪了 这倒是一个问题 朝廷要是完真的 必定要拿了县令 而我肯定是要保他的 一旦闹起来 朝廷说不定就要派兵打过来了 我倒是好说 无非就是急诚的事 此时的虾皮也陷入了沉思 他是不怕朝廷打过来 但是把明军嘎完了 没有任何好处 只会让天下更乱 老百姓被流寇所害 以后怕是生灵涂炭 现在的陕西巡抚是谁来的 刘广生 刘广生啊 那就好说了 交税的事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了 这是已经火烧眉毛了 放心吧 要烧眉毛也烧不到你的眉毛 你只管放心大胆的拖 直接告诉他 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 随手写下八个胆子 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 救下的城城县令 差点原地吃习 天神大人 这不交税也就算了 真这么写 怕是我西瓜直接落地了吧 这样真能行吗 放心吧 我说能行就能行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你们只管照做即可 那下官就这么去做了 县令听了虾皮的话 也不急着回县衙 砸起书笔直接就行 前面倒是客套一些 后面直接就是八个大字 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 随后就派师爷 将信件火速送去西安 这几个县的税银迟迟不能上交 城城县更是离谱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人 依我看 这不是客县的不是 这三年大旱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各地又挤暴乱 哪里来的钱粮交税啊 想我堂堂一省巡抚 居然会因为税收发愁 这要是在强行收税 百姓不得抛了我的祖坟 也是啊 但是这是朝廷的命令 咱们也没办法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大爷我不干了 拿纸笔来 刘广生直接照着城城县令的书信 照抄一遍 并在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后面 瞎了一句 我不干了 派人加速送去京城 我们收拾收拾告老还乡吧 古渡码头的寨子也全部建成了 古渡四处来的这些百姓心里 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哎 这眼看就干完活了 这干完以后 要是不用人了 我们可怎么办 我也想到了 就怕一句 你们可以走了 哎 那我们今后又敢如何活下去 乡亲们 你们不要担忧 平僧知道你们想法 我替你们前去问问 大家心里也好 有个数 哦 谢谢沙僧师傅 平僧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邢大当家的谈谈 稍等一下 我去通报医生 沙僧大师 您可以过去了 行大当家在等你了 这群人嘴里自称延宵 实际上形势极有章法 比官兵军纪还要好 这伙人要真仅仅是一群延宵 我把眼珠子挖出来喂狗 沙僧大师 你来找我所谓何事 随后沙僧将老百姓的担忧 讲述了一遍 乡亲们刚过两天好日子 这就要结束了 大家心里有些不安 哈哈 原来是这点小事啊 没必要担忧 活根本干不完 啊 啥这还有啥活 寨子都建好了 寨子是建好了 乡亲们的生活区域还没建好呢 我打算做一个码头小镇 该有的我们也要都有 这是要把苦度码头做成小镇 这么大的野心更不像年宵了 你回去就通知老百姓吧 各种房屋 工匠房 商铺 都可以尽情的建造 所有工人还按之前的标准发工资 呃 这也不能让他们乱建啊 两个居民要是建在一起 肯定会为地皮打架的 我去 对啊 这还真不能瞎怒 可这来的程序早应都是武将 一个文员没来 可咋整 沙僧大师 你可认识规划管理城镇的人选 以前做过师爷的最好了 哪里有读书人愿意为延宵干活的啊 这倒也是 罢了 这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告诉百姓稍安物造就行 没会儿也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 这令牌你拿去 以后进大营一室也会方便许多 阿弥陀佛 那平僧就先回去了 沙僧走远后 行公娘叫来水位 又拿出一个一样的令牌 你们看好 我雕刻的令牌后面这位置故意磕了个小口子 小口子里面还划了两个刀印 只要是我的令牌都会有这个标记 啊 行大当家的 这是为什么 要是随便有人用木头 雕一个混进咱们大营 那你们就被嘎了 懂了吗 此时的古渡码头又来三艘运粮大船 看着干活的百姓们眼睛都大了 许啊 还有三艘这么大的船 这行大当家的是多有钱 居然有这么多的大船 这也太变态了吧 那大船里面不会全都是粮食吧 现在需要一批搬运工 将三艘船上的粮食搬下来 还是老闺女 三斤面粉 一天的工钱 听到这话的百姓一拥而上 开心的淡火去了 船长 我这边建设古渡 需要规划的人才 回去禀告天神大人帮我安排一个 我尽快将这件事带回去 对了 莱先生让我转告你 高家村开始图谋白水县 寒城 大力县这三个地方了 你这边需要在山西招一些士兵了 白水县 大力县也就罢了 可这寒城不好弄啊 这可是陕西的军区啊 城脚席 你还不知天神大人吗 洞寒城也不需要正面去打 用点小手段就好了 就算打过去 天尊出手 也不是问题啊 大家听到没有 高家村那边 已经准备入住同关道的寒城了 我们这边动作不能再慢了 免得让家里人看了笑话 寨子这里稳定了 是时候向谢氏出手了 尽快把盐弄回去 这次可不是去搭葬 而是后这次的也将接触 分角戏就不用取了 你还是包袱咱们 孤独马特兵来去吧 枣鹰你带少量骑兵 跟我一起行动 剩下的交给成教席就好了 嗯 那死亲就怎么顶料 第二天一大早 行红娘和枣鹰 带着武士骑兵 还有一些严贩子 骑着战马出了谷渡码头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不久 谷渡码头的北方小树林里 就冒出两个脑袋 正是不沾泥布下赤后 看见了吗 行红娘走了 看方向 他们是去接驰了 戒指力刺底一百粒锄头 到达那里 估计已经三更半夜了 他们肯定是去高思印了 嘿 那他们这一区 岂不是两三天回不来 哈哈哈哈 幸红娘不在 那河边的小寨子 可就太浩大了 没错 他们杀了小当家 刺丑被包 咱们赶紧回去通报 趁他兵要他命 掀了他的破宅子 嗯 瞪下 他们奖赏的打串 那万一要是放弃打跑来 那才可怕了 没事 咱们在这里 看了两天了 那船歇了活就走了 这小婆宅子 轻松拿下 秦红娘一走 这寨子里 唯一就剩程旭一个人 智商在线了 程旭在新的剑楼上 四处眺望一下 突然 视线远处树林里 有什么动了一下 程旭赶紧拿出一个望远镜 看着打败像是边军啊 而且很像雇员叛军 肯定是加入了 刘寇不沾泥的可能性大 你们俩多注意前面 望远镜给你们了 多观察 如果没错的话 两日内贼军 就要从这个方向来了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跑路吗 怕个屁啊 咱们有寨子 有骑兵 有枪有大炮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望远镜不是早想玩了吗 这两天让你们好好玩玩 哦 分明 哟哟哟 哟 看不见 哇 南面和颜有个大姑娘 在洗衣服 长得真好看 好大的屁股 哟哼 哪里哪里 你拿过来让我看看 哟哟哟哟哼哟 哈喵的 我让你们看北边 你们在看什么东西 都给你们说了 贼军两日之内就来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望远镜给我看看 大姑娘在哪呢 快指给本教席看看 教席心情不错啊 周边有什么好风景吗 没啥 就是发现了贼军的斥候 他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啥 你他喵说啥 阿弥陀佛 别担心 咱们有的是装备 还怕那什么贼军吗 来了打他们就是了 哇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那个大师 我看你这身形 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 功夫好得很 我估计我肯定打不过你 而且你身上杀气太重 年轻的时候 没少杀人放火吧 以前的事 平松已经忘了 为了救这些老百姓 你肯定要出手的 怎样 要不你把这破棍子换了 我给你弄个衬手的玩玩 不了不了 打打杀杀的力气太重 平松这少棍就挺好 棍树乃神武不杀之术 平松不想再杀人了 哪那么容易做的呢 要我看 杀一个就两个 也是大功德 大师以为如何 一人不杀 再救两人 起步更好 你这就是贪心了 这种事情上贪心一点也好 随手扔下一个迷你加特灵 沙僧直接看闪了 沙僧只是简单的操作了一下 直接就把手上的哨棍给撅拾了 并且当下改名为 纳摩加特灵菩萨 这是何物 还能比我的哨棍厉害 我看这东西没有任何杀伤力啊 你懂杀 此物只应天上有 沙僧师父可愿世上一世 此物当真如你说的一般 那你用此物与我切磋一番 是上一世让平僧开开眼界 我若以此物对你的话 怕是沙僧师父 试试就是试啊 那你不是上一世 平僧可就认为成师主是在吹牛 这样吧 你来驾驭此物 我教你如何使用 你对着对面的大树扣动这个扳机 哈哈 这么远的距离怕是弓箭也设不到吧 此物还能比弓箭还要厉害 平僧倒要看看此物有多厉害 哈哈 沙僧大师 此物是不是比你的哨棍厉害几百倍 此物简直 简直是太牛波依了 阿弥陀佛 此物确实厉害 此物名叫什么 沙僧大师 此物名为加特林 沙僧是谁 这里哪里有沙僧师父 以后请教我南无加特林菩萨 有我南无加特林菩萨在 我看什么贼军还敢来攻打谷渡码头 跟沙僧聊完的程序 为了提前部署战术 于是去找船长协商 兄弟 我看你天天看着民夫搬运粮食 你是不是很无聊 那肯定是 我指挥这大明最强的战舰 却一次都没出手 成教习我这炮管子都快生锈了 马上就不会无聊了 贼军马上就要来了 呦吼 那我岂不是 船长 请你开船出去躲一下 啥 为啥 好不容易有了出手的机会 为啥要让我出去躲了 我又不是打不过 你傻 你的船在这亭上 那齐刷刷的大炮在那摆着 什么贼军敢出手 那不是送死吗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 嘿嘿 这样 卸完货你就假装回去 向北航行吉里地 只要你见到古渡码头冒起浓烟 你就带着舰队杀个回马枪 成教习果然是高明啊 我明白了 就按你说的办 新红娘 早鹰 铁鸟飞等人 在离着蟹池 还有一里地的地方 就下马了 看 河东城 朝廷的颜克斯就住在里面 这里随时随地 驻扎这一千官兵 外面流寇闹得在凶 这一千官兵也不动弹 死死地守着蟹池 没问题 大概情况我明白了 咱们先往里走走 打探打探情况 两人在黑暗中前行 前方出现一个村子 村子周围全部都是岩池 门口还守着两个官兵 我几年没跑岩 这两个兵我都不认识了 放心 我认识他们 他们走向官兵的同时 也被官兵发现 什么人 官兵中的 不得靠近 是我 是我 铁鸟飞 哈哈 原来是铁大当家的啊 这次给的很多啊 铁大当家的要玩个大的 是的 玩得很大 就看你们怕不怕了 哈哈 那可要看你玩得多大了 我要把这个村子的盐全部弄走 啊 全弄走 我们没听错吧 还是你疯了 我什么时候框过你们啊 说弄走就全弄走 这这这 就凭我们两个 我们拿玩得去啊 这是我的通知上面 至少得颜克思点头了 咱们才敢帮忙 呦 要颜克思点头 需要多少钱 直接报个价 痛快的 至少要一百两 呃 不对 二百两 好 两百两就两百两 你们赶紧去通报吧 我在这等着 其中一个士兵 见到大营 起身就向着河东城里去 报 有要是并报 听到三更半夜有人来报 颜克思就知道来大活了 这回跑来见自己的都是大营销 有个营销来了 这是哪来的人子 您过目 什么行业都讲究个熟能神巧 就像我当着颜克思酒了 我只需要用手 一天就知道这是二百两银子 大营销来了 它要多少货 它要逢家村全村的营 呃 玩得好的 这营销很有实力嘛 是咱们老乡好的了 您也见过 名叫铁鸟飞 想起来了 我记得那家伙的生意 做的也不算很大 现在能囤下整村的货了 囤不囤地下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确实给了两百两银子 行吧 看在这两百两银子的份上 冯家村的盐就卖给他吧 我给上面说冯家村遭了火灾 村子在重建 没眼上脚便是了 把银子大家纷纷 让兄弟们别走漏了出去 哦 好的 多谢大人 嘿嘿嘿嘿嘿嘿 铁大当家的 颜克思点头了 这冯家村的盐都卖你了 不过想带走这些盐 还要另外出一份钱 报个价 请直接报价 二十文钱一斤 成 你这边叫村子里的盐匠 把盐都运出来吧 我再出一笔费用 让他们帮我运到福州 很快守兵就组织了盐匠 将盐运送出来 刚刚走出官兵的视线 早音就带着骑兵 乌拉就围了上去 盐匠们看着这情况也有点梦了 盐匠兄弟们 今天我在你们手上买的盐 最后落到你们腰包里的钱 到底是多少 啊 两文钱也假 可我实际给的是二十文钱 你说这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说了也不算 官府坑你们太深了 有没有兴趣绕过官府 我直接找你们买 十文钱一斤哦 当然行了 谁不想收入反无便 想就简单了 有没有胆子出来了就不回去了 在官府看不到的地方 再挖一片盐匠 做出来的我全要 啊 这 这又是被官府发现思路一出 那有什么的 没事我负责保护你们 不会被人发现的 有事我给你们扛着 现在各地动了 朝廷没时间管你们 若是你们愿意保我们的狗命 我便敢逃出冯家村 早就看他们当兵的不碎眼了 回去也是给他们做苦力 我们都愿意去 我们都愿意去 这边进行的一切顺利 然而古渡码头又要迎来一场恶战 随手倒下一杯花生油 就让小人们为之疯狂 顺便交给他们一个天津大麻花的制作方式 做出来的麻花 直接把小人们给相迷惑了 呜呜呜 这是谁发明的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是什么歪刀 这是妈妈的歪刀啊 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魅魅 这趁脚戏难不称是神仙 为何会这种魅士 这算什么 这在我们高家村 就是普普通通的小零食 我们那里最好吃的 还得是牛肉干 牛肉干 那是什么东西 是牛肉做的吗 当然是牛肉做的了 先把牛肉最好的 大腿肉切成长条 然后风干之后 再上炭火烤到滋滋冒油 然后孜然辣椒一撒上 你就吃吧 一吃一个不滋生 你们怎么可以吃牛肉 这牛可是相当金贵的 我们好几个村仅有一头牛 大家只有种地的时候才舍得拉出来用 这么金贵的东西 你们居然杀了吃 哈哈 一看你们就没见识 牛在我们高家村 每家每户都有个十几头 每年都下几头牛 家里的肉是根本吃不完 一家十几头牛 怕不是吹牛吧 就算你们家家有牛 这大汉仔连草都没有 牛不都得饿死了 哈哈 一看你们就没见识 牛在我们高家村 每家每户都有个十几头 每年都下几头牛 家里的肉是根本吃不完 一家十几头牛 怕不是吹牛吧 就算你们家家有牛 这大汉仔连草都没有 牛不都得饿死了 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们的牛不吃草 只吃四两单 给你们说了也不懂 等有机会了 你们去高家村自己看看去 这要是真的 我也太羡慕高家村的人了 等我有机会了 一定去看看 要是真这么好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此时的三艘战舰 全部卸完货了 船长对着程序挥了挥手 使了个眼神 大喊一声启航 便顺着上游开走了 此时的程序 一个闪身飞上了剑口 你们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刚才咱们的船 刚刚离开的岸边 那树林里 就窜出一个人 向北方去了 哦 很好很好 趴地图通知大家 准备好作战 大群士兵各就各位 很快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你们都在这里等着 没有我的命令不要乱动 看到了吗 他们在备战 这是要打仗了吗 难道流寇又来了 那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们的大炮船刚离开 流寇马上就来了 这流寇 是等着我们的大炮船走呢吧 没了大炮船 四眼方子只有几千个兵啊 能打得过几万人的流寇吗 犹豫什么大家 大家都抄家伙吧 能那什么就拿什么 流寇也是一群杂兵 不要害怕 哦 啥曾大事 我们这都拿了棍子 贴桥杀的 你拿什么 我随便拿一个就行 杀 请叫我南无家克林菩萨 此时布詹尼第五队老张飞的大部队 浩浩荡荡的买了 足足有两万人 这些家伙又裹挟了周围许多村庄的百姓 但这不周城外的村庄 怕是找不到多少活人 爬地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哟喝 考我呢 还没我爬地兔想不到的问题 不周城的人都没了 这意味着我们开公交车飙车 再也不会撞死人了 可以随便飙 这他瞄得意味着 湖州城已经被他们抢完了 随时会去别的地方再接着抢 什么 那可不行 我爬地兔的正义之心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就得嘎了老张飞 看我给你弄死他的 阿弥陀佛 平僧失礼了 平僧亲自用手上的加特林来超度他的 与此同时 老张飞的贼军也压了上来 说寨子离了死烟贩子 傻了我儿子肖长宝 我要乃军死烟贩子 秋声补闹 秋思补得 微骚当假的报仇 对方的大炮串一整厉害 姓姑娘也不在 离面了人 去弄勿收 肖了满 都给我平命了搭 那寨子离了散打串 量子就是窝门的了 呯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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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那出事先准备耗了打目班子 用来当罪对方的扑虫攻击 肥话就不用给寨子离了烟所了 劝替法 interns紧拢 所有士兵听令 他们有盾牌 大家现在随意打打两枪 意思意思 让他们离近一起 这也太随意了吧 哈哈 姓哄样不在 寨子历了都是废物 我们都历了这么近了 他们才放了机枪 萧了们不要哑上去 哈哈 这距离已经差不多了 然而劈机兵准备好 初五 你去封火台 开始点火 寨子中一早就准备好的火堆顶 一股浓烟冲天起 北方河面上 三艘大船 直接掉头冲向古渡码头 初五 你看住这边 爬地铺 咱们准备杀出去 剩下的交给我吧 二匹之兵 给我发射一路 此时的贼军脑子里 已经被粮食冲碰了头脑 哪里还管对方厉害不厉害 闷着头就往前冲 不能再打火箭了 离得太近 容易打到自己人 我靠 这图驴啥意思 不要命了 阿弥陀佛 各位施主 不要再挑起施端 造成无辜的杀戮 使徒你给我让开 我们经理师哥和尚 再不起开 我连你一起看 建血了 不好了 沙僧大师建血了 所有人小心 离沙僧大师远一点 今天你生死是活 且看你生情是弱了 谁 谁他喵得赶放老子的心 没听说过老子的名字吗 吃人言消和平 老子杀人如麻的时候 你们还没出声呢 得 何平是谁 啊 何平 不会真是那个何平吧 使人言消 每顿饭都要吃一个人 我的天 真的假的 几句话的功夫 沙僧已经把冲到前面的贼军 全都嘎了 一时半会没人再赶上去 沙僧这时候突然脑了一息 有些恢复神志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哎 这里怎么罚了这么多人 你们不能这样啊 我们要以慈悲为怀 就算对方是得 我们也要敢化为主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你们让开 让我下去冲鸭连个大嘴巴 害他喵剑了 快看 箱子里的和尚 化身拉摩加克林菩萨 面对上万敌军 只是默默地拿出了加克林 看那虾皮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这不就是平生不休英 只爱各种君 佛祖和尚见汉 华北燕双婴儿 你这兔驴 出家人你居然大开杀戒 你怎么跟你的佛祖交代 交代 阿弥陀佛 我说子弹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佛祖啥时候这么说过 我全力放下土刀 立地成佛 修的胡言 平松就是佛 何来立地一说 今天别说是你们 就是佛祖来了 也得爱上我一梭子 兄弟们 这兔驴居然跟我们作对 我不信他还能把这所有人都杀了 大家一起上 冲啊 成教席请求支援 杀 这玩意速度太快了 我抄渡不过来了 请你在旁边帮我敲一下沐鱼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话 一个和尚拿着加特连的疯狂走着 一个将军在旁边狂敲沐鱼 死兔驴 你他喵的慢一点 我他喵的敲不过来了 这兔驴杀疯了 大家都多走走歪 我们一起拿下这码头 还没等寨子里的骑兵出马 刚刚消失的战船 又出现在视野里 此时的老张飞 心中暗道不妙 还秒了 做事中计了 兄弟们 打跑串离 我们还有点举例 我们夹快井头 先把寨子拿下来 就在这时 一队骑兵冲了出来 就看趴地兔手持长枪 身披山轮甲 一马当先 颇有大将军的风采 早了早了 做寨子是管饼的计则 我们中了管饼的卖腹了 井尖马头后面的大团 就是一轮炮轰 直接把贼军打得晕头转向 老张飞看这情况 只想赶紧不为撤退 两人相迎开始正面交锋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本来二人一枪一毛不分上下 奈何趴地兔天生剑 不讲武德冲的老张飞 就死了一口老弹 老张飞一个失神的时间 就被长枪刺杖 我靠武器 东西 你 你 这年轻人 我靠 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 骗 来 通西 我69岁的老同志 我劝 这位年轻人耗子为之 阿飞 若姬就这还敢起名张飞 就这实力 我托爷一口老弹 就能灭了你 哈地兔 你小子虽然胜了 但是真都国的人 以后别说是高家村的 我你妈 这小子比我贱 要不是一个阵营的 我先吐吐了他 老张飞死 愚者接乱 流寇向着四面八方 就开始跑路 此刻寨子也算大获全胜 成交习 我这才开了一轮炮 贼军就被打崩了 我这还没过瘾呢 这真是一点也不好玩啊 哈哈 放心了 夏天尊说了 今后你肯定得对上朝廷的水师 还有西洋人驾驶着巨大的船 从不远万里的地方 跑过来给你当靶子 到时你能玩到头 哈哈哈哈 胜利归来的船长 直接将古渡码头的事 全部讲给了白先生 虾皮在天上 也看了个清清楚楚 很好 布詹妮挥下第五队队长 死在了咱们手里 这布詹妮也算老朋友了 从崇祯元年打到了现在 布詹妮还真算得上老朋友 他手底下第七队的队长 是程旭嘎的 二队的点灯子 是高家村拐走的 现在五队老张飞又没了 这两子越结越大了 哈哈 我回来的时候 行大当家的提了一个要求 说那边的居民区需要规划 那边去的都是铁憨憨 没人会搞那些 白先生 行红娘说的有道理 这个规划很重要 这样我亲自设计一下图纸 然后把事情交代给一个 有文化的人去盖 明白了天神大人 我这里有些醋 下次去山西的时候 让船带过去 山西人最爱吃醋了 天尊赐下了鲜醋 他老人家说了 在山西人是铁面是钢 一顿不吃醋饿得慌 山西人长时间不吃醋 是会造反的 我说这话了吗 这难道山西识人 有五人从了贼 不会是因为几年没吃醋了吧 细思极恐细思极恐 此时的洽穿码头 开始忙碌起来 虾皮也开始寻找 那个实施规划的文化人 大夫 在下又来了 这点银子你收下 赵先生 我都说了不收你的银子 你为乡亲们做事 从不收银子 我又怎么敢收你的 不看病可以不收我银子 但是那些草药 确实必须收费的 那都是你买来的 在下不能白用你的 赵先生 你这个容易喘气的毛病 叫做哮喘 是一种慢性病 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 只能以条理为主 好的 没问题 大夫您给开药吧 暗房抓药 每日服用 切不可中断 好的 我看看都有什么 大夫 为什么在下 每次看你写东西 都感觉自己 像是不认识字的文盲 我明明写得很清楚 你有哪些字不认的 这写的啥 麻黄了 你确定是麻黄 你写出来 怎么跟大长虫一样 这又是啥 清人啊 你不说是杏仁在下 这辈子也认不出来 这究竟是谁教你的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天下的医生药方 都是一个样 这不就是祖传的吗 尾手扔下一把牙签 就解决了大明木材短缺的情况 有了木材跟赵胜的加入 箱子里的小人们 建起来了一座座城镇 这赵先生 是神人吧 居然拉来了满满 十艘大船的木材 这怕不是把陕西的树都砍了吧 这也太离谱了 这次木材有了 大家可要按着天神大人规划的来建造 我们争取打造一个大明第一水城 我们这也没见过这位天神大人 你们说的也太是了吧 天神大人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大家第一件事可就是打造一个天神雕像 大家供奉天神 天神就会保护大家 那这天神大人长什么样子呢 转转转 天神大人的样子千变万化 你们就按着你们心中的样子打造吧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毕竟邢大当家的 对我们有救命之恩 他让我们败水 我们就败水 对 天神大人玩水 就在古渡码头 所有人信心满满的建设的时候 一骑快马 从北方而来 马背上是一金干的汉子 直接就冲到了城寨下 这里是拥挤姓红娘 姓大当家的水寨吗 我就是邢红娘 你是何人 来此何事 哼 在下是横田一子望 望甲印回下了师馆 我去 这不就是老张飞的 上次的上次吗 对 这就是坑害我们的元凶 这狗日的还敢来 哼 匪气难除的家伙 还学人称王了 这人还自称什么使官 土匪哪里来的使官 阿弥陀佛 平松看 此人说话 真是不伦不类 一点也不像正经使官 你这和尚脸 阿弥陀佛都没发音准过 一点也不像正经和尚 还好意思吐槽别人 贼人居然还敢来 看你突野我一个回马香 给你挑下马来 好了 对方既然装模作样的派来了使官 那就是要谈了 咱们也遵守些江湖规矩 该好好说话 还是要好好说话的 请使官进来吧 这使官刚进寨子 就瞬间感觉亚历山大 寨子里面干干净净 士兵各个装备精良 走进大营的议事厅 就看到主位上摆着一尊雕像 此时的虾皮正在刷抖音 就看到箱子开始报警 走进一看箱子上 居然显示了一行大字 箱子内有人辱骂你 是否进入载体雕像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可以跟神像共感了吗 这时可以进入箱子了 这倒是好玩 我去看看 一瞬间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接着刷一下 自己就看到自己 坐在一个木屋里 周围坐着一圈人 我终于可以和我的小人 在一个世界里玩了 嗨嗨 我是不是可以跟高业搞对行了 不对啊 我怎么动不了 咔 下次让他们雕刻一个能动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天尊的眼珠子 刚才动了一下 没有看到啊 天尊根本没动啊 这只是天尊的雕像 又不是天尊本尊 怎么可能动吗 天尊动一下 怕是直接拍平了谷渡码头 九死 粗物 你可别瞎受 哎呀 刚才天尊真动了 我这身体不能动 但眼珠子可以 说不定嘴唇能动 一会我吓唬吓唬他们 王家印王老大 我们久闻大明了 不知道他派你来死 有何见叫 拥挤星风酿了打命 妄爷也是揪秧了 这一次妄爷派完来 主要是为了补斩妮了事 妄爷听说 你不消嫌 使手傻了补斩妮回下了捞长肥 哦 王老大是这样理解的 咱们都是讲护儿女 都是勇敢站出来 搬抗管付了浩瀚 偶尔两路任 麻一位以前消磨擦 打起来了 但是咱们不应该 高错了真正的敌人 真正的敌人 呵呵 我倒是想知道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好 我们的敌人 是齐牙掰醒了 皇帝拉尔赫谈管无力 不应该我力斗才是 所以妄爷相为补斩妮 跟你们说 这个倒是不劳王爷担心了 我们并不是无是生非之人 只要布詹妮不来惹我 我也不会主动去打他 说到底 打他有啥好处 他身上能掉金子出来不成 姓党甲勒 能不主动去打布詹妮 那自然是薅了 但是布詹妮撕了 收下补恨善罢敢求 很有可能来招你们的麻烦 来就来呗 你出野我还能怕了他不成 妄爷知道 打党甲勒不是爬式了人 但是原假一些不意介 妄爷还是希望 能够小米这一场恩怨 你究竟想说什么 痛快点一次说清楚 妄爷的意思是 姓大党甲勒也甲辱咱们 只要能撑了我们练英直夷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大家呵呵气气了 以期对付管兵不是好记了 他喵得好大的口气 还想吞并我们 怕是没睡醒吧 真是找死 此时的虾皮猜出来 行红娘要拒绝 甚至直接宣布开战 虾皮知道这根本翻不上 如果历史没变动的话 布詹妮跟王家印都活不长了 虾皮只好干涉一下 慢 看吧看吧 我就说刚才动了 现在天尊都开始说话了 拜见天神大人 难道真有神仙不成 难道是他们在恶搞 史官 你刚才说得很好 大家不应该卧底刀 我替新红娘答应你们的要求了 今后他们也是 起义军的一份子了 那那那那那 好 在下 在下迟到了 在下险性搞退了 你小子先前在心里 骂过我对吧 啊 啊 转一刃怎么什么都知道 摸了甜 他是妖怪吧 弄肚醒了那种 放心 我不生气 如果你现在摔个狗吃屎的话 我就原谅你了 哦 呜 呜呜呜呜 这样 这样可以了吗 行了 你走吧 有妖怪啊 这雕塑真的可以说话 莫不是哪里来的邪碎 贫僧扶魔正道 岂能让邪魔作祟 哎呀呀 看我大威天龙 你呀有病 一言不合就开打 只能你信佛祖 我们不能信天尊啊 什么天尊 我看这手段 就是经书所著的妖魔现实征兆 我佛慈悲 岂能让妖魔当道 我都不惜的说你 咱的大明民不聊生 百姓水深火热 我怎么不见你呢 佛祖献士拯救百姓 反而我们天尊赐下粮食 保护受苦的百姓 我看你还是信天尊吧 这这这 你让我思考思考 和尚 当时我跟你想法一样 你以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是怎么来的 那可都是天神大人字的 好了好了 大家无需多礼 天神大人 我们有一事不明 为何要我们加入王家印的贼军 这是天机 你们不用管不沾你 还是王家印 短时间稳住他们 不让他们打过来 就永远也不会打过来的 全天天的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雕塑出现了一些军力 好像雕塑下一刻就会崩碎一样 记住我们的目的 自始之中只有一个 就是让天下老百姓 都过上好日子 凡事与这个宗旨违背的人 都是我们的敌人 不管是谁 随着这句话的说完 雕塑开始崩塌 然后崩的一声就倒了下去 虾皮感觉身边的景物 瞬间模糊 最后刷的一下 恢复了正常 对了 我可以找人定做呀 第二天清晨 虾皮直接拨通了老蔡的电话 喂 老蔡啊 我又有东西找你定制了 怎么 微型传模完腻了 还是微型机甲 没意思了 这次你想要个啥 我想定制那种东西 就是能活动如真人 嘴巴可以一张一合 手脚也能自由活动 无限接近真人 那个叫啥才智来的 对了 硅胶的 喂 怎么了 你那信号不好吗 老兄 你还是找个女朋友吧 这东西玩多了伤身体 靠 你他喵的想哪去了 我想的是你的身心健康 兄弟这玩意有副作用啊 慎重哦 你大爷 老子要的是正经玩具 不是你想的那东西 玩具是正经玩具 拿到这个玩意的人 是不是正经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及时人们 对这东西的需求 天 我要做的是我自己的脸 兄弟你玩得够变态啊 自己玩自己 长时间没有女朋友 果然让人变得扭曲 我要仿真人 只需要三四厘米的高度就可以了 才不是你想的那种作用 这么短 也行 你大爷 你在家等着 我十五分钟后抵达 你最好提前叫救护车 崇祯四年 大明皇帝朱尤俭等人微服私访 来到了城城县 这里便是城城县了 想来进了陕西这一路 我们也算开了眼界 先不说粮食啥的 就是大街上这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是闻所未闻啊 刚才那个很长很长的东西 是什么 速度如此之快 我还没看清就跑了 难不成这里真的有龙 我乃真龙天子 此地由巨龙诞生 为何不来上报 我好把真龙请回皇城公养 居然让巨龙再次乱跑 老马息怒啊 这城城县可跟你前不一样了 你看看这街上这么热闹 这些饭店琳琅满目的 我都不想回京城了 哪里飘来的香气 朕为何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 羊肉川 新疆征送羊肉川 小二 羊肉川是何物 一看就是歪象来的吧 羊肉川自然是羊肉做的了 新鲜的羊肉上摊火之烤 撒上辣椒自然 什么 你们居然吃羊肉 这外面到处都是难民 朝廷的睡音都不浇 你们却在这里大鱼大肉 我自己凭本事争的钱 凭什么要浇睡 还有吃羊肉怎么了 我们不仅烤着吃 我们还拴着吃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呸呀 老话说得好 肉香随俗 那个给我来两串尝尝 你怎么可以胡闹 老成 没想到你是这种没有底线的人 为什么不分我一串 岂有此理 刘爷来上我串 他请客 好的客官 我这就给你们考 放心吧 不好吃分文不收 好吃 谁研究的这玩意 回去我就让一扇房 给我做这个 这位老乡 想你打听个事 怎么了 啥事 我就是想给你们打听一下高家村 高家村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打听高家村 那个老乡 我们没有恶意 就是一路过来 听说了很多的高家村的传奇故事 我们这些外地人 当然好奇了 谁不想见见神仙 哈哈 又是慕名而来的 你们怕是白来了 这天神大人 怎么会是想见就能见了 必然也是有心远远地见过一次 哦 那神仙究竟长什么样子 说出来你们不信 那神仙高有十八张 脑袋是龙头 那手脚是老虎一样的 眼睛跟老鹰一样 而且后面长着一双大翅膀 可以飞天 可以蹲地 老乡 你确定这是神仙 这不是妖怪吗 嘘 你们可别瞎说 别让神仙听到了 还好我认识这位神仙 如果你们想见神仙的话 你们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当真老乡 来这是十两银子 你快带我们去看看 哟 玫瑰剧 想见神仙是要预约的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通报一下 如果我来了神仙 就是答应见你们了 我要是不来神仙 就是不愿意见你们 懂了吧 懂了懂了 那你快去通报 那个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怀疑我们被骗了 说出来 你不信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这是可恶 居然连朕也敢骗 让我看到 一定嘎了他九族 手扔下一个玩具铲车 直接推平一座大山 吓得威斯斯坊的大明皇帝 活都丢了 不应该了 这里的人 过得如此富裕 为何还会有 坑梦拐骗之人 哼 我看着城城县 都是一些贼人 骗朕有什么神仙也就罢了 还敢坑外来人钱财 以我看着 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 难道这里的人 编造这个谎言 就是为了骗我们 这些外来的人 岂有此理 这里的人真是可恶 比那些山贼还可恶 什么人在城内大声响话 怎么这么摸有素质 呦哼 你个小兵 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吃我一拳 这是谁不下 为何如此勇猛 居然能跟我们大明将军 打成平手 没想到小小县城 居然有如此厉害的人 在这里当一个守兵 真是屈才 哎呦 这位浩瀚有点意思 居然能跟我们命团的任 五五开 小子没想到 你还是个练家子 能跟我老金 打成平手的 这大明怕是没几个人了 浩瀚 我乘认你比普通人厉害 但是跟我们命团逼 碎点一个都能答复你 我不过也是倒数第一 不然我怎么裸得称收称的了 你说什么 小兄弟你可别瞎说 你可不知道此人是谁 我这人从来不说佳话 不信你仔细去看 我们是高家村的命团 高家村的 又是高家村的 我倒是对着高家村 越来越好奇了 这位小兄弟 你可知道高家村怎么走 你们不会还谋去过高家村吧 过来湾的那个谋去过高家村 高家村现在可是拥命的度假村 度假村是什么村 去一次你们不就知道了 你们去前面的派子那里登公交车 要坐二路公交 坐施展地就到了高家村 公交车 什么是公交车 难不成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特别快的马车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去坐车去高家村吧 我还要驯逻呢 这位浩瀚下此有机会再切磋 上车上车了 没座位了 站票偏移无问欠 还有没有上车的 我们上车 那得我们要去高家村 行 上来吧 三个认识二问 老程啊 这马车不错呀 居然可以拉这么多人 而且你看这速度真是快呀 我也没见过此物啊 这辈子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东西比我的战马快太多了 这要是行军打仗 岂不是几个时辰 就能到达边疆 这是好东西 这是好东西 程程县真是蛮我蛮的好谷啊 有这种好东西 也不说进攻朝廷 这次回去 我要全部征用了 此时延安府外的树林中 苗美带着几十汉匪躲在林中 自从黄龙山一战 王左挂被程序带人嘎了以后 苗美就一直到处逃窜 仗着自己武艺高强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大哥 有个好消息 好消息 现在还有什么好消息 三边总督杨鹤发布了招府令 只要愿意投降 立刻既往不救 还发给粮食 耕地 牲畜 当真 还有这好事 当真 这可是一省巡抚发的榜 这还能有假 据说后面还有圣旨撑腰呢 君无戏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啊 我们先想了 骗朝廷的粮食先 先吃上几顿宝的 修养生息 等大家都修养好了 在他们腰的反他 好 大哥 那我就去延安府里走一趟 见见红城仇 说我们愿意投降 很快 苗灯云就来到了延安府 说明来一致火 红城仇马上就变得非常客气 原来苗好汉愿意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啊 那真是可喜可贺 本官这就安排酒宴 给苗好汉接风洗尘 飞 你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个巡抚 还是得听三边总督杨鹤的话 杨鹤说要招火 你就只能听着 今后你还能耐我们如何 几天后 红城仇的宴席也安排上了 苗美苗灯云 带着他最后的三百二十名汉匪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延安府 今天我带着所有的兄弟前来招安 怎么不见你们的巡抚大人啊 巡抚大人正在更衣 稍后边来 各位好汉先入洗 哼 贺人龙带人杀入 手起刀落 咔嚓一刀就斩下苗美的西瓜 苗美一身的武艺 在贺人龙手下一招都走了过 瞬间三百多人就被官兵全体带走 哼 一群劣迹斑斑的贼子 就算受抢也是假抢 想骗朝廷的粮食罢了 这拙略的演技也就骗骗杨鹤 可骗不了我红城仇 这次王左挂一派的所有贼军全军覆没 然而有人没 就有人站起来 布詹尼的贼军人数更是突破十几万 成为大明第一贼军 此处确定就是高家村 是的是的 那上面那不是写着高家村三个字呢 难不成这高家村跟城城县换了换 不可能 这怎么会是一个村庄 就这城墙 怕是比皇城的城墙都要高大 这怎么可能是高家村 这高家村果然是不简单 难道这里真有神仙 也就你相信 这种贼人说的话 你忘了在城城县 我们是怎么被骗的了 啊对对对 陛下说的对 要我看 这就是欺少蛮相 我觉得这就是要谋反 几位客人 欢迎来到我们高家村 我是高家村的村长 你们是来游玩的 还是来做生意的 哦 原来是村长了 我们听闻了 许多高家村的传奇故事 所以慕名而来 哦 原来如此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高家村最近正在开发当中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开发是什么意思 开发的意思就是重新建设 我们村庄现在正在新的建设当中 准备达到大明第一商业级 等建好了大家再来玩 打造大明第一商业街 这不就是要造反吗 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 不是造反 这我怎么跟你们解释 你们还是跟我来吧 这里的铺子好多啊 怎么什么都有卖的 我去好兽 怎么有人在大街上卖答辩 一看你们就不知道 这可是湖南特色 这叫臭豆腐 闻着臭 吃着香 不信你尝尝 我才不吃这臭烘烘的东西 你们居然吃答辩 果然是闻着臭吃着香 这这这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我不信 我试试 停我再来一碗 吃饱了 叫你们的名团出来 我要切磋切磋 好喝 好喝 这比那穷江玉叶好喝多了 这里好吃的太多了 我还回什么黄肠 然而此时的虾皮 在天空中看到奇怪的一幕 箱子的一个角落 居然聚集了大批量的官兵 哟 看来这一仗不小啊 贼球王嘉义 大逆不道 自封为王 试着官属 目无圣上 其罪当诸 我等身为大名官兵 定要守护大名江山 讨灭贼军 讨灭贼军 哟 这是要对王嘉义下手了 并不以杜文幻为大将军 古山副将曹文赵为邪讨 提督记 山林 宁寺镇兵 包围河区 剿灭贼子王嘉义 而等随本将军一起 即刻开膀 渡过黄河 进山西 看吧 这就是枪打猪头鸟 土匪就土匪 你非要成王 这下朝廷完真的了吧 王承恩的一句即刻起巴 大军便行动起来 快马赶向韩城龙门古渡 然而此时的不沾宁 率领大军刚刚攻破 合金县城 大当炸弹 合金县城的牙液 帮衫 民权 已经全部嘎干净了 大家正在寻找粮食 这里离着永济行红娘 不远了吧 不远了 在上南二百里的 就是雍镇 那行红娘就驻扎在 谷渡码头 他 抢完合金 咱们就继续向南出发 去浮渡码头转转 大当家的 那永济行红娘 已经偷了王家印 咱们现在去找他的麻烦 就是不给王家印 大哥的面子了 我给他屁的面子 惹怒了老子 连王家印一起收拾了 两人正说到这 第八队队长李自成 赶紧走了过来 大当家的 刚才说的是万万做不得 有什么做不得的 你且来说说 那行红娘的实力十分古怪 明明只是一个严肖 不知为何 有船有炮有火冲 您难道不认为 他实力来得莫名其妙吗 我觉得那女人背后 有神秘势力撑腰 我怀疑是官兵假冒的 严肖给我们挖的坑 是官府又如何 我们很害怕官府吗 我没有说他是官府 我说的是官兵 我们不怕官府 但是怕官兵啊 官兵有什么好怕的 我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咱们从陕西又打到山西 也没见官兵能打我们 那山西总兵王国梁 就是垃圾 见到我们只会跑 大当家的官兵来了 陕西总兵王承恩 渡过了龙门古都 正向咱们这里来了 我们的老朋友王承恩 在陕西没少受他的照顾 没想到这家伙阴魂不散 还追到山西来了 我这边有五万人 就他那手下几千个 饿肚子的兵 这就是送人头啊 飘了 这家伙也飘了 怎么我投一个王左挂 他就飘了 再投一个布占尼 他又飘了 不行啊 我得找个正常人当老大 李自成抱了抱拳 秒退了出去 李自成回去 就准备带着侄子里过跑路 我们该跟布占尼分道扬镳了 哎 为啥 这家伙快死了 陕西总兵来了山西 我们得赶紧走 那一点都走不掉了 啊 他居然追到了山西 看来这次是兵部安排的了 朝廷这是认真了 别墨迹了 赶紧走 赶紧走 跑慢了就给他们陪葬了 看 我进入小人国里 小人国就开始打仗了 只因为布占尼 最近搞了几万人有点飘了 说啥都拦不住 就要跟朝廷正规军 来一波正面团战 就我现在这几万大军 一步从陕西打到了山西 可谓是左相披靡 朝廷根本拦不住 大当家的威武 自从兄弟们跟了大当家的 就再也没怕过朝廷 这种感觉真是非一样的感觉 就是没想到 王成恩那家伙也是不怕 居然还敢从陕西追来 大当家的我们都打探清楚了 王成恩那家伙就带了几钱的松饼 我们这几万大军打他就跟闹子玩一样 那咱们就在这等着他们 就喜欢看他们千里送西瓜 哇 哦 法县流口不在你阻力 音速跃了五万多元 正盘踞在何锦县城之中 什么 何锦县城已经被他们糟蹋了 是的 何锦县城已经被拱过 县令已死 群众死亡无数 血流成河 就连藏墙都被他们退倒了 将军 我等是死宝贝大大名 必处不担你 他们若是有城墙聚首 还有点不好办 但是他们已经推到了城墙 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传令全军立即前往何锦县城 瞬间大军启拔 王承恩的三千五百精兵精神炕奋 行军如飞 没多长时间到了何锦县城 没了城墙的县城 就像包了皮的鸡蛋 贼军就像苍蝇一样 围着县城乱转 所有将士听令 击回他们 没想到王承恩这家伙来的这么快 所有兄弟们给我打过去 打完这几千个怂兵 晚上吃牛肉 给我出啊 只见官兵的刀盾兵缓缓向前压迫 后放的弓箭手 会给肥军 就是腾腾乱手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官兵中间突然伸出几十根火虫 砰砰砰的一阵乱轰 打得肥军直接乱了套 所有亲兵 现在给我上 没过多长时间 布詹尼就被打得满头是包 狼狈不堪的向着北方跑了 王承恩一哨基多虽然能名 却无法留下布詹尼 看着城内景象的王承恩 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又是这样 真是可恶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抢了粮食就好了 何必要屠城 真是可恶 剩下的合金县的老百姓 是很难活下去 本将军只能替他们写一封信给朝廷 救济一下这里的老百姓 告诉他 我们高家村出粮来救 让他把龙门古度交给我们使用 王将军 我们城城县到时还有些存粮 可以从合阳县的码头通过传业 将粮食送到龙门古度 帮助这里的老百姓渡过难关 哎 这怎么好意思 你们已经借给了本将军大量的粮食 不然我们也打不到这里 若是在救济这里的百姓 只怕你们也会不容易了吧 只要思想不滑坡 司法总比国法多 混难总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怕艰难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我们能用力的 那就会拼尽全力 城城县的大安大德 我王城没齿难忘 那好 这事就拜托给你们了 再下斗胆 请求坐镇龙门古度 亲自监督粮草押运 这个被粮食前安插在我军中混战工的 怕是怂的 想到后面搞后勤 罢了 就让他搞后勤吧 行吧 那就这样安排 我派一百位锁兵 随你驻守龙门古度 保证月亮的安全 都谢将军 与此同时 高家村的第二期建设开发 也干得如火如荼 高家村东站 今天也正式通线了 现在从高家村到城城县 也就十分钟 到河阳县最多半小时 咱们三个都要好好商量一下 那一段铁路 有谁负责 本官手上人力并不多 闲来铺设从河阳县到洽川码头这一段 我们高家村这边的人 越来越少人 愿意做这种铺路的笨重活了 我也弄不出太多人做这只 那就让我负责高家村 到河阳县城这段吧 现在大家手上都缺工人了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梁大人 你前些日子 不是一直在白水县和大利县偷人口吗 也不知道你偷了多少工人呢 人是弄来了不少 但是我那边摇头镇 发现了大量铁矿 从白水县偷来的人 全安排到了铁矿里挖呀挖去了 以前觉得人口太多 养不活 现在又觉得人口太少 不够用 可真是 这就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啊 别的地方都吃不上饭 此时的高家村 却已经开始因为人口太少了 而发起了愁 骑饼天尊下官好不容易从白水县那边 又骗了一些老百姓过来 想着靠他们口口相传 引来更多的工人 没想到御史无声来了之后 在白水县开始大四十周 白水县的老百姓都跑去了 不愿意来城城县了 骑饼天尊 大利县的百姓有口饭吃 就不愿意挪勃了 下官已经想尽办法 他们也不肯过来 虾皮知道本朝老百姓都是特别容易满足的 只要饿不死 就不会愿意背景一下 就是给的再高也不行 先尊大人 御史无声来了 带来了大量的粮食和银子 说是来咱们城城先救灾 安抚良民 请先尊大人去迎接御史 救灾 救谁的灾 救我们 咱们不去救别人都不错了 这人居然来救我们 天子 下官先告退 去迎接一下上师 这就有意思了 这个御史说不定就能给我带来人 这时我得去掺和一下 虾皮使出了贡感 坐在高家村祠堂的硅胶天尊 刷一下就站了起来 参见天尊大人 我要去游历人间 转悠转悠 你们速去帮我找一身衣袍 要泼泼烂烂的那种 一个破酒葫芦 再来一把菩萨 哥 要这些东西干嘛 这不是济公和尚的打扮吗 天尊这是要扮演济公啊 是啊 观音菩萨都能叨叨教理卧底 我也可以去佛教理卧底啊 咱们假装成道计 给佛祖一闷棍如何 好呀好呀 也就天尊敢说 打佛祖一闷棍了吧 还是天尊会玩 穿上破袍的虾皮 还在脸上抹了一把费 装扮完就准备去县城 虾皮直接解除贡感 然后伸手拿起雕塑 就开始升高 此时在高家村人的眼里 却是天尊大人一飞升天 啊 啊 快看 天尊飞起来了 快看啊 就在我们头顶上呢 是天尊 真是天尊 怎么穿成这样 我知道了 天尊莫非是要去捉弄贺赏 天尊一直都喜欢捉弄人的 你是不知道 刚初天尊把大米堆满了狗蛋的家里 狗蛋一开门 就被大米埋了 哦 在村民的注视下 刷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我猜 天尊使用了仙法 瞬间就消失了 你懂啥 这是神仙的基本操作 好像叫什么闪现 此时的梁大人等 已经在白水县与城城县交接处等候御史 之间前方浩浩荡荡一行人 走进了城城县的地盘 下官梁士贤 在此恭候上市 奔馆谢田而赖 救济城城县的老百姓而登 此处 为何如此 本县受到 呃 本县受到神仙照拂 有龙王降雨 啥 你跟我这车呢 看来 你这地方不需要奔馆的救助啊 是的 本县并不需要救济 上市不妨将有限的钱粮 放到别的地方 就寄那些受灾更严重的老百姓 那奔馆就传过乘乘县 直接去赫阳县救宰吧 就在这时候路边的草丛里 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哦 睡得好香啊 什么人 于死面前还敢躲躲藏藏 第一 这不就是虾皮仙尊吗 仙尊大人这是在玩什么 靠死扑类 这不 这不寄宫和尚吗 不不不 寄宫和尚只是个传说 不可能有真的 这家伙只是大般的像而已 吴生 江苏新化人 万历四十一年近世 天启二年 因多次商标与燕党针锋相对 被魏忠贤血迹割职 罢官归礼 直到这两年才从新任职 嘖嘖嘖 大胆和尚 居然敢胡乱说话 这个和尚是谁 为和开口就能较出自己的名字 还能说出自己的神病事迹 这万一也太吓人了吧 给我纳下 咬货的 给我洗洗声问 他是何妨捡戏 护卫们刷就围了上来 虾皮只是淡淡一笑 降后一退 又钻进了草丛里 护卫们一看就全部扑进草丛 但是全都扑空了 小人们都梦了 和尚怎么就凭空消失了 快看 这和尚在那树上 啊 这么晕的举例 这和尚这么过去的 别关了 给我抓住他 这里一下就热闹了 小人追 虾皮就瞬移 可把小人累坏了 小人们还没喘气呢 就看到和尚居然飞了起来 然后缓缓地飞到了 无声的面前 无声 还拿不拿我呀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何方妖神 你打蛋 对 你赶紧比罪 这不一定是妖神 也可能是圣神 对 就是气功和尚 大石 大石 我错了 我不拿你了 神仙瞎烦了 我刚才居然要打神仙 追过啊 神仙不会生气了 告了我吧 还得是天神大人 真是会玩啊 大石 大石 大石究竟是什么人 在刺灯后 又何知叫啊 我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我只是来给你 一点小小的指引的 大石宁庆江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兜里揣着 十万两银子 很爽啊 奔馆带着的这些音量 那是晃上派伐下来 久迹宰命的 奔馆趁晃趁空 是要用这些千量 绑住山西的百姓 重振旗鼓 且这么点钱 就想重振旗鼓 来来来我给你算一笔账 看你这十万两银子 究竟能救多少人 你一个老百姓 给一两银子 最多发十万个人 现在陕西一斗米七百文 一个人二十斤米 这点东西吃得了多久 如果混上椰菜 这点量是丁夺 池池池池田 那请问五十天后呢 不还是该死的死该反的反 有什么意义吗 上市大人 下官斗胆说一句 这十万两银子 您还不能全发给灾民 始终还要安置流寇 皇上不是下旨了 给地给牛 这么说来 十万两败手就认了 买鸡白头弄就猛了 这人还俺拍屁啊 无声 你九居高台之上 不知人间几苦吧 你知道昭安的流寇 如果没有处置好 他们会做什么事吗 那个大使庆之教 受府之后的返乡流寇 给达羽官 占据耀村 纵其党中 飘劣四乡 为之打凉 民皆称之为官贼 当真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真 何阳县贼求翻山越 就曾经受府 而他受府之后 贼军解散归乡 一物上烧杀抢掠 若上使不信 可问何阳县令 无声听到这话 直接就黄了 这拿着十万两银子出来 钱花了啥也没干成 回去不得得直接嘎了 娜娜 大使 以你指剑 奔馆该如何时候 救不了 救不了 你回去吧 哎呀 大使可不能不救啊 你再去找猪油 捡多要些银子吧 哎 怎么可能 好好 那可就救不了咯 说完这句话的虾皮 摇了摇扇子 整个人刷就飞了起来 消失在了天空中 天空中 响起古怪的歌 神僧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癫心崩馆 闲在救灾毫无疲用 可是用什么办法 好呢 我觉得这是你自己 也做不了主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找能解决出问题的人 啊 对对对 那知必赖 我歇信给晃上 把行剑俗俗 那去紧秤 哎 梁大人你这乘乘县 既然没有守宅 那应该还能 召集一下老百姓吧 高啊 实在是高啊 我说这天神大人 出来搞这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要让无声 自己把人送过来 这可是破天的富贵啊 这梁士贤 这梁士贤是总配合的 哈哈 迷迷惑惑 颠颠倒倒 起动一轮回 昨天是你 今天是我 明天又是谁 成城县还有余力 可帮助上使 接纳救助的难民 下官也愿意 为了难民 倾尽全力 上师之馆安排 既然如此 我收上了欠 就可以生住电话了 只要给难民 稍量炉费 让他们到乘乘县 就好了 倒是给奔馆 接绝了一个打麻烦 吴声也不继续往前走了 直接原路返回 并安排把那些难民 全部赶往乘乘县 此时的延安府 同城仇 刚刚又嘎了一个 流寇头子 以及流寇心腹 二百余人 巡抚大人 贼囚已斩 外面的三千人 该怎么办 咦 这些人都杀了 有伤天合 不杀 本官也无法安置他们 包 与死无伤来了 哟 那真是太好了 瞌睡就送枕头 无声手伤不缺钱啊 巡抚大人 这是腹肿 早了贼任 本官刚刚杀了贼囚流 但是他麾下三千丛贼 现在还在外面 听候发落 这些人本官 无法再继续嘎下去了 吴玉石 本官想找你用两万两银子 来安置这些人 沙 你才三千人就要两万两银子 你给我万十字大开口呢 很多嘛 杜杜啊 庚地 牛具 庚牛 以及粮食 这些加起来两万多银少啊 银子 奔馆不能给 但是这三千六寇 奔馆可以安置 沙 你能有啥办法 难不成你 还都嘎了他们 嘴 醋铺 秤城县 为首汉宅 可替奔馆 焚油艰难 安置一下难命 贺匆罪 成城县啊 可是这成城县吃得下吗 吃不下也得吃 若是地方馆都不为圣上焚油 这天下如何指的聘 贺人龙 墨将在 我命你亲自带兵 把那三千贼人押送去成城县 交到县令手中 本官到时要看看 成城县有什么办法 安排这些贼人 墨将带的是严随的兵 不能进陕西啊 无妨 有本官在此 你就是穿越过城 也是无妨的 我们还有多久到成城县 快了快了 再翻过两个山头 就能到成城县的百家宝 哥 咱们加快速度一些 将军 山中行军 很容易中贼军迷腹 您还是别走在前面了 推到中军安全稳妥些 伏击 有伏击好啊 本将军走在前面 才能第一时间杀进伏兵之中 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这一句话刚落 前方树林刷一下 钻出一支军队来 与贺人龙来了个大眼 瞪小眼 哈哈 来得刚好 有流寇 本将军去杀他们个落花流水 树林的钻出来的军队 正是高家村民团 领头的是狗蛋 来与官兵交接三千贼军 这还没跟对方说话呢 对面大将军就纵马杀过来了 卧槽 这他喵的 哪里来的虎薄一 我是真服了 这世道咋了 怎么走到哪 都有这种憨疑 真是让人抓狂啊 贺人龙马快 一个眨眼 就已经到了狗蛋面前 狗蛋还没解释呢 长枪就已经点到了 狗蛋一下子冷汗都出来了 赶紧搁挡 卧槽 这流寇居然有这样的好伸手 卧槽 武进士果然他喵的不一般 我貌似挡不过压几招 小小毛贼 居然还能挡住我的长枪 好好好 看你能抗住我几枪 你大爷 还来 老子他喵的 此时的贺人龙长枪刺了 狗蛋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大板斧砰的一声 长枪震开 哪路反贼 居然有这等实力 反贼你哪那个腿啊 老子是良民 你他娘的哪里 看起来像一个良民了 你瞎啊 从头到脚都是良民 孝子 看你狂妄 刚才我没注意 现在让你尝我一枪 拿命来 误会误会 别动手 城城县巡检放无杀 封命前来接应 三千降贼 这些都是我们县城的民团 杀 你这巡检到的也太慢了 居然让民团先行 贺将军 明明是你没道理 县人一句话都不说 直接就打 怎么能怪到末将身上 这兵荒马乱的年景 山林里遇到伏兵 我不打 难道过去先磕两个头 那至少先问两句话吧 你放肆 怎么跟本将军说话呢 怎么了 做错事了 凭杀不让说 两方一来就开吵 吵得那是一个不可开交 唾液横飞 这巡检倒有些意思 真是谁也不怕 官大爷敢对啊 罢了 本将军把这三千贼军 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弄 要是他们再反了 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可别赖咱们 盐随兵的身上 放心 反不了 交到咱们手上 将军大可放心 这些家伙有什么办法招服这么多人 我倒不妨跟过去看看 我对你们还是不放心 我还是派一千清兵跟随你们去吧 将军没问题 请随我们来 只见方无尚与狗蛋两人 最后到了一个山 面前有着两座灰色的城堡 上面还有大量的弓箭手 都给我进去 快点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搞错 这黄龙山里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严密的把守 莫非这整个山谷都是大牢房 是的 这里是牢房 咱们城城县专门关押坏人的地方 目前里面关着七千多人 大多是流寇 加上这三千 现在也有一万人了 你说啥 这么多流寇聚在一起 你们不怕他们再次反了 一万人要是反了 那可是很可怕的 放心好了 信了这里的人 基本就不会有谋反之心了 现在都在乖乖学习 怎么重新做人呢 此时一个新来的响贼 居然认出这里的一个老改犯 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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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跟着汪作寡混的吗 啊 哎呀 是真香 你不是跟着流流混的吗 哎 王左挂被干掉了 我就被生寝了 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 你来了证明流流也被嘎了吧 是的 流流打嗝 被驯服哄成仇给嘎了 还有你说的劳动改造是啥 不是说让我们在这种地吗 以前烧杀抢掠的罪孽还没还清 咱们都是犯过大错的人 现在必须要劳动偿还 我明白了 我们被骗了 管安妇不是要安置我们 而是让我们在这坐牢 是的 管副舌眼骗杀窝门打嗝 现在还将窝门关在这里 太可恶了 兄弟 你也别生气 被关在这里 可比给你安置还要舒服 这种感觉简直太爽了 你说啥 扯蛋哪吧 在这里坐牢 只要你干活 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根本饿不着 去了外面 你种地还要靠天吃饭 在这里直接躺平 算了算了 我就不问了 你带我到处转转 我到楼看看这里是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这是要搭仗了吗 那无起啊 那无起 别激动了 打什么仗 下课时间到了 该吃饭了 走走走 咱们吃饭去 打 吃饭 吃什么饭 睡吃饭 当然是咱们吃饭了 啥 这里灌饭吃 你骗人哪把 左老的那里吃的赏饭 当然给饭吃 不然我早就饿死了 这倒也使 大不了就是鸡口喜糖 吃不包也饿不死吧 使真香随着禽兽走向食堂 进去就看见了热腾腾的馒头 还有各式各样的自助餐 这这 这是底猪夹的少爷才吃得气的吧 普通人那儿弄吃上这个 嗯 今天看来是需要大力气的活儿 所以上面给我们吃好一点 没错 我刚才偷听到了牢头的话 今天男人们都出去干重活 好像是去铺铁轨 所以让大家吃好一点 才有力气 哦 过来领馒头啊 你发什么蛋呢 你确定这是给我的 这还能有假 听说今天来了三千新人 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切 新来的就是没规矩 这馒头不但是真的 吃不饱还可以过来拿 但是不能浪费 浪费被抓住可是要受罚的 嘿嘿嘿 那个大剑 两个我吃不饱 再来一个吧 嗨嗨谢了 使真香大口吃着馒头 内心无比激动 甚至边吃边哭 此时的老男风走了过来 吃快点的 一足强的时间吃吧 然后所有请教年男子 都到监狱大门口来集合 你们今天的工作是菩萨铁路 帮剑活虽然累 却比打仗轻松多了 这个家伙是谁啊 这就是咱们监狱现在的老头 管理所有犯人的 性爱的废物们 记住我老男风说的话 头话锁在前面 你们在老子眼中 个个都是拱老 尤其是喜欢闹事 气不欲游的那种 你们尽管闹他 只要被老子逮住 就是一个字 打 这就是个香在老力装老大的 不是装老大 他就是老大 他就不怕 又比他更能搭的 把他揍爬下了 你最好别惹他 暂时还没发现 比他还能打的 我不太能搭 我不惹他 但是咱们溜溜群里 也不是没有好收啊 我没猜错的话 马上就有人闹事了 他话音刚落 新来的响贼里 还真钻出来一个粗壮的汉子 老男风是吧 想在我们新来的面前 立威是吧 嘿 巧耶 我也想在你们这群老油朝 面前立威 哦 你就是要做这促头鸟了呗 老子没人性 以前军中喊老子一声没百户 哇 以前户哪里的 宁夏 宁夏编军啊 老子可不怕你们故人编军 八哥 他们要打起来了 咱们还是赶紧揽下来 命的出事 让他们打 监狱里是必须要打出一个老大的 我们要是制止了 反而让他们分裂成两国 以后要是一直动 会很麻烦的 哦 原来如此 两人正聊天呢 突然就看到成教席匆匆匆跑上围墙 双手还托着一个小小的木雕天尊 啊 成教席 你这是在干什么 快快让出最好观战位置 天尊要来看乐子了 现在开始天尊有奖精彩环节 猜中谁输谁赢的那一方 可以共享一个喜之狼果冻 啊 果冻是天神大人很少吃下来的稀有仙间美食 如果能拿到果冻 就是不吃 拿去卖也能发财啊 是啊是啊 上次天尊给的果冻被人卖到了西安 以下就成了爆发户 我猜老南风赢 我也猜老南风赢 我们也猜老南风赢 你们傻啊 都猜老南风 就算赢了也分不了多少啊 我猜没人性赢 一旦猜中 整个果冻都是我的 这就是天尊大人说的 足球反着买 别墅靠大海 好好好 就是这样玩才有意思啊 全都下注一边多没劲 老南风与没人性哼哼哼的一阵拳脚交加 两边都是边军出身 无意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老南风在高家村吃的好 锻炼的也好 不出十招没人性 就被老南风揍成了猪头 什么垃圾选手啊 我的果冻没有了 这次我们终于吃到果冻了 狗蛋 就是用脚趾头也知道 他打不过老南风啊 瞎说 你咋知道打不过的 一个颠沛流离虚脱的不行 一个吃饱喝足浑身都是利器 你说谁赢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我果冻 天神大人他们欺负你的蛋蛋 劳改犯也分出了谁是老大 所有犯人走出了劳改谷 来到了白家堡 他们就是负责修建白家堡东站 新来的劳改犯 就看着一个巨大的半挂车 拉着一车火呼啸来 可陕西总兵王成恩的大军 已经包围了王家印的大军 天尊 呼酒前 我和王二大哥还跟着王家印混呢 现在看到他们被官兵围住了 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淡定淡定 要怪就怪他非要成王 不然皇帝老儿才懒得理他 我让你们制作的盾车呢 送了几辆了 白将军 已经有五辆了 这玩意要是并排推进 火冲就没用了 天尊 这盾车好像克制我们了 那就用大炮 对对对 一炮就能把这些车打倒 陕西总兵王国梁上一次输给了王家印 被他抢走了两门大炮 现在就在这河曲线之中 光有这几个盾车过不去的 天神大人 那王家印也有大炮 那这可怎么办啊 当然是大炮对大炮 就看谁的大炮多 我让你们去找本地官员调派的大炮呢 都来了没有 马上就来了 山西巡赴给我们调来了斯门大炮 可以跟子贼的大炮堆哄了 很好 前进的时候用大炮护住我们的盾车 骗子 打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骑兵破坏敌人的大炮 我似乎越来越懂怎么打仗了 打仗不是耍小聪明 你说的这些人家已经玩烂了 穷则精准打击 负责火力覆盖 懂了吗 那王家印这次岂不是死定了 这次还死不了呢 他手下的汉匪能突围出去的 老弱走不了了 准备接受一批降贼吧 好的 我明白了 对了 争取这次闭点弓 去明军里混个官位试试看 争取作官 废话 坐上的大官就能养死兵了 这样高价村民团就能名正言顺混进官兵里了 那我这大功可怎么历 南边 将军 属下想去南边看看 这家伙这是怕死了 想避站了 去南边躲一躲吧 但是你悄悄的去 别动静大了 乱我军心 白猫行了个礼 一人向南方溜出兵营 到了南方山谷 寻得一个绝佳之地 躲在暗处 拿出一把大鞠 没一会合取线就开打了 王家印被打得差点生活不能自 官兵万真的了 完蛋了 这次怕死要玩完了 被爆嚼子了 怕什么都给我全力突围 我们三十五万大军还打不过他们吗 王家印这一突围 官兵也跟着乱 王家印趁着混乱 在心腹黑煞神的保护下 向南边突出重围 白猫在山谷等了半天 山谷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溃君 机会来了 天尊果然厉害 说南边 果然是南边 惠君从谷底穿过 不少人白猫 甚至能叫得出名字 突然一张熟悉的脸 映入眼睛 王家印来了 天灵灵地灵灵 一句打众天尊保佑 卧槽 这里有官兵的伏兵 怪他喵的逃啊 我尼玛 真他喵晦气 此时的大将军杜文焕 坐在河曲县衙中 头上的明镜高玄 也被换成了恒天一字王 区区贼囚 称什么王 看看这所谓的皇宫 搞得跟爆发户的家 没啥两样 王家印抓到没 王家印没拦住跑路了 他手下的大将呢 都逃了 为什么都逃了 一个重要人物都没抓住 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我军总输差两万人 贼军输十万人 大赢已经不错了 人家突围 我们挡不住的 哎呀呀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 包 陕西总兵王承恩来了 有喜包 能有什么喜包 我这里听的都是烂事 王承恩干掉了流寇一元大将 快快快让他进来 这是黑神煞 王家印麾下的心腹汉匪啊 王承恩你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 将军不敢 这元大将是我身后的这位小将拿下的 哦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莫将王小花 陕西城城县人士 在王将军麾下担任白总一职 王小花 王小花 你拿下一名重要的贼球 立了大功本将军会上报朝廷 升你为把总 你今后需要再接再厉 为朝廷效力 明白了吗 啊 把总也就是能管四百四十个战兵 正好可以把高家村民团四百四十人全拉来 末将尊命 此刻开始 高家村的手在虾皮的带领下 开始正式伸向了大明 随手扔下一瓶东鹏特鱼 就成了小人国最有功能的饮料 只要去打仗前喝上的没能 浑身的力气都用不完 恨不得一个打八个 天神大人 别到了 就这碗一喝了 能让人更有力量 是的 这在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喝 状态不好 喝上一口 状态直接拉满 天神大人的话你都不信 咋样 感觉咋样 感觉甜甜的 不对 我感觉我精神了不少 浑身使不完的力气 真有这么离谱 我不信 让我试试 不行了 谁来都打一下 我感觉就是天神大人来了 我都有一战之力 你滚开 要打也是我来的 天神大人 你给他们喝的是什么玩意 怎么比喝酒还离谱 一个个的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刚才初五喝了一口 把村里的玉米一个人全收了 我没想到这玩意反应这么大 我们这里喝了没这么大反应 这玩意怎么他们喝着跟兴奋剂一样 然而此时 西安府无声的化肥店刚开业 秦王府的管事就把店砸了得稀巴烂 准备将店里的化肥全部带走 哟哼 给脸不要脸 叫你便宜点卖给王府 你他娘的非说不能降价 这不是找打 现在劳资一个铜板都不给你 全部拿走 你能怎么样 不要乱赖呀 这批货 是巫省大人和施科法大人特别管照过的 收价又厌令不得梗概 住手 反了天了 还有王法吗 这里是官府的化肥店 你竟然敢在这里打人 我当是谁 原来是史大人啊 嘖嘖嘖 我劝史大人还是不要乱管闲事 闲事 本官乃是西安推官 掌理行明 暂计点 你在这里做此等恶事 正是本官管得了的 嗯 你还管得了秦王府上不成 秦王府怎样 秦王府也得讲理 我今儿就偏偏不讲理了 左右给我上 都给我搬走 秦王府的家丁 立即准备动手搬化肥 住手 统统给我住手 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搬了 我倒要看看史大人能怎么办 来人啊 把这些家伙统统给我拿下 本来他这一嗓子就该出来拿人了 但是这嗓子喊完 就发现捕快牙医全都跑了 杀 都给我搬 好好好 本官要参秦王府一本 本官一定要参秦王府一本 你们等着瞧 你参参看啊 原来排队买化肥的农民呢 全都做鸟兽散 呜呜呜呜呜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朝廷的钱就这样白白损失 天空中突然飘下雪花 石刻法突然想起参观高家村 圣女高业说过的一句话 先进的生产力 必须要有先进的政治制度配合 若是政治制度已经老化腐朽 就会拖生产力的后腿 哎 走吧 咱们再厚着脸皮走一趟城城县 此时城城县 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纺织工厂 厂子里全是女工 一大早 女工就开始八卦起来 喂 你们听错了没 西娅那边闹起来的 啊 你那里挺舍弟啊 那么挺刀啊 我听约获得李大哥说的 秦王府抢了官府的化肥店 欲死无僧扬言要写奏 他和秦王府呢 锦衣卫的死割法 也被秦王府欺负得不轻 简直是无法无天啊这 在西岸 秦王府就是王法 就是天 哪有什么无法无天 这些事情只有男人才感兴趣 外人是不能进入的 你是偷偷溜出去 跟李大哥见面的吗 对啊 你这假伙 肯定是跟李大哥约会了 你们好像在说很有意思的事 给我也讲讲呗 哎呦 圣女大人 您咋来了 我来这儿 看看春红厂长 厂长就在里面那座小楼里 那是领导专用许词 鸦鸦和李大哥成亲那天 来叫我一声 我来捧场哦 还有我 也要通知我来参加 参见天准大人 圣女大人一来 天准大人也来了 真是好紧张啊 你们又没有看到 圣女的忽微堆立 又几个男人 仗的好衰啊 走走走 咱们跟过去看看 瞧那边那个姑娘 砸得好水灵 红颜都是祸水 快看快看 那姑娘真是漂亮 她还在对着我们笑呢 红粉都是骷髅 托爷 那姑娘在对我们挥手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还妙的 托爷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当然不是 我是公兔 我来这一世 可不是为了情情爱 而你情长 我是为了行侠仗义 天下被挺 何以为家 不要拿你人来问我道歉 嘴手扔下的大大泡泡糖 就成了风靡大名的美食 引来无数人抢购 不料西安秦王府不讲武德 直接抢走了西安商店所有东西 还把老百姓的化肥全都拿走了 无声不得不回到城城县求取鲜肥 大家注意 朝廷地人来了 他是来求助的 天尊你来了呀 我一直都在哦 天尊原来一直陪着我呢 他们要进城找粮食闲的话 你也去凑个热闹吧 顺便给他们上一堂思想政治课 他们很古板 这课可不好上啊 听得懂就听 听不懂就算了 能改造他们就改造 改造不了就推倒 好的 不一会无声和诗歌法 就来到了城城县衙呢 梁大人 上次我们从你们这买回去的化肥 全都被秦王府的人抢走了 史大人可是锦衣卫百户 吴大人是寻暗御史 都有直达天听的能力 写两份奏章不就行了 哎 没用的 探赫不同管院 还有点用探赫秦王府 结果你想想就知道了 但皇上会假装骂两句秦王府 秦王府交出那个管事的账责 到最后化肥还是追不回来 哎 没错呀 应该就是这么个借据 管应化肥的想法 只怕是无力实现了 嗯 想了一些 再尽一些便是了呀 为何说无法实现了呢 我们手上已经没有印子 可以用来紧货了 不是吧 吴大人 你可是有十万两的 嗯 十万两个屁 任任都说我吴绳收了有十万两 实际上 我现在想磨出十两印子 都得用紫棘缝禄来点 啥玩意 你怎么可能这么穷 杨大人 我们这一次来乘乘县 便是向后主连屁 聪迷着舍账一批花费 带我们将他买广了 有了印子再来换上 嗨嗨 舍账拿货 这可是个大坑啊 无网金来谁舍账出去 谁倒霉啊 这事儿 下官 呃 哼 花费是倪秤秤秤县 馆房省餐的吧 在秤秤县苦力舍欠一逼 卸上奔馆的命子 事后由奔馆 想晃上脚柴即可 可惜就可惜在 这花费并不是官房生产 它是由本地乡身经营的 啊 奔地降神是贺任 奔馆去招他料料 是我 哎哟 圣女姑娘来了 这就是侠屁贤准的省女 搞业 嗨嗨 这位夫人 花费昌是你假的产业 算是吧 名副的夫君姓虾 在这城城县里 有不少产业 花费昌只是其中之一 港菜奔馆于亮打人的对话 夫人好想已经听到了 那奔馆也就不说徐的了 奔馆奉田之命 迅暗山席 荒尚可需奔馆于命捡 臭错量操 一扛田宅 奔馆可以让你狭家问命欲钞 呵呵 这朱友姐 穷得啥也没有了 这是开始卖权力了 则则则 史大人 这次秦王府抢了化肥的事情 可有让你想起什么 还请夫人明示 吴大人 假如我在奢欠 给你一批化肥 你能保证他们 不再被抢一次吗 啊 这 我夺租职鞋认手 收住化肥便 断不让秦王府的人 再来认知 没用的 你是文官 又没有自己的兵 哪一个本地人 敢跟秦王府作对 哪个会拼命帮你守住 不拱手相让就不错了 这这这 那这可怎么办啊 哎 除非 用我的人 此话增将 我的人不是西安人 不怕秦王府 化肥由他们看着 秦王府的人敢来 我的人就敢打 他喵大 见到他们就打他们 一 你真敢懂秦王府的人 坐监犯可 欺压良民之辈 本兔也没有一个不敢打的 本兔行走于天地之间 就是为了承恶扬善 哼 呦 这是个混任 有骨子混进 如果他敢打 下官就敢护着他 府任 那这是咱们就这样定了吧 你得人来看住店 包证化肥 能买到老百姓收中 与秦王府发生什么冲突 奔馆一礼乘担 那就没问题了 第二天一早 化肥就准备好了几十车 浩浩荡荡的车队 向着西安府出发了 哈哈哈哈西安 本兔爷来了 行侠仗义第一战 就是古都西安 本兔爷的舞台 果然一开始就要最大的 没有假的AK 我们的幼势并不大 你别得意忘情 小心被秦王府的人才的 三冤都没地方去 呦呦 没有假的AK 只会困扰你这种人 对于本兔爷 这样的江湖大侠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你见过哪个大侠 背着把大局的 三尺清风 那就够用了 你还是扫口海拔 我都怕到时候 自己打自己的脸 今日本兔爷就要用三尺清风 守住这世间朗朗乾坤 哇 博他妈好想揍你啊 就在这时 一辆化肥车上坐着的斗笠人 突然站起来了 呵呵 西安到了 哇 参见天尊大人 天尊您怎么也来了 当然是来看热闹的呀 你看 是大人又搬来了化肥 秦王府过两天 又会来抢吗 管他们的狗咬狗衣嘴毛 也不能这样说 是大人和吴大人 是真心想要老百姓 有好肥料用啊 趴地兔 正狗子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先尊大人 放心吧 有我趴地兔在 就是你来了 都别想搬走一粒化肥 呵 此刻秦王府的后花园 一个胖子 正依靠着年轻女子的腿上 吃着水果 此人便是秦世子朱从鸡 这个就是爱气 秦王位置该是我的 这些岸周边的粮田 也全都该是我的 文官死来活赖 拖着不给我 简直岂有此理 居然还敢跑黄上 那坛河本世子 包 又有花肥晕来了 又喝 还来 殿下 咱们还抢吗 上次抢了点花肥 闹得满城风雨 抢啊 为什么不抢 不闹一闹给文官看看 怎么会把那王位给我 一个锦衣卫 一个玉石 弹河就弹河吧 正好让皇上天天看到我的名字 这一次他们似乎 不打算用本地的亚裔火机 来管理花肥店了 好城城先请来了一个香绳 什么香绳 听说是堂皇宗室里士的后人 实力很强的样子 千 唐朝宗室了不起啊 我他难得还是大明宗室呢 那是自然 这香绳在墙也就是个香绳而已 不值得跟店下一提 随便带点人 把那花肥店给我搬空 把上次抢来的大大泡泡糖 再搞一些 打面哦 打面打面 花肥店经过一番整理 终于重新开业了 咱们这店也开了 怎么一个老百姓也不进店啊 这很正常 秦王府和咱们的冲突还没解决呢 胆子可真小啊 大不了就打上秦王府不就得了 他们胆小 是因为他们弱小 惹怒了秦王府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此时的秦王府管家 带着一众家丁赶来了 让开让开 围在这里做什么 杀 哎 这秦王府真是欺人太甚了 别说了 快让开 免得烟火烧身 被打死了都白死 时刻法还挺懂事的嘛 又给我们送化肥来了 小的们 或去搬化肥 秦王府管事是吧 你就带这点人来可办不完哦 咱们这次可是送了几十册过来 你要不要多带点人来吧 还能全办走啊 哼 这小子挺懂事的 嗯 不对哦 这他妈是嘲讽我呢吧 你是新来的掌柜的 处来乍到 请多都管糟 稍微劳资在这阴阳怪气的 管一边去 瞒得挨打 管事 你敢在这里打人 不就是葬着皇上 不会以为这点小事 曾治亲王吗 那我想问你一句 你在这挨打 你觉得皇上会曾治文贯 哎呦 你小子还挺狂啊 看打 说完一群家丁就要冲上来 早在屋里叙事待发的趴地兔 直接就窜出来 先别杀人 一来就直接杀人的话 咱们可就不占领了 就算是秦王府 今天也要讲理 咱们秦王府 什么时候跟人讲过道理 他娘的都给我上 打死鸭的 好好好 你们好样的 我们不敢动 无声根石可法 但是动你们这群走狗 还是没问题的 你们给我等着 捧后搁下大架 我们先走 他地兔正在化肥店 后院堆雪人 就看到虾皮 从厢房钻出来 兔爷 先尊 您叫我的时候 可别带个野色 小人承受不起 绰号这东西 随便叫就完事 别上钢上线 你还是叫我兔子吧 兔子 走跟我出去 咱们偷偷出去 做点好事 做好事 你去翻翻运化肥的 最后一个车 车上有许多个袋子 你随便拿一个过来 天尊 这么多银子 累死我了 要不叫你干嘛 走吧 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你看看那里 趴地兔看到巷子里的角落 耸着几个人 一看就是难民 给他们银子 天尊 我好难受 见不得这世间疾苦 这袋银子才两百多斤 只怕是不够发吧 我应该多背出点来 可是 可是我的力气太小了 靠你一个人的善心 成不了大事的 走吧 继续跟我发银子 让他们在冬天 至少能吃上几顿饱饭 猪门酒 酒酒 酒啥来的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对对对 还是天尊更有学问 你看前面街角 他地兔一眼扫过去 一个大酒楼侧门 围着一群难民 殿小二正在把剩饭剩菜 倒给难民 须 安静点 别弄出声来 被掌柜的看到 我会被赶走 你们就再也没有吃的了 死瓦 死瓦你投烂多纳了去了 叫你把剩饭剩菜 纳去喂猪 你偷偷留妈去了 来了来了 我在后面小姐呢 蓝绿上墨 是鸟夺 我尼玛 我去杀了那掌柜的 别 别打着正义的旗号性恶事 那掌柜的只是尖酸刻薄 他也罪不至此 不会明辨是非 就不是大侠了 只是一个任性胡卫的魔头 我明白了 那咱们去找这家酒楼的东西 买了这间酒楼 然后赶走掌柜的 让他小二来当掌柜 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还是不对 为啥 这有啥不可以的 这小二十字吗 他会管你吗 你看他善良 就位以重任 说不定好心办坏事呢 我懂了 我们买下酒楼 让高家村能显会算的 做大掌柜 让小二当二掌柜的 这次对了 把这事记下来 能买就买下来 按你说的做 跟着天尊 我居然还能学不少东西 西安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高家村不能明面上强占西安 但是咱们可以按着来 咱们就从各行的业下手吧 你这家伙满身毛病 好在不贪才不好色 糖衣炮弹动摇不了你的本心 所以县这边就交给你吧 多谢天尊信任小人 继续发银子去吧 西安官府的两行 被老百姓拍得砰砰直响 无声作为最关心名声的御史 很快就被惊动了 开门了 开门了 天都要亮了 快开门啊 炒什么炒 我开不开门 对你们来说有区别吗 反正你们也买不起 我们有钱 我们有钱了 啥 你没睡醒 还是我没睡醒 你们还能有钱 掌柜的低头一看 黑压压一片难民 手上都拿着白花花的影子 每个人都有 什么情况 他们那里赖的欠啊 好好好 赶紧买粮食给他们 快 掌柜的立刻行动 难民们都买到了粮食 省着点吃都能吃好几十天的了 优欠了 奔馆有优欠了 吴大人 听闻城中难民得了一笔天降横财 在官府粮行买了很多粮 你们手上肯定有钱了吧 这真是赖的遭不入赖的敲啊 在我那奢账买的花费 也应该把款结一结了 吴生是个清官 而且是死要面子的文人 耍赖皮特的本事没有 直接乖乖偿还了 吴大人 你的官府粮行被难民这么一买 存量肯定不多了吧 确实 谋多少寸量了 要是他们再来奖量三次 管夫也得断量 这个问题倒也好解决 你看 我家还有些存粮 可以用来支援吴大人 你要不要奢一点 我家的粮食来卖啊 你愿意奢量给奔馆 那可是太好了 奔馆要 有多少量是 奔馆都要了 不好了 吴大人 秦王府的人又去化肥店了 好多人都拿着棍子 别急别急 我的人都守在那呢 咱们过去看看 此时秦王府的人 已经跟高家村民团打坐一团 一个家丁正好看到吴生赶过来 就要对吴生下手 打下人可以 打不得正转 否则会给王爷摊上大事 吴生旁边那小子 那小子是个外地的 什么情况 这什么人 头这么硬 十三太保横恋 金中赵 铁头弓 对就是铁头弓 虾皮也没客气 直接就回进了一拳 管家直接起飞 然后被民团包围一顿毒打 管市的被打得满街乱窜 向着秦王府的方向跑了 咱们的人居然一个受伤了 动物 这真是好功夫啊 打这几个家丁都要受伤的话 他们回去之后 会被发哭的 这么好得不下 你居然还收得放 秦王府这次排了五十人来 都被打退了 接下来应该不会有 大规模的家丁过来打架了 我要买化肥 我第一个买 杀 我也要买 我也要买 杀 据我的情报 秦王府要在这里安排扶兵 截杀咱们的化肥运输队 这 这情报可靠吗 两位大人对我们家舔 我们家夏老爷还有所不止 夏老爷的情报 不会有任何食物 哼 那我马上召集锦衣卫 这就对了 什么牙医 本地位锁兵 在对付秦王府的时候 都是不管用的 只能用锦衣卫 嗯 施大人 秦一卫考得住吗 子聪严当刀太之后 秦一卫和董喜昌使为 势力打不入聪签了 我看你都没有找唤秦一卫来 保护化肥电 保护化肥电这种事 我不敢乱用锦衣卫 害怕皇上怪我小提大作 拿锦衣卫欺负藩王 反而帮了秦王府 但若是秦王府假扮流口 那就是大事 出动锦衣卫完全没问题 可别小瞧了我们锦衣卫 好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了 记得抓获扣 不能劝傻广 这个下官当然明白 多谢侠院外 提供庆报 接下来还要清侠甲 配合烟衣除戏 那是当然了 狗子 在 准备准备 咱们的化肥快卖完了 车队返回城城县 再拉几时车化肥过来 好嘞 马上出发 闲下来的虾皮 就想用供感看看 西安究竟有多少人供着自己 结果就让虾皮 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西方的教堂 这中年男子和这传教士 是什么来历 围着我的雕像 做什么 王辉大人 这就是最近刚刚 传入西安的虾皮天尊 石科朗神父 这个叫虾皮先尊的神仙 根本不是什么道教的神仙 很可能是一个伟神 但是他的传播速度很快的 比你们犹太人 传教速度快多了 王辉 明朝著名科学家之一 这可是个人才啊 我得想办法把他拐走 王达人 您的意思是 我们犹太人的犹太教 也消防这个虾皮先尊的 传播方式吗 制作小人书倒是好说 但是这粮食是个大问题啊 资金可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啊 这么大的天尊教派 在西安都传开了 皇帝还不知道吗 哎 皇上那应该有不少邹章了吧 不过这不会引起重视的 希望这个教派 不要包藏货心吧 我的货心可是大大的哦 而且打算把你也骗进来一起 你怕不怕 于是虾皮 就决定跟着王辉看看 结果一到他家虾皮就乐了 他家好热闹 供奉好多雕像 有佛祖 有观音 有太上老君 有虾皮天尊 连二郎神都有 求满天神佛 保我大名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卧槽 牛啊 这真是舔狗的鼻祖 舔一人为王 舔百人为王中王 王中王火腿肠 王辉 王辉 谁 谁 谁在叫我 你想传播科学技术之心 是好的 但是 你找错了合作对象 啊 那个外国人的教派 才是包藏货心的派教 而且那些外国人养不熟 喜欢发动战争 种族屠杀 你要远离他们 你应该去找虾皮尊教 王辉吓得不轻 好半天都不敢去碰那雕塑 在家转了十几圈的他 终于一咬牙 跑去了对面书店 给我来一拳套虾皮 仙尊除魔传 大人 这书都是穷刃宰卖 你也要的吗 少给我废话 赶紧给我拿一套 您手毫了 一共是奇策 现在还魔除弯呢 菜将到田尊十八放下闲车 王辉打开那小人书 定睛一看 他喵的 这哪里是什么仙车 这东西 这东西分明是科学啊 几天后 趴地吐正狗子 带着几十个空车出了城 然而 一百名秦王府死士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头文 化肥店的车队马上就到了 哎呀好 等了好几天 皮都痒了 终于等来了正主 不等他们从城城县 运了化肥过来再动手吗 那样咱们还能再抢点化肥 笨蛋 那些化肥哪能抢回王府 你是怕文官拿不住 咱们的把柄不成 咱们就只杀人一泄分 杀完就跑 等他们到了 咱们就冲下去 孙明 老大你看啊 识可法 这可是西安的推官 我们对他动手 怕是 怕个屁啊 若是在西安我们不能打 现在我们是流口 想杀谁就杀谁 一起杀 不留活口 此时车队已经走进了包围圈 所有死士冲杀出来 有拉怒贼 尝你兔野我一剑 天兔断霸剑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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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士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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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是绣春刀 锦衣卫办案 闲杂人党 速速退开 他喵的重计了 大家别怕 我们人数占的优势 只要杀光这些锦衣卫就 回首的死士还没说完 就听到了轰隆隆的马蹄声 大群锦衣卫来了 兄弟们别听他废话 直接给我杀 既然要富于顽抗 那就别怪本官不讲情了 锦衣卫全体出动 他手一挥 锦衣卫就从四面八方杀了上去 今天这场面 没有本兔野表演的机会了 怎么怂怂利己也好 赞打起来也会有嗓忙 不如把这些嗓忙 让给锦衣卫算了 有道理 战斗开始没多久 已经分出了胜负 回首之人眼看已经败了 就要拿刀自杀 快点拦住那人 留下活口 想死 在你兔野面前 哪里有那么容易 然而 此时微服私访的大明皇帝朱有俭 还在高家村里 过着神仙般的人 早就忘了大明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身密报送来 报 由晋级军情 山西群贼越闹越凶 全国各地 已经成了一片迷乱 不对 我们从京城出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你看着城城县繁华的 哪里有一点大灾的样子 山西群府送统音退守太原 而太原城外 几乎半个山西都被流寇随意淋灭 处处都燃着战火 那曹文赵呢 他去了何处 曹文赵目前在陕西北部交费 流寇不占你第七队流寇数万人 正与曹文赵在拉扯 那川中白干兵呢 白干兵数量太少 兵粮不计不计 目前只能在大宁县 普县平阳辅着一条线上来回抵抗 疲于奔命 山西总兵王国梁呢 正在死守太原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堂堂大明朝廷的官兵 没有一个会打仗的 还不如这高家尊女流之辈 行红娘 陛下 这行红娘手下兵多啊 他以前本就是流寇出身 家底后啊 陛下放心 咱们官兵中也有能打的 山西总兵王承恩会下 有两个居能打的 一个叫时间 一个叫王小花 一个真守平阳父 一个真守龙门黄河大桥 最近多次击溃流寇 蒙的一批 龙门黄河大桥 什么意思 黄河上有一座桥 去下面来报 有一位仙人在黄河上 搭了一座巨大的桥 很夸百张 神仙 一派胡言 哪来的这么多神仙 这成城县有神仙 这黄河有神仙 朕都没见过神仙 简直一派胡言 这这这 陛下息怒 这是也不好说 这成城县 却是奇怪得很 这里的很多东西 很多想法 都是我们以前见 都没有见过的 说不定还真有神仙啊 哼 先不管神仙不神仙的 帮朕写个圣旨 行红娘 事前 王小花三人有功 当上 领兵部给这三个人安排安排 给他们提提职位 另外 山西巡抚宋统音 剿匪不力 不能为朕分忧 让他滚回老家去 赏罚分明 给文武百官看看 那个 陛下咱们在高家村 也待了一些时日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回去干嘛 天天看着些大臣 给我瞎说吗 再说了 京城有啥 哪里有这高家村舒坦 给我弄杯上海少傅来 包 皇上 有进一位松来的家子 你先 没完了是不是 朕都跑到这里来了 怎么还这么不省心 丞相帮我看看 皇上 这这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什么万一就如何是好 大惊小怪 拿来让我来看看 我你嘛 秦王府他喵的 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要动秦王府 不能动 皇家一直对秦王府 有所亏欠 若为此事 就拿秦王府开刀 别的藩王势必含心 朕由何面目 去权下建老祖宗 可这次闹得也太大了 连火口都握到了 石刻法手里 这文官那边 怎么说的过去 你替我写个圣旨 要石刻法 把那火口解送北京 在半路 安排人把他灭口 岂在亲自写封圣旨 痛骂秦王府一通 把这事抹过去吧 这如此一来 文官又要骂 皇上是昏君了 随他们骂去吧 这群门官除了会骂人 也干不了什么别的事 朕还怕他们骂不成 此时化肥垫 几人正在聊天 下官派人送进京城的死事 突然怪病 死在了半路上 这亲王府爱骂了 纳出来五碗粮印子 来给奔馆诊载 呵呵 结果还是不错的 大致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结果还算不错 难道 两位大人真觉得 这么一个小事情 就能扳倒天下第一番风 想都不要想了 你们要是皇帝 你们能拿亲王府 怎么样 听完这句话的两人 瞬间陷入沉思 阿苗的 老子怎么也是为大命江山 陛下过汉马公帽 皇帝老儿这是嫖了吧 他不好好管他的江山 弄得到处信 神仙不信朝廷 这江山他守不住 那就让我来守 这这这 亲王殿下 您这是要反吗 这王位 本就是我们帮着打下来的 不就是拿了点化肥吗 倒是管起显示来了 江山都管不好 还管我秦王府 真当我是小面瓜 想捏就捏吗 秦王殿下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现在的大明风雨飘摇 各地也是叛乱四季 我觉得这皇位 就是能者得知 秦王陛下这江山 就应该是您的 你吩咐下去 把所有秦兵召集起来 京城的守卫 都是我秦信 今天咱们就杀进京城 让皇帝老儿看看 我秦王的威风 大明崇祯四年 秦王府四季造反 带兵一路从西安杀向京城 一路锁向批命 朝廷官兵 根本挡不住秦王府的进攻 由于守城进军 乃是秦王府亲信 京城大门没废一兵一组 便冲进了京城 秦王杀进皇宫就懵了 发现皇帝朱友简 根本不在宫中 一问太监们都说不知道 皇帝老儿不在宫中 这老东西难道已经吓得逃跑了 可能皇帝老儿听闻殿下 一路锁向批命 早就连要跑路了吧 本王就是要让他看看 到底是谁 更适合这大明皇帝 但是老家伙不在 可如何是好 殿下 不再岂不是更好 这京城既然已经拿下 那咱们不如直接称帝 反正皇帝都跑了 正好群龙无首 还请殿下 为黎明百姓当家做主 好好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本王就调个好日子登基 此时在高家村的皇帝朱有俭 看到发来的秦王造反密码 勃然大怒 然而这边刚看完 就收到了秦王府已经打进京城 择日准备称帝的消息 朱有俭吐出一口老鼠 这只是出了个门 家就被偷了 岂有此理 我对秦王百般善待 没想到这家伙 狼子野心妄想镇的皇位 霸占了镇的京城 现在还要称帝 岂有此理 陛下 我去召集不下 攻打秦王 不回京城 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真是内忧外患 我还是通知总兵王承恩吧 让他们集结不下 先把京城夺回来再说 不过朝廷的兵力是有限的 这可怎么办 因为拯救过大明瘟疫 虾皮的造景箱 拯救主术已经报告 同时解锁了人物信息显示功能 虾皮早就发现了 这几个外来人的真实身份 然而听到几人的对话 虾皮则知道了大明皇帝的痛楚 为了大明百姓 决定帮助大明皇帝 于是派高业跟朱有俭沟通 明女参见皇帝陛下 高家村圣女 你是怎么知道 我真实身份 难不成我演的不好 唯陛下 您的身份 是天神大人告诉我的 天神大人一直都知道 你是大明皇帝 今日听闻陛下遇到了困难 让明女前来助你 难道这高家村 真的有神仙不成 高家村怎么助我 陛下有所不知 高家村一直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只是一般情况 是不会实用的 天神大人说了 为了大明百姓 他愿意帮助你 重新夺回京城 但是同时 你也要答应我们 以后要善待百姓 凡事以百姓为主 当真 我高家村愿意帮助陛下 陛下不信 可以随我来城墙一看 朱有捡上了城墙 就看到数万的高家村民团 各个身披铠甲 手握AK 后面还有一排高达机器人 看得大明皇帝都傻眼了 这高家村居然这么有实力 这要是想造反 怕是谁也挡不住吧 这高家村难道真有神仙 可我也没见过呀 现在高家村民团听陛下指挥 几天后 京城秦王到了登基的日子 朝廷上下不听话的都把了 所有人只能看着秦王登基 然而就在登基的重要时刻 朱有捡带着高家村兵临城下 秦王带兵反抗 高家村迟迟不能攻破京城 然而天空雷雨大作 所有人看向天空 一双大手冲破云层 砸在了京城的城墙上 城墙瞬间倒塌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下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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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神仙 我大明居然 真的有神仙 神仙居然帮我出手了 我好感动啊 鬼啊 这营城有摇怪啊 高家村直接杀入京城 一刀嘎了鱼肉百姓的秦王 自此大明江山 在虾皮的帮助下更勇过了 感谢天神大人 保佑我大明子民 我诸有简定 当不会辜负神仙好意 以后做一个好皇帝 记住一句话 水能在周一能复周 你能做这皇帝 是百姓给你的 百姓若是不让你做这皇帝 那你便不再是皇帝 谨记天神教会 大明在虾皮的帮助下 解决了流寇作乱的问题 同时用一颗二踢脚 解决了窝口问题 此时的大明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